中南山后 活死人 神雕侠里 崛起江湖 郭湘望着远去的二人 不由说道 相思相见之何日 此时此夜难为情 却只道相思无用 为别而已 别妻若有定 千般煎熬又何如 四十岁顿悟 出家为迷 终生不嫁 和眉派横空出世 传下弟子换风铃 可是人只盼一见杨国物终身 却又有谁能懂 这张三封一见郭湘物百年 天涯四君不可望 武当山顶松百长 郭姑娘 你徒弟名换风铃 我几个徒弟叫远桥 莲州 戴岩 松西 翠山 离庭 生谷 山水皆在 却唯独没有你 感情之势暂且搁置 就在杨国小龙女归隐江湖之后 那蒙古大军屡次三番侵扰襄阳 郭靖黄荣虽然死守 却终是无力回天 只好将平生所学暗藏在屠龙刀 以天剑之中 期望有缘人得知 光复江山 江湖传言 如今却因着屠龙宝刀出世 引起血雨腥风 无数侠义之士命丧于此 这挥袍道长偶然间得到这把屠龙刀 痛恨其危害武林 当即就要带回武当山处置 此人便是武当三侠 于代言 却看这船行术里 将面上一道浓雾而至 于代言来不及思索 就看一艘大翻船迎面撞来 一跃而起 盲踢一口真气 双脚朝船板一戒链 双臂急震 当即施展那武当踢云纵 跟着右向前窜竖掌 终于落上了翻船甲板 此时就看从后方飞来一人 来人正是天鹰叫鹰野王 其目的自是要于三侠交出屠龙刀 这般力气落在你这等 银狠狡诈的人手上 岂不为获无穷啊 敬酒不吃是罚酒 说罢就看鹰野王飞身窜上 却看于代言步履轻银 伸手矫剑 这玄虚刀法和阵山掌 本就是于三侠成名绝技 不出片刻 便将这鹰野王制服刀下 可他怎会知道 这是他最后一次施展拳脚 就看鹰野王嘴角一抽 将头偏过 身后竟飞出竖道牛毛细针 这闻虚针速度极快 于三侠来不及躲闪变中了套 紧接鹰野王一掌开来 于三侠便晕厥过去 抛弃于山谷之中 若不是张翠山张武侠及时发现 怕是性命难保 饶是如此 待张翠山将于代言带回武当山 众人一番查看 却发现于代言手脚关节尽碎 是少年大力金刚尺 十日正逢张三封八十大寿 爱徒却惨遭毒手 尽管耗尽真气为其疗伤 却也只是逼出了 藏在体内的三枚纹虚针 而这手脚筋 张真人一时无力回天 只恐下半身须在轮椅上渡过 张翠山满怀伤痛恼怒 难以发泄 悄悄离开武当 决意前往天鹰教 替于三哥出一口恶气 那日江湖咽语 张翠山偷偷下山寻找于三哥被害真相 正想在这周中问询消息 可朦胧月光下的素衣少女 竟亲力的不可放物 张翠山怦然心动 义势哽咽不知该说什么 不想这女子倒是主动大方 撑起一把油纸小伞 一把纸伞 一幅山水画 一句斜风细语不虚规 让这个文质彬彬的侠士 恍若找到知音 两人论起诗词说起书话 谈话之间 无意间看到女子手臂上 留着的三只梅花镖 少林梅花镖 方才之竟是这女子 命龙门镖局将于代言送回武当 却又因途中撞见 有人冒充武当七侠 欲加害于代言 女子出手相救 却奈何武功不济 被为首之人用梅花镖伤了手臂 张翠山闻言心中感激 本要出手帮其摇伤 却又听女子说道 她因此图了龙门镖局满门 张翠山心中不悦 这等行径 和那邪魔歪道有何区别 是他们保护于三侠不利在心 那也不得随便杀人啊 音速所哪里听得了这样说脚 心生怒气 你是在教训我吗 我长这么大了 还从来没被人教训过呢 张武侠大人大义 我这般心狠手拉之辈 怎配与你结交 张翠山眼看女子手臂 毒性快要发作 便想先行帮她疗伤 却口中还嘟囔着 冤有头债有主 何必滥杀无辜 音速所以是个刚烈的女子 直接给了张翠山 一个大嘴巴子 我自己找死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张翠山从来没有见过 像你这么无理任性的姑娘 那你今天就是见到了 张翠山本想出门一走了之 却又觉得于心不忍 当下又返回传仓 我倒想见识见识 你这姑娘到底有多无理任性 只看张翠山从袖中 拿出一瓶丹药 打想音速所忽然说了一句 你不认错 我便不要你救 张翠山心中一正 这一幕像急了被女朋友压制的你 虽然不知自己错在哪里 但她还是举起了右手 皇天在上 江神在下 今日我张翠山就像音 音速所 音速所道歉 誓言落下 音速所才贪软地倒在张翠山怀中 音速所娇艳无伦 张翠山血气方刚 这淡淡地幽香起来 让那颗懵懂爱情的种子 获得成长开挂的机会 张翠山满脸羞愧 当即起身告辞而去 不想刺日王盘山上 在于音速所 方才知她是天鹰教紫薇堂堂主 只见她手握屠龙刀 将这屠龙刀挥舞起来 一招上骨披衫 吃得一声清响 便将这大鼎一批为二 武林至尊 宝刀屠龙 号令天下 莫敢不从 音速所本想将这海沙派 神泉门 聚精帮收入麾下 乃至忽然传来一阵事后咆哮 镇的场中众人心脉沸腾 只是一招 便将这图龙刀夺至手上 只看来人身材魁维异常 满头黄发 散屁尖头 眼睛闭油油的发光 长相却有两分四那金轮法王 果真天道好轮回 此人便是金毛狮王 谢迅 这刀是我天鹰教 这刀是你们造的 这把刀是你们从别人手里抢来的 如今落在我谢迅的手里 那就是我的天空地道 我再说一遍 这刀是我天鹰教 尽管鹰素素手上功夫不弱 伸手矫健轻盈 面对手持屠龙刀的狮王 依旧无法跑得半分便宜 被狮王直接震飞出去 幸好张翠山眼击手快 一把拉扯住鹰素素 四目相对 双甲晕红 大势娇羞 张翠山面一春花 好生欢喜 此时这海沙 神泉 巨精 三派掌门一同而上 本以为情服谢迅轻而易举 哪想这三人实在不堪 竟被谢迅一招摔僵出去 眼看谢迅要将场上之人全部投资 就看张翠山忽然站了出来 提出要与谢迅比斗一场 张三峰开创宗派 想必在武学上面有独特的造语 张武侠你擅长什么 谢某倒要领教一家 鹰素素一听心中着急 斥责张翠山怎可如此无貌 却看张翠山倾靠鹰素素耳旁 赶紧走 有多远走多远 张翠山为救下王盘山上这帮路人 竟要与谢迅一较高低 谢迅哪里瞧得上这青年小道 却看张翠山将手中宝剑处在地上 吻了吻心神说道 谢迅按道不妙 这张翠山江湖人称银沟铁花 精通这书画之道 哪是我这莽夫能相提并论 就看张翠山在场中太极其手 脑海中吸一口气 猛得李双脚一撑 提身而起 双手便朝着地面快速拍去 但见地面石屑纷纷开裂 或如灵蛇盘腾 或如猛兽毅力 顷刻之间便跃至一旁 一道掌风拍出 只见地上赫然写着 武林至尊 宝刀屠龙 号令天下 莫敢不从 以天不出 谁已争锋 虽然张翠山功力尚浅 笔画入世不深 却在一笔一画中蕴含武学大道 有情史 有韵味 我写不出来 谢某佩服 谢迅虽然认输 却不同意放过场上众人 但先前已答应张翠山赌约 又怎好耍赖 当即点注张翠山和音速速学道 让其暂且失聪 而后一跃而起 朝着众人便发出那诗吼咆哮 众人不之所以 竟显错愕之色 紧跟着脸色扭曲 痛苦难当 晚似全身在遭受苦行 又过片刻 一个个先后倒地 倒飞出去 这一生是吼功 竟让所有人从此双目失明 双耳失聪 虽无直接杀害 但醒后也将神经错乱 成了疯子 转眼之间 就见谢迅带着张翠山二人 在一艘大船上 二人还以为是要返回中原 却不想谢迅竟是要找一座 无人荒岛 研究这屠龙刀中的奥秘 那如果十年八年 你还想出来刀中的秘密呢 那你们就陪我十年八年 我在王攀山的时候 看得出来 你们二位在危难之时 关切之情一言两 二位有狼才女猫 如果到了荒岛之上 你们皆为夫妻 生儿育女 岂不美哉 张翠山自是心中不愿 思索着要如何脱身 于是晚上趁给 音速速盖被之际 用独特的方式唤醒音速速 我不是有意的 我先叫醒他 然后和他比拼掌位 你在一旁用暗器注目 但是千万不能下毒 咱们俩以二胜一 已经是胜之不武了 南翔两人的密谋 被谢迅听得一清二楚 如果你们想偷信 可能有一些机会 可非得要什么 正大光明 保全你们名门正派的 侠义之风 既然你想试试 谢某便奉陪到底 张翠山在他说话之时 便以凝聚真气 虽知晓谢迅武仪高强 但心想凭借这武当免长 也能挨的片刻 哪想实力实在过于悬殊 谢迅这排山倒海般的气伤拳 早已将张翠山压得传不过起来 本以为音速速会将那暗器使出 哪知道他却忽然改口 答应谢迅在荒岛上陪他一年半载 甚至还用张翠山性命发誓 谢迅哈哈一笑 当即撤去掌力 张翠山却百思不得其解 此刻头顶忽然乌云满天 大雨如注 四下里波涛山里 电闪雷鸣之际 谢迅竟忽然失去了理智 脑海中浮现的都是自家满门被图的画面 大骂苍天 仰天咆哮 张翠山担心音速速有难 当即拔剑出手 与谢迅扭打起来 可张翠山本就不是谢迅对手 如今谢迅又神志不清 更是难以抵挡 正当谢迅要一刀劈了张翠山之际 音速速果断射出暗器 竟直接将谢迅双眼射下 谢迅恼羞成怒 拿起屠龙刀便砍出志强一击 刀声中又加着疾风呼啸 其气势犹如地裂山崩 竟将这大船直接击成粉碎 张翠山和音速速沉入大海 本以为要命丧于此 不想海面上竟飘来一块浮冰 想必是命不该绝 两人坐在浮冰上一路飘零 竟意外来到一处无人荒岛 经历生死考验 两人爱情迅速升温 虽是正邪殊途 可当真爱来临 一切都显得不是那么重要 也许这就是命吧 从今以后 江湖上再也没有张翠山和音速速了 那我们就在这里 一生一世都不要分开了 就如此 张翠山和音速速结为夫妻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老天保佑 愿我二人 生生世世 勇为夫妇 本以为生活能如此这般平静 天天这日 两人正在河边觅食 却看远处走来一人 此人正是金毛狮王谢迅 不想这谢迅在海上漂浮多日 也来到此地 虽说三人之前有过恩怨 却也并无深仇大恨 张翠山一时心软 便与谢迅一起在这冰火岛上生活 不多时 殷速速便发觉自己怀有身孕 我要登堤了 我太高兴了 哈哈哈哈 这或许是张翠山此生最快乐的时光 转眼十月 空中忽然电闪雷铃 每逢此景 谢迅就会精神错乱 神志不清 偏偏此时 殷速速尽要临盆 那撕心裂肺的喊叫 加速激怒了谢迅的发狂 可谢迅此刻哪里听得进去 挥刀便朝着张翠山劈去 谢迅这一纵运 势道极猛 一拳便将张翠山击飞出去 眼看谢迅朝着殷速速步步走去 手中屠龙刀正要落下 张翠山拼尽全力 挡在殷速速身前 可张翠山又怎会是谢迅对手 尽管将浑身谢迅使出 却依旧无法挨的片刻 便被谢迅用刀架在了脖子上 张翠山心中一酸 想起今日和殷速速速速度 竟不能见一眼那位出事的孩儿 殷速速一事焦急万分 加上内附中疼痛不断加剧 殷速速只能是大声嘶喊 忽然一道婴儿的啼哭声传来 谢迅心中一正 这声啼哭竟唤醒谢迅的神智 方才知晓 自己刚才竟显鲜酿成大火 两人看着石床上的婴儿 这才舒一口气 男孩女孩 男孩 长得像谁 像妈妈多谢 大眼睛 希望她长大以后多富多瘦 少受灾难 殷速速心中不解 难不成这孩子的面相不好吗 孩子像你 长得太过俊俏 将来长大成人入世 难免多受灾难 此时张翠珊提出 要谢迅替孩子取个名字 殷速速紧接着说道 要谢迅收下这孩子做义子 谢迅心中大为感动 想不到两人不计前嫌 当即要与二人一劫进来 随后将自己的凄惨遭遇 向两人诉说 我的孩子被别人摔死 被摔得血肉模糊 如果他还活着 今天我一十八岁 我会把病生的武功都传授给他 绝对不会输给你们 无当其想 那你就把他收作义子 咱们就让他改宗 姓谢 真的吗 你们肯让你们的孩子姓谢 我那死去的孩子叫 谢武济 如果你喜欢 咱们就把这个孩子叫做 谢武济 谢迅不由地喜极而泣 将孩子抱在壁中 双手发颤 又紧张说道 你快抱回去 别让我这么样吓坏了他 我孩子饿了 他娘给他喂奶吧 说吧就要出去实践柴虎 让殷素素好生休息 暂且让这谢武济慢慢成长 几人上还不知 如今的江湖上早已是新风训 俄美掌门灭绝师太 为什么叫自己灭绝 灭绝 是我对天下苍生 许下的承诺 对这些邪魔外道 灭之绝之 这日 灭绝师太带着一帮小妮子 竟出现在花柳之地 这管辖妈妈见如此多 貌美如花的姑娘来找工作 不由喜笑颜开 却看灭绝师太大声说道 我是来讨人的 天鹰教 神蛇谈谈主 两招吧 原来 此地正是天鹰教 安插在江湖中的眼线 而灭绝来此 却是为了寻找 自己的好徒儿丁敏君 而师太的功夫意识深不可测 一招内惊外放 便将场上众人震飞 却不想从后方又飞出一人 此人便是这天鹰教英眼望 素纹峨眉弟子 灭绝可气不可辱 当即浮沉一挥 一张桌子同空飞去 鹰野王也算是天鹰教的一把好手 本以为这师太没有以天剑在手 能比较一二 却不想还是低估了灭绝的实力 仅是一招便被震退出去 师太带着众人来到一处地窖 找到被关押的丁敏君 继小福心地善良 关切询问大师姐伤势 却不想这丁敏君眼神一合 想不到这女子尽此般泼辣 此时屋外又来一人 只见此人长眉胜血 鼻似阴沟 谋入冷殿 气势射人 你就是阴天正 师太 果然是名不虚传 今日你指使你的这些弟 四处窥似 骚扰本教 你这么做 只会自取其辱 看来今日 你我一战 在所难免 我阴天正 将来不会欺负女人 我让师太三招 请 话音刚落 就看这二人腾空跃起 将四周灯筑打翻在地 形成一座擂台 这高手较量 果然讲究 只看这灭绝一把 浮沉拿手间 云游八方杜孝贤 甩扫蝉蹦点 批挑 赶风填海地翻天 而这白眉英王意识不弱 手上鹰爪公文明将 瞻一好脉 分金错骨 五指如铁爪钢钩 竟与灭绝不相伯仲 灭绝事态 看来你我今日 很难分出高地 仁义得悔 何不就此说罢呢 说得已是 我们走 话虽如此 却看两人都受了不小的内伤 而灭绝所受伤势更是不轻 要不是当年 我丢失了本派祖传的倚天剑 与额眉的剑法 今日一战必定能够 把那魔头除掉 师父 您的剑法独步天下 其实不一定要有倚天剑 才能发挥作用 弟子不过是略通皮毛 却已经受益匪浅了 要不是你学意不经 今天怎么会落到 那个魔头的手上呢 小福啊 你给各位师姐说说 以我们峨眉的武功 加上一天剑 怎么样 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极小服务性极高 虽是入门最晚 却深得灭绝看中 一旁的大师姐丁敏君见证 心中暗暗生恨 待灭绝恢复体内伤势 准备带众人去寻找屠龙刀之时 却看到一处九四门外 竟待站着几人 仔细一看 竟是快刀堂堂主 曹邦帮主 几人皆是灭绝事态好友 灭绝见状大惊 慌忙上前替众人解学 哪知晓竟毫无反应 师父 学到为什么解不开 灭绝心中正疑惑 却听二楼传来一道情音 众人战战兢兢 持剑上楼 待看清眼前之人 竟是个儒雅少年 眼神中充满傲气和张魄 杨霄 名叫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光明佐世 杨霄 杨霄 峨眉派众人一听眼前之人 便是杨霄 当即拔剑乡下 却看杨霄直接挥手 将酒坛飞出 只看灭绝事态毫不慌张 用浮沉将酒坛揽住 师太 请 师父 小心有诈 丫头 有诈 季晓伏面露怒气 哪知杨霄却玩味一笑 这灭绝也不含糊 竟当着弟子们的面 开了酒界 不愧为一代宗师 就看灭绝将这酒坛朝着杨霄置去 而杨霄却只是略为出手 生怕乱了发型 随后用力一捏 便将酒坛打碎 紧接腾空跃起 一招一试 尽显能装 以贤为剑 内境杀人 只看这地面木板全部飞起 朝着灭绝就席卷而去 这师太道也不示弱 反手扶尘 迎风飞出 灭绝也不曾想到 这杨霄竟会把自己和孤红子的风流运势说出 是可忍孰不可忍 灭绝当即朝着杨霄出手而去 本以为这峨眉一派掌门自有寻常之处 只看其扶尘舞动 朝时大开大合 却不想这次没有以天见尽如此不堪 只看杨霄依旧是那样轻松自如 仿如只是陪着师太王二 眼看灭绝已经落下风 季晓福担心师父安危 提剑出手而去 而就是如此一眼 天若惊鸿 宛若犹容 这一瞬间 杨霄怦然心动 可眼下这师太依旧不愿罢休 飞身攻去 却看杨霄竟将季晓福作为人质 直接用剑抵住季晓福咽喉 杨霄 他可是我师父最疼爱的弟子 只要是少了一根头发 我们轮眉上下化为厉鬼也不会饶了你 爱徒啊 灭绝不堪受辱 虽明知不敌 却也不能在众弟子面前施了威风 将这一地酒坛击出 正好被杨霄利用 一箭粉碎 碎片纷飞 众人大惊失色 纷纷抵御 而这碎片竟将周围被典学之人 学位尽数解态 屠龙岛在白龟兽呢 白龟兽在黄石坡避世 各位朋友 仙道仙德 众人一听 自是不愿理会这峨眉所事 全都朝着黄石坡感觉 灭绝面露犹豫 心中却输了口气 总算能有个像样的台阶 当即也不管自己爱徒死活 带着众人离开此处 纪晓福心中难受 师父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他的爱徒 却在如此关头 弃自己而不顾 却也无可奈何 只好任由杨霄将自己报复住主 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眼前之人似乎并没有像江湖传言那般 霸占名女 下流至极 我杨霄从来不用强的 我相信有一天你会自愿追随 你做梦 纪晓福虽嘴上倔强 可多日相处 欲发觉得眼前之人非同一般 杨霄将一小女孩托付纪晓福照顾 无意间看到女孩身上竟伤痕累累 纪晓福斥责杨霄为何如此狠 她的父母就被几个你们九门七帮的人联手情货虐杀 他们居然狠毒到连一个小孩都不放 为的就是让我落面 明门正态 那几个道貌岸然的明门正态 先是把她的耳朵给扭露 才虐打了她一番 要不是因为我及时赶到 她连命都没有 这就是江湖 杨霄的这番言论 直接击碎自己的三观 自此 纪晓福对杨霄也不再像先前那般排斥 甚至还约杨霄一起共赌餐 纵使杨霄平日里如何的冷峻 桀骜 在纪晓福的面前 一样化围绕纸容 要么你跟我回郭明顶 做 做我的人 什么做你的人 你要是敢碰我的话 我就跟你拼了 到凌空同峨眉昆仑齐俱武当山 假借败寿之名 实则为逼迫张翠山说出金毛狮王下落 而此时 屋内的几位师兄弟正在商议如何应敌 如今于代言已是残废 真武七结阵无法成行 宋远桥便提议让殷素素暂提于代言之位 眼下大敌当前 于代言也别无他法 当即将这真武七结阵的步伐方位传授殷素素 多谢三哥 乃至这一声多谢 让于代言瞬间崩溃 这声音 与当年用文须真打伤自己之人别无太义 虽看不清当日那人容貌 可这声音自己记得是清清楚楚 五弟妹 你且走进行 让三哥好好瞧一瞧 三哥果然厉害 不但记得我的声音 就连那日的一字一句都记得这般清楚 殷素素心知已无法隐瞒 但一想到身旁的张翠珊 五哥一直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我是怕他知道以后 从此再也不理我 只看于代言忍生说道 不要再说了 承回许子 我已经是个废人了 看张翠珊和殷素素已结为夫妇 往事又何必去追 本想就此了知 可殷素素自知无言面对 当众承认是自己害的于三哥如此 你不要再说 不 三哥 三哥 张翠珊心中伤痛 想不到自己心心爱爱的妻子 竟欺骗了自己整整十年 质问殷素素为何要如此 殷素素虽是深爱张翠珊 可又深知这武当妻侠一字当先 你我十年夫妻 你对我情深义重 我死而无好 今日你就杀了我 替你三哥报仇 你却你武当妻侠之意 张翠珊接过剑来 一剑便要刺去 可以想到十年来的柔情秘义 夫妻恩爱 这一剑又如何刺得下手 自古中一男两拳 转身夺门而出 跪在张三丰面前 弟子自知愧对武当 有福施恩 但祈求师父救回我那无忌孩儿性命 说罢便连刻三头 向天举剑划长空 三尺长剑战不尽江湖恩怨 张翠珊最后看了眼阴素素 便横过长剑 朝自己锦上一滑 鲜血迸剑 灯石毕命 师兄弟们大惊失色 而然此刻最难受的 莫过于殷素素 此时呼听闻钟楼上传来一声响 张三丰二话不说 提气飞升 速度极快朝着玄冥二老飞去 一掌便让这丝口吐芬芳 本想发泄心中怒气 却不想这四镜将张无忌推出 顺势朝起后背拍出一掌 便仓皇逃去 殷素素见儿子平安归来 丈夫却被这五大派逼死 眼神中尽是恨你 你看看这些人 是他们彼此你贴的 你要记得他们每一个人的脸 他们每一个人的双手 都有你贴的血 话虽如此 可他又怎会不知 这帮人的来意 当即便要说出谢迅下落 但只能说给德高望重的空文方丈 夫人 你要是早一点说出来 张无侠也就不会过世了 想不到这四大皆空 也不过二 只看殷素素在方丈耳边张口闭口 却未发出一点声响 谢迅就在那儿 你们自己去找吧 空文还觉疑惑 却已被其他门派团团围住 可探索为名门 张无忌心中不解 娘亲为何要说出衣服下落 只看殷素素摇了摇头 说出那句让无数人记住 偏偏张无忌记不住的话 说着就看殷素素气然一笑 最后躺在张翠山怀中 一遍遍回想着两人在冰火岛上的快乐 忽然双手一松 殷素素便与张翠山共赴黄泉 仅是片刻 张无忌便失去至亲 伤心欲绝 直接昏倒过去 张三丰不断输入真气 却看张无忌仍然浑身颤抖 小男孩身中学名神掌 即便是武学宗师张三丰也束手无策 只好带着他到少林寻求帮助 可这掌门方丈却因张三丰曾是少林叛徒 竟无视慈悲之心 张无忌甚是恼怒 想不到这出家之人尽此般狭隘心胸 更不愿张三丰为了自己对这帮人卑躬屈膝 偷摸留下一封离别信后 便独自找到一处山 等待厄运来临 无意间遇见了名教常玉春 只因他曾受过张三丰救命之恩 为报答恩情 便带着张无忌前去寻找叠谷一仙胡青牛 不想这一仙脾气甚是古怪 若非名教中人 见死不救 当得知眼前这小孩是武当之人 自是不愿理会 而此时常玉春又身中西域翻僧的结心掌 倘若七日内得不到救治 便会暴毙而亡 常玉春为感念张三丰恩情 甘愿以命换命 要胡青牛救治张无忌 哪知胡青牛却依旧不为所动 常拉克 但我张无忌是卑鄙小人吗 你拿自己的性命来换我的命 我就算活着 用什么意思 我不要你救 胡青牛哪想一乳秀未干的小孩 也敢出言嘲讽 当即便将长玉春阵退屋案 什么狗屁一仙 你根本连一生都不配做 胡青牛正想诚挚 无意间摸到张无忌经脉 只觉他脉搏跳动甚是奇特 不由的一惊 在宁神大脉 确定这娃娃竟是中了失传已久的玄冥神长 胡青牛毕生潜心医术 医术造诣神乎奇迹 但这玄冥神长所发寒毒 他一生之中从未遇到过 更何况张无忌中此剧毒 五脏六腑近远 却仍活于世 这等怪证物 让胡青牛心仰难耐 当即用那金针在张无忌丹田之下 十二处大学赐侠 让他十二经常卖和奇经八卖无法互通 暂时隔离毒性循环 这世上恐怕也只有我会赐书 胡青牛心中得意 毫不理会张无忌是否疼痛 就用尘埃将他针灸之处 烧得焦黑 十二经常卖犹如江河 川流不息 其经八卖犹如湖海 续藏基柱 虽然无法去除张无忌体内寒毒 可到了夜里 张无忌明显是面路好转 长玉春心中欢喜 自己总算没有辜负张三松所托 如此又过一日 张无忌体内寒毒又减轻半分 可眼下长玉春性命危矣 胡青牛又铁了心见死不救 张无忌无奈 只好侧面问询胡青牛经脉之道 胡青牛猜到其用意 只是给了一本 带卖论 让张无忌好好研究 张无忌不敢耽误 仔细研读 探寻人体经脉奥义 如此直至天黑 胡青牛见这娃娃竟然如此倔强 不由心生喜怒 又听张无忌各种请教不解之处 还说出自己的认知 让胡青牛也不由钦佩 你可太有意思了 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见识 难得 难得 说罢就看胡青牛从柜子中拿出一本 子五真酒精 此乃胡青牛必胜心血 见张无忌天赋一顶 当即赠予张无忌 张无忌翻江开来 见其中竟记载各类掌法的疗伤之道 翻越之间 赫然出现了杰心掌 张无忌心中大喜 当下立即找到常玉春分享喜悦 只看书中对杰心掌的掌力论述甚是详细 但治法却说得极为简略 无奈之下 张无忌又只好找到胡青牛 询问什么叫做与阴阳五行之变 你还不如直接问我常玉春的病怎么治好呢 胡青牛自是故意不宜解释 只是让他自行翻越纳 皇帝内经 话陀内招图等一众医书 除了那个杰心掌的衣法 别的 我是永问必答 张无忌无奈 只好眉头眉脑地乱读一通 虽然记了一脑子的伊犁草方 但一道奥义和等精妙 又岂能在数天之内便能融会贯通 眼下已过了六天 常玉春体内毒性已入侵五脏 再拖下去 必是回天无力 张无忌双手颤抖 战战兢兢地拿起一枚金针 朝着他的官员学便刺了下去 可张无忌哪里练过失针之法 一针下去 这针灯十万了 而常玉春的官员学上 竟只留下一道鲜血 这官员学乃人生要害 如此下去 定要隐蔽 当即询问蝶谷一仙胡青牛就知之道 胡青牛出了名的见死不救 即便张无忌提出一命换一命 都无济于事 张无忌明白再多说也不过白费时间 心想既然这金针太软 自己用不明白 索性拔出几根竹签子 朝着常玉春的 中庭 官员 天池等穴道中扎了下去 不想这竹签刺入穴道后 竟不流血 只是片刻 就看常玉春起身 喷出几大口黑血来 一旁胡青牛也闻之感叹 想不到张无忌小小年纪 竟有此般破例 转眼几日 常玉春体内淤毒已清得差不多 当下就要上午当山向张三丰汇报情况 让张无忌暂且在此医治玄名神掌 如此数月 胡青牛每日替张无忌施针用药 而张无忌则每日研习一书 不绝间竟瘦了几分 本以为一切会向好发展 却不想突然一天 蝴蝶谷中来了一对母女 来人正是纪小福和杨不惠 他们中了金花婆婆的毒害 来此寻找胡青牛救治 可这金花婆婆竟也一道寻来 她来此自是为了复仇 只因胡青牛曾对她的丈夫见死不救 如今自己神功已成 自是要来一雪前耻 哪知刚进房内 却看到胡青牛满脸黑气 呼吸微弱 原来就在刚刚 她已服下三重三花肚 命丧于此 金花婆婆说 罢便转身离去 只留下张无忌心中难受 虽说此人每月念叨着要救活自己 再杀了自己 可张无忌明白 胡青牛本心并不坏 无意之间张无忌竟发现 胡青牛脉搏竟有微弱跳动 心中大惊 忙举牛黄血结丹和玉龙苏和散被她服下 忙活了许久 胡青牛才悠悠行转 胡青牛也想不到自己这老命 竟是被这小娃娃所救 心中感念万分 可又忽然想到那金花婆婆可不会轻易上当 胡青牛担心金花婆婆去而复乃 当即决定要带着妻子归隐山林 说吧还将自己的毕生心血锁住一书 送给张无忌 虽无法彻底根治玄冥神长之毒 但此举意是让张无忌心中感动 当即替这两位立了棺木 造成胡青牛真死假象 正当张无忌心中感叹 自己不过一年受命 也该替自己造一座墓穴 可就在此时 呼听一道咳嗽声传来 来人正是那金花婆婆 而这婆婆来此有两个目的 一是确定胡青牛是否真死 二是自己的徒弟猪儿 见张无忌长得眉青木秀 心中喜欢得紧 要金花婆婆带张无忌回灵蛇岛去 谈话间 竟知晓张无忌便是张翠山之后 当下心中一喜 赶忙问道 张无忌一听便知这婆婆 定是不怀好意 转身便要跑去 可自己哪里跑得出去 若不是纪小福及时出来 拦住金花婆婆 怕真是要回灵蛇岛 和猪儿没羞没骚 可纪小福的武功等就低微 哪里会是金花婆婆对手 转眼就被这婆婆打倒在地 眼看猪儿就要抢拉着张无忌离开 此时就听屋外传来一道声响 小福 你个胆子呢 仔细一看 来人竟是峨眉派灭绝师太 金花婆婆 你不在灵蛇岛纳鼓 怎么跑到这里来欺负小孩子呢 灭绝师太 我要收徒儿 你又何必多管闲事 我没有要拜师 是他一样拉我走了 你看 这孩子都不愿意 你何必强人所难呢 当年郭襄女侠剑法名动天下 不知传到你这些徒孙手上 还剩下多少功夫 你放心 就算只剩下一程功夫 也足够对付你们这些邪魔外道 老太婆 竟敢对我师父无礼 丁敏君不知金花婆婆厉害 右手拔剑就朝金花婆婆刺拳 这婆婆满脸不屑 手中拐杖一条 便让丁敏君长剑脱手 顺势一顶便将丁敏君震退数十步 只看灭绝师太轻轻拖住丁敏君 而后快速飞身跃起 将空中长剑接过 横扫剑峰朝着金花婆婆攻去 婆婆双眼凝视 倒也不敢轻视这师太 举起手中拐杖 往剑身上几点 只看长剑抖动 师太身随剑走 如电光火石般游动 脚步未定 剑招先到 金花婆婆举杖横扫 倒转拐杖 招招往她剑刃上砸去 如此拆解数十余招 谁都不敢轻敌 猛然听见咔嚓咔嚓一阵声响 剑杖相交 长剑竟被拐杖震成碎片 若不是习德波香祖师传承下来的四象掌 暗藏天地阴阳 方圆动静四象 若练至大成 比肩乾坤大挪移 可惜灭绝师太不过休息皮毛 险些不敌金花婆婆 差一点连拔剑的机会都不再有 就凭你这些破头乱体 还想跟我斗 不入流的兵人 的确不配 与高人较量 灭绝一个眼神 就看身后弟子拿出一个剑侠 会去包裹绒皮 取出一柄四尺来长的古剑 剑鞘隐隐散发轻气 一可剑气不凡 剑未出鞘 便卷起无尽落叶 灭绝持剑在手 仿若天下我有 仅是一个照面 竟将金花婆婆手中置地 极硬的拐杖削成两截 此剑名唤一天 可与屠龙争锋 金花婆婆心中大害 却又心生好奇 询问能否见识这剑锋的模样 此剑出鞘之后 不见人喜便不还鞘 我劝你还是不见罢了 金花婆婆心头大震 这峨眉一派掌门 本非泛泛 如今又有力气在手 便招呼着阿丽快撤 可这女娃娃对张无忌是欢喜得很 拽着张无忌死胡放手 若不是张无忌狠狠 朝着阿丽咬伤一口 怕是要吃定张无忌了 张无忌可不会想到 这牌牙印将会让这女娃纪念一生 金花婆婆离去 眼下自是要先清理门户 季师妹 诗门中第三戒是什么 剑银邪放头 第六戒又是什么 剑心向外日盗反诗门 唯戒者该如何处置 季小福这才坦言说道 自己当日被杨潇如走 自己虽心中不怨 可挡不住杨潇英俊风流 最终还是失身于她 且还怀了此人骨肉 自觉有辱师门 会对英六侠 自此隐姓埋眠 灭绝初识听完 只觉是杨潇英险下流 害了自己可怜的妥儿 却不想一旁丁敏君喋喋不休 故意询问季小福女儿性 第一次的女儿 叫做不悔 不悔不悔 至死不悔 真够情深意重的 此言一出 灭绝师太心头大震 当即驱走房内众人 要和季小福单独谈话 想那杨潇当年 害死灭绝师太的心上人孤红子 灭绝与杨潇不共戴天 只看灭绝将手中掌门铁指环拿出 只要季小福答应向那杨潇示好 再趁其不备将她杀之 事成之后 你回了峨眉 到时候 一天见 还有掌门之尾 都是属于你的 季小福甚是惶恐 慌忙解释 师伯 他当日是郁郁耳中 并非被杨潇所杀 杨潇 对并不是师父所说的这些小人呢 你胡说 你已经被杨潇 迷惑住了 我问你 杀 还是不杀 灭绝师太要季小福手刃杨潇 却不想季小福宁死不屈 灭绝师太心中一合 若不能为我所用 何必活于世间 当下举起那峨眉四项掌 一掌朝着季小福脑门拍去 季小福晃也不晃 静止倒了下去 没想到向来最疼爱自己的师父 也能这般辛苦 在灭绝等人走后 张无忌才敢从草垛中出来 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季小福 杨不轨还不知发生何事 只是嚎啕大哭 张无忌忙在他挤出大雪点下 才让季小福暂且回过一口气来 低声交代张无忌 要他将杨不悔送去昆仑山坐望峰 交给他父亲杨潇抚养 说罢给了张无忌一枚圣火令 变头一片 气绝而亡 张无忌带着杨不悔一路西行 穿雪山 越沙漠 一路艰星 总算是走到这昆仑山脉 两人正在坐望峰山脚休息 呼见前方竟有二人 仔细一看 不正是当日在武当逼死 自己父亲的何太冲 只见此人正在埋地雷 一旁女子便是她的夫人 班淑贤 这才得知 两人竟想在此埋伏杨潇 不过片刻 就看一不一书生款款走了 此人正是杨潇 眼看杨潇就要踩上这雷子 张无忌放声大喊 你不要过来 有人要按钻你 何太冲不知有此变故 立即射出弩箭 就看杨潇嘴角微微一勾 借着炸雷的气浪腾空跃起 然后飞快地向后顿去 何太冲夫妇持剑飞身向前 就朝着杨潇刺去 这昆仑两仪剑法虽然精妙 可这二人功夫着实低威 要不然也不能想出用地雷这种招式 杨潇送其二字 正够下三了 不出片刻 两人的两仪剑法就被杨潇看破 手指夹住剑锋 直指二人咽喉 两人心头一震 就被杨潇一掌拍飞出去 这铁琴先生更是口吐一抹烟火 躲在一旁的张无忌看杨潇无事 自视心头一喜 拉着杨不悔就来认清 杨潇杨伯伯吗 说罢便要身旁的不悔喊杨潇爹爹 杨潇心中纳闷 自己何时多出来这么大的闺女 一番询问 再看到杨不悔胸口悬挂的圣火力 这才确信 当听闻纪晓福已死 杨潇更是心中难受 一个亮相 险些站不稳 脑海中回忆的都是两人曾经的美好 我杨潇此生 只要你计巧分一个女人 一旁的何泰冲夫妇见杨潇呆滞 捡起身旁利剑就朝着杨潇飞去 杨潇此刻正愁无处发泄 一把抓住两人的剑锋 奋力一折 竟直接将这利剑折断 强大内劲让二人再次倒飞 眼看自己不是杨潇对手 这堂堂昆仑掌门竟直接落荒逃去 如今张无忌已完成支线任务 自然不可在此逗留 当即就要向杨潇二人告别 杨潇送给张无忌一件单薄衣服一事感谢 不会说你怕老 张无忌接过衣物 再次踏上了他的漫漫江湖路 一晃十余仔 张无忌转眼便长大成人 成为一个俊俏的帅小伙 而这天 搞火无意间摔落万丈深渊 竟大难不死 想不到半山腰上竟有一块平台 平台中有一个洞穴 张无忌在这狭小的洞穴中爬行树丈 忽然眼前传来一道光亮 只看此地清幽花香 鲜果玄之 哪想到在这洞穴之后 竟会有这样一个洞天福地 张无忌心中大喜 心想自己反正也就只剩一年寿命 能在如此一方世外桃源等死 也算上苍恩词 如此过了数日 这天张无忌正在踩石野果 呼听闻耳旁传来阵阵凄惨的哀嚎 寻声看去 见一头小猴摔在山壁间 一只脚被石头压住 动弹不得 想来是伤了筋骨 张无忌费劲将猴子拉出 替小猴续上腿骨 附近找来些草药 脚烂的给他敷在山处 这小猴居然也只感恩图报 从此以张无忌猴首饰斋 这天张无忌正在酣睡 呼觉一阵毛茸茸的触感起来 张无忌刚睁开眼睛 就被吓了一大跳 眼前一只白色大猿猴 正紧紧盯着自己 一个劲地指着自己的肚子 张无忌满脸惊慌 万分胆怯 却看着猿猴竟躺了下去 一旁小猴壁里巴拉地比划着肚子 张无忌这才知晓 怕是这猿猴肚子不舒服 我帮你看一下 剥开猿猴肚上毛发 只看竟有一道伤疤 轻轻按去 猿猴疼的滋蛙乱叫 再次感受 竟觉这猿猴腹中似乎有东西 可眼下并无衬手的工具 张无忌只好找来一块锋利的石头 对着猿猴伤口缝润之处 慢慢割开 得亏他跟胡青牛学得 一手开刀智商的好本事 这猿猴虽是老迈 但颇有灵性 竟强行忍住 一动也不动 不过片刻 张无忌竟从这猿猴腹中 取出一个油布包裹 心中大惊 但眼下无暇拆解包裹 得赶紧帮这猿猴腹上伤口缝合 一番劳顿后 张无忌才闲下心来查看 只看这包裹中竟藏着四本经书 封面上几个弯曲的文字 一个也不认识 翻开一看 他强由他强 兴风扶山岗 他恨任他恨 宁月赵大娇 他自狠爱他自恶 我自一口真记住 张无忌慢慢送毒 突然心头一震 这竟和太师傅交的武当九阳功 如出一辙 却大不相同 比武当九阳功可厚了不少 这才想到 张三丰曾说过 他的师父绝远 原济之事 曾诵读九阳真经 少林 武当 俄眉各自记得了一部分 而这九阳真经原本 被尹克希和肖香子到此 下落不明 难道这些小子就是完整的九阳神功 小子 你说这经书 为什么在白约腹中呢 算了 这些都不重要 太师傅曾经说过 只要我学会了九阳神功 便能彻底清除体内的寒毒了 张无忌哪里管得许多 反正本就寿命无多 不如搏上一搏 当即口中念诵者 他强由他强 清风扶山等 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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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如此春去秋来一个年头 张无忌便将九阳真经前两卷练习完毕 而距离自己不发身亡的时间 早已过去许久 主任妹妹 你知道吗 我现在练的九阳神功真的好厉害 我才练到第三本 我体内的寒毒就去除七八成了 我想 等我练到第四本的时候 我体内的寒毒就全都好了 等我出去以后 我就能去找我太师傅了 张无忌此刻还不知道 他的指弱妹妹 此时正和灭绝师太商议一桩大事 郭祖师 弟子已经遇到了一位 十年不遇的奇才 我势必要把这一生的绝学 传授给他 绝无保留 师傅 弟子只想终身侍奉师傅 我想当什么掌门 作私进去 你手无心光复峨眉 不如早日离开 我峨眉 没有你这样的弟子 原来你没死啊 为什么说张无忌才是渣男祖师爷 你看他第一次见到猪儿时候 居然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我相信我娘 我去世的娘亲 因为你笑的时候还笑她 猪儿心生不悦 哪有人第一次见面就叫妈 可当得知她母亲是个 绝美天香的大美人时 猪儿又忍不住地面露羞愧 那你娘既是个美人 我这副丑样子 又怎么会像她呢 我也说不上什么缘故 只觉得你们眼神好像 所以我很喜欢看你 真是要向祖师爷叩拜 不仅如此 张无忌还亲手编织一些竹蜻蜓 竹蚂蚱 哄得猪儿心中甚是开心 你为什么要逗我开心啊 因为我看见你的笑傲 我也会高兴的 这是猪儿第一次感到快乐 可偏偏眼前之人叫做曾阿宁 而自己这次千里迢迢来到中原 就是为了寻找那心爱的张无忌 可是 他大概已经死了吧 什么无忌 就是我那个心上人 之前 他重病缠身 我好心带他回灵舍老医治 他却咬了我一口 你说他狠不狠心啊 张无忌这才知道 眼前这个女子 竟是十年前被自己咬了的阿宁 想不到猪儿竟对自己如此情深义重 可眼下不是暴露身份的时候 张无忌只好以曾阿牛的身份安慰猪儿 而猪儿也对眼前这个男人 心中多了两分好感 甚至当得知张无忌曾经被朱九珍欺负 竟趁朱九珍大婚之夜 闯入洞房 我问你 你还记不记得 那个被你害得很惨的曾阿牛 我不认识什么曾阿牛 不待朱九珍说完 猪儿便朝着他杀去 这诡异的功夫自是千猪万毒手 传言此功威力极大 只不过要付出容貌作为代价 就看猪儿一招毒株狩链 潜伏墙角 警戒魔珠出巢穴 放声狂掌 只是轻轻一勾 便让朱九珍躺在地上 无法动弹 听到动静的峨眉派众人纷纷赶来 猪儿本想快步逃走 偏偏被丁敏君和周芷若发现动静 这千猪万毒手本就刚刚入门 自然不是这两人对手 不过片刻 便被几人制服 而猪儿临死之前唯一的心愿 便是再见一面曾阿牛 此时躺在草棚的张无忌 还不知发生何事 只看到猪儿身后静跟着丁敏君 原来你心心念念要见的 就这么一废人了 没错 丑八怪和废人 果真就是天生的一对 此时就听猪儿说道 自己临死之前 要问张无忌最后一个问题 那天你说我们两个人 都是孤苦伶敌 不家可贵 愿意放我一辈子 这句话是出自真心的吗 我是真心的 你当真不嫌我丑 愿意放我一辈子 什么丑不丑美不美 我半点都不放在心上 只要你不嫌弃 我自然也很喜欢 但你可是愿意娶我为妻了 一听此言 张无忌心中疑愣 自己虽然喜欢猪儿 可从未有过成亲的想法 可要如何才不会伤了这妹子的心呢 我成心成意 愿意保护你一辈子不被人欺负 只怕你别说我不配就好了 牛哥 猪儿知道自己面向丑陋 本就不奢望嫁人 但眼前之人对自己如此疼爱 备受安慰 你不嫌我丑 还愿意帮我一辈子 我真的很感激 可我的心 早在几年前 就属于那个人了 那个时候 他上街就不在乎 现在我快死了 他也不会有什么难过 一旁的丁敏君 哪里听得下两人谈情说爱 一把抓住猪儿 就要他交出解药 否则就要让他生不如死 此刻就看张无忌 悄悄运起一道争气 灌入猪儿体内 猪儿顿时感到内力充盈 抬手一掌 竟直接将丁敏君震退出去 直弱 快去把他拿下 张无忌心中一震 莫不是说 眼前这个貌美如花的女子 便是自己朝思暮想的直弱妹妹 张无忌这才知晓 眼前这个妙龄女子 竟是自己朝思暮想的直弱妹妹 本想赶紧搂搂抱抱 可转念一想 自己张无忌的身份不能暴露 现在自己只是增按钮 眼看丁敏君咄咄逼人 对着猪儿招招狠手 自己竟不知道该帮助谁 看着猪儿逐渐不敌 被丁敏君一掌拍飞 眼看长剑即将刺倒 张无忌不再留守 一道九阳真气灌入猪儿体内 猪儿瞬间实力大增 一掌千株万毒手回营 竟直接将丁敏君震飞出去 妖女 你这什么妖功 你管我什么功夫 纸若 快去把他给我杀了 周纸若此刻自然不知 眼前之人就是张无忌 张无忌哪里忍心下手 心中迟疑 任由猪儿和周纸若比动 得亏此时的周纸若 还是心地善良 不忍伤其无辜 故意装作不敌 倒退回去 带着丁敏君就离开此地 猪儿质问张无忌 是不是一见到好看的女人 就走不动路 不然为什么不对周纸若下手 张无忌呵呵一笑 只好转移话题 我笑你说话时的神态 有几分像我娘 真的 我说真的 我娘长得很漂亮 一番红豆 竟让猪儿忘却了此事 但眼下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 灭绝师太绝不会善罢 猪儿立马拉着瘸腿的张无忌 离开此地 经过一场生死考验 猪儿早已对眼前这个男人 倾心仰慕 心中暗想 如若他就是张无忌 那该多好 偏偏此时 灭绝师太带着人追到此处 猪儿将张无忌藏在衣柜之后 独自出去面对灭绝 大声辱骂丁敏君 自己没本事就找师父出面 好不要脸 老子你 我要是你的话 便把这个徒弟逐出师门 对你动手呢 灭绝一看猪儿 使得竟是如此阴狠的功夫 浮沉一挥 便将猪儿打倒在地 丫头 你快点老老实实的 说出你的同伙在哪 要不然我就把你的腿打断 我早说了 他早走了 正当灭绝要一掌拍死猪儿之际 躲在后面的张无忌 及时出声阻止 猪儿是为了我才杀朱九珍的 人有头战有主 你不要杀 别杀了我吧 灭绝师太本想将两人一并杀之 幸好一旁的周芷若于心不忍 他腿受伤了 不过方便行走 这位姑娘又被您所伤 也无力反抗 若是这个时候杀了她们 传出去 恐怕会影响峨眉的名声 我们峨眉是名门正派 做事从来都光明磊落 不趁人之危 等你腿伤好了 我自会好好处置你 就如此 峨眉派众人带着猪儿和张无忌 一起朝着光明顶走去 众人来到一处山谷 呼听阵阵马蹄声传来 当即分散四周埋伏 待看清来人是三个魔教喽罗 也不留守 一道暗器便将三人击倒 原来这三人是名教传信使者 正要敢去光明顶通通报信 正当灭绝要逼问三人 几人却直接咬舌自尽 静玄小事太本想从几人行囊中翻查线索 哪知这包裹中境有有剧毒 静玄一时不查找了导 此毒名换一线盲 毒性极强 即便是灭绝一时无可奈何 本以为这小事太性命难保 此时却看张无忌轻声说道 自己有办法去毒 灭绝本是不信 但眼下也只好让他试试 如果失败 必定让他一同陪葬 就看张无忌掏出几枚金针 暂且压制体内毒性游走 但若想救回这世太性命 则还需要那清新黄魂草 灭绝只好让周芷若陪同张无忌去附近寻找 两人来到一处石壁 四处繁望 就看山腰间就有此物 周芷若心中欢喜 世界总算有救 当即踏步腾空越起 将手中利剑插入石壁 颤颤巍巍地去构置黄魂草 不出意外的话该发生意外 周芷若一个不稳摔了下去 张无忌无暇顾及 扔出手中拐杖就要去救芷若妹妹 就如此 英雄就美 四目相对 甚是娇羞 打层想到 这刚落地 周芷若就持剑指指张无忌 你隐瞒一身功夫 潜伏额眉 有何居心 芷若妹妹 是我 张无忌 当年汗水被犯之恩 永不敢往 无忌哥哥 风中一只穿云剑 六大门派其相见 远赴西域围剿明教 弹剑刀剑飞舞 血肉横剑 情景惨不忍睹 是锐金烈火和洪水三起 好 那今天我就大开沙地 砍出妖魔 明教三起本与空铜 跨山 昏伦不分伯仲 但随着峨眉 武当的加入 战士瞬间倾斜 只见灭绝师太剑法 灵力绝伦 手持以天剑在人群中 肆意碾压 东刺西批 顺西间 树明教中丧生在以天剑下 这锐金骑掌七时装争 本想与灭绝较量 奈何这一天剑着实霸道 竟只是一招 便死在灭绝手中 众人眼睁睁看着装争丧命 非但没有胆怯 反倒一字为先 明教多年来四分五裂 却在此刻团结一心 锐金骑院全部战死 也要剩余二骑撤回总台 不出片刻 场中便只剩下锐金骑十余名好汉 武当英六侠持剑呵斥 如若投降 饶而等不死 你也太想看我们锐金骑了吧 庄大哥一死 我们岂能勾欠投胜 那我就成全你们 灭绝师太懒得废话 飞身一剑斩断此人手臂 眼看众人依旧无人归降 这师太挥手一剑 又将二人手臂斩落 想不到这师太近此番狠辣 就看着为首之人单臂举凶 分我残去 凶凶胜 没想到这帮人竟然此番忠义 可灭绝心中恨透了鸣教 当即命左右将所有人手臂斩断 一旁观战的张无忌实在是鱼心不忍 一声助手 冲进了人群之中 而没派出家之人 怎可这般残暴 邪魔外道 人人得而诛之 有什么残忍不贪忍的 张无忌实在听不下去 举着出魔味道的名号 在此肆意滥杀 这等行径 和那邪魔外道有何区别 臭小子 你竟敢将我师父与妖邪相提并论 丁敏军一掌朝着张无忌后背击去 哪曾想张无忌内力浑厚 直接将丁敏军手上长剑阵落 众人心中大惊 想不到这毫无名声的小辈 竟有这等内功 小子 过来 接我三掌 灭绝心想 既然这丝半猪吃虎 非要逞一时之能 如若能接下三掌 便饶过这帮人信命 我根本不是您的对手 我只求您大发慈悲 体谅上天要好成之德 你别这话 就看这事态出气不易 一掌拍出 张无忌毫无防备 直接被震退数十步 口中吐出一抹烟红 若不是护体的九阳神功 自然发出 怕是根本无法接住这一掌 死不了 灭绝心中疑惑 刚才这飘雪穿云掌 可有自身三成功力 掌中蕴含那家五学之惊傲 这小子竟然没事 就看张无忌又走向前来 还剩两者 您出招吧 就听灭绝口中怒斥一声找死 右手一起 风声烈烈 一招截手九世 直袭张无忌胸口 就看张无忌如同一张纸片般 在空中频频倒飞出去 重重撞在山壁之上 哼的一声 一动也不动地趴在地上 如若死撞 一旁猪尔心急如焚 本要上去查看 却被丁敏君阻拦 猪尔祈求周芷若去看其伤势 可周芷若碍于正派颜念 如何感觉 索性张无忌静动了一下 缓缓起身 盘坐在地 运功了起伤来 各大门派心中震惊 虽说眼前这少年维护魔道 可这等狭义心胸 让人暗中钦佩 此时张无忌体内九阳真气 眼看灭绝师太不愿放过这些名叫叫众 张无忌当即要求 灭绝打出第三掌 不过此刻的张无忌 已不似先前般狼狈 因为就在刚才运功疗伤之际 无意间发觉 灭绝的内功和自己的九阳神功如出一辙 想到真经中记载 他自恨来他自恶 我自一口真气足 豁然开朗 自有信心接下这掌 既然如此 接掌吧 灭绝师太左秀一幅 第三掌正要激出 呼听一道声音传来 就看一人飞身落下 手臂上停留一只黑鹰 来人正是天鹰叫鹰野王 看张无忌舍身护卫名叫叫众 钦佩其狭义之心 自是要出来相救 就看鹰野王手上黑鹰一飞 四周叫其凌厉 突然之间 无数人马从周边涌入 手持枪弩力剑 将众人团团为主 如若再赶上这小子分毫 我保证 在场所有的人死无葬身之地 你觉得我灭绝 会受你威胁吗 这世太说罢便运气出掌 这一掌乃是峨眉绝学 佛光普照 虽昭是平平 却蕴含峨眉九阳公之傲益 其威力之大 不容小觑 灭绝本想直接打碎张无忌丹田 却在一瞬之间 张无忌体内九阳真其有走周深大学 汇聚胸腹之间 峨眉九阳公一遇到九阳神功 犹如江河入海 又如水汝交融 更是无影无踪 竟将灭绝师太直接震退出去 却看张无忌毫发无伤 多谢前辈手下留情 众人皆以为是师太手下留情 只有灭绝心中清楚这少年厉害 当下也不好施了颜面 方法让明教这人速速离去 眼看危机赞除 朱尔赶忙来到张无忌身边 要他快快离开 却被阴野王发现端倪 抓住两人就腾空飞去 原来阴野王早已认出 眼前的朱尔就是自己的女儿英灵 看到自己的女儿竟修炼千诸万毒手这等邪功 心中恼羞成怒 本想对他教训一番 突然此时一道人影飞来 抓起朱尔就急驰而去 原来此人便是轻易服王为一笑 张无忌和阴野王一起登族追去 可轻易服王本就是以轻功造诣成名武林 其身法之快 令人匪夷所思 不过片刻 已是不见踪迹 此时阴野王突然停下了脚步 算了 不追了 秦伯 怎么不追了 反正落在他父王手里 没见过能活着出来 那可是您亲生女儿 怎么可以戒死不救呢 那又能怎么样 就看空中一只黑鹰飞过 这是天鹰叫的求救讯号 阴野王当下也步步的阴力 直接转身离开 张无忌四处寻觅 哪里还有唯一笑声音 却忽听闻一道笑声传来 敢问何方神圣 敢问何方神圣 你是人是鬼啊 你是人是鬼啊 回头看去 竟是一笑面迷陀 此人便是名叫五散人之一的说不得 张无忌询问大和尚 是否有看到一只大蝙蝠飞过 就看说不得朝着后面指了指 忽然一个麻袋袭来 将张无忌直接装度 任凭如何撕扯 都无忌于是 你快放我出去 我要出去 你有本事 钻出我的乾坤衣袭 我给你磕头 而另一边 维福王带着猪儿来到一处伤独 此刻体内寒毒发作 急需吸食人喜 看着眼前肤白肉嫩的猪儿 不由缠心顿起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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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无言无仇 没必要这样子呢 此刻寒毒入体 本能想将猪儿吸了 可以想到这女娃娃是白眉鹰王的孙女 眼下名叫正逢劫难 为了教内团结 终是不愿下毒 此时寒毒已侵入五脏 一个颤抖 直接晕倒了过去 此时猪儿早已被这蝙蝠侠吓得不轻 哎呦对不起 说罢便转身逃去 过了许久 周巅发现奄奄一息的微笑 背着她回到山洞 眼看着吸血蝙蝠快要嘎了 周巅何说不得 铁罐道人也不顾其他 运气助她抵御寒毒 过了许久才缓过境来 此时外面又来两人 是冷面先生 彭和尚 这五人便是名叫五散人 皆是听闻名叫有难 赶回来相助的 天天几人早年又和杨潇结下梁子 便在此洞穴等着杨潇来请 可这杨潇也是个傲气的主 不仅不亲自上门 连个小弟都不曾派去 这让几人心中甚是窝火 杨潇那孙子 不过来求我们 我们自己松开门的 周巅 你怎么回事 如果六门派破了光明亭 灭了圣火 咱们五散人 咱们做人 咱们助攻光明亭 不是为了杨潇 是为了明教 明教五散人虽然看不上杨潇 但对明教 个个都是忠义的主 今天我们跟六大派 杀个你死我活 杨潇的救赞 等以后慢慢算 五散人一番合计 便一起登上那光明亭去 杨潇见五散人 轻易服往肯 在明教危机关头前来助阵 当即客套的来个客套 六大派 北宫光明亭 明教四面楚歌 今日得大家 瞧在明宗面上 仗礼相助 实乃明教之福 各位一路辛苦 我们先以茶代酒 大战之后 再一同对酒 当个放茶 话音刚落 就看轻易服王忽然飞身跃起 对着前来送茶的仆人 就是一通私仰 这老蝙蝠早已是按捺不住 刚才五散人的那点功力 不过杯水车薪 血足腹饱后 这老蝙蝠变神采 杨潇时 对不住啊 我一血代茶 伤了你一名徒人 我一笑日后 定当报答呀 杨潇心中万马扬鞭 却又实在不好发怒 毕竟这帮人的性格 自己是熟悉得很 明教一日无主 本教纷争就一日不解 我问你 对敌之后 你打算拥谁做教主啊 果然 战事尚未解除 这帮人就又开始讨论教主之位 想那十余年前 就是因为争夺教主之位 致使明教内部四分五裂 步步相见 如今明教危矣 众人才齐聚于此 可没想到刚见面又来这出 杨潇心中自事不悦 倘若各位不是来帮忙的 慢走不送 杨潇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明教没了教主 便会以你光明左使为主 我们五彩人 根本就没把你这个光明左使 当成是个什么东西 杨潇心中大命 那就由你来当教主吧 反正现在已经四分五裂了 你周大教主再把明教 颠而盗之 盗而颠之一番 不更好 杨潇 闭上你的臭嘴 周滇一听恼羞成怒 举着大刀就朝着杨潇劈去 而杨潇只是双指一夹 酷炫狂霸转 顺势一推 便将周滇阵飞出去 看杨潇紧接一掌 吸血蝙蝠担心周滇吃不住 紧忙接住这一掌 周滇则从一旁协助 别胡闹了 说不得本想劝架 哪想着杨潇所使的 正是乾坤大摸鱼 直接将说不得转入其中 其余人还不知发生何事 结果就看到这样了 爱的魔力转圈圈 想你想到 青花怒放黑夜白天 可是我害怕 爱情只是一瞬间 转眼会不见 我要慢慢冒险 这为父王的 寒冰年掌本就晕寒 如今分散众人 直觉浑身冰冷难耐 就看杨潇说道 大家本是自家兄弟 如今本当一同抗敌 我说一二三 大家一起撤掌 乃至杨潇还未数完 空中又飞来一人 杨潇此时乾坤大摸鱼正在运转 这一指之力 直接将众人击飞 冷面先生一记飞镖射出 却看着河上毫不闪避 直接冲了上去 杨潇见冷面威仪 奋不顾身冲上前去 命扛一指 却不料这执法叫做幻音纸 蕴含极含毒 杨潇本以为无事 却也无法再动内力 想不到这名教七大高手 竟被这一光头和尚打败 而此人便是霹雳守成坤 潜伏少林法号元贞 这六大派为功光明底 便是这次精心布局十余年之举 等到天鹰叫五行旗什么的赶来 我就引爆地底下的这些炸药 把这里炸 灭了你们的魔谷 从此不可一世的魔教 就在江湖上消失的无影无踪 行了 小点儿上 你都得先闹我 轻易服王为一笑 趁两人交谈之际 拼尽真气对着成坤就是一掌 哪成想这丝武功不弱 中了寒冰连掌 亦能有一击之力 可成坤此刻也不好受 当即盘腿恢复伤势 被关在乾坤一气袋中的张无忌 不知发生何事 慌忙询问 小终点 你们怎么了 我们都受伤了 动弹不得 你得救我们啊 可这乾坤一气袋除了说不得 谁也解不开 说不得只好先让张无忌站起身来 把这恶僧打死 张无忌一听大惊 直到是少林女明教的恩怨 自己怎好贸然插手 彼此现在 全是上下 动弹不得 和小尸种包给杀了 岂不悲 江湖上的好汉是笑吗 明教众人看张无忌无法说通 只好让他先点住元甄的玉堂血 待众人恢复再送他离开 张无忌心想如此甚好 颤颤巍巍朝着元甄走去 小尸种 你别相信他们说的鬼话 你要点了我的血档 固然是伤不了我 那谁 到他们内力恢复的时候 那谁 他们就要把我给杀了 你这张臭嘴 真是臭不可闻啊你 你以为我们无产人 和你一样吗 也是 你们个个都是江湖上的英雄豪姐 岂能失信于人呢 张无忌哪里知道 这元甄早已做好防备 他虽然受伤 可这寒冰连掌上不伤其根基 只带张无忌手指点来 一忌幻音直猛然出手 张无忌只觉右手食指一震 一股冷气从手肩上直传过来 有如闪电一般 灯石全身揭露 明教众人心中惆怅 想不到明教一生 以去除蒙元为己任 大意未成 却被这间邪小人所害 想到刚才还在为争夺教主之位 逗得你死我活 更是愧疚难当 我周天实在是该死了 虽然你这个人不大好吧 但是由你来当这个教主 总比没有教主 闹得四分五为成军覆没得好啊 我能笑何德何能 看来我们之间的误会太深了 你们现在直到后悔了 然而此时 却看元真静已恢复了功力 口中说道 若而等臣服于我 便饶恕而等命 我呸 元真啊 你的嘴是真的不能再臭 要杀要拐 随你这边 此时唯有杨潇心中淡定 为了拖延时机 询问元真到底是如何登上光明顶 是你们教主夫人带我上来的 我不信 既然你们命不久已 我就把事情跟你说得明明白 迪僧在出家之前的俗家名字 叫成坤 外号 混云霹雳首 夺妻之狠 我与你们魔教之仇 不够待天 原来 成坤本与小师妹青梅竹马 定下婚约 本以为能踏入婚姻殿堂 偏偏这师妹的父亲贪慕荣华 竟将小师妹嫁给了明教教主杨底片 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吧 我知道我成坤 跟明教教主 在江湖上的地位是有天壤之别 你喜欢的人是我 你跟我在一起才会有幸 如果你勉强跟他成亲 你会后悔一辈子 可这父母之命又怎熬得过 小师妹拒绝了与成坤私奔的请求 下架杨顶天 此举无疑让成坤心中埋下仇恨的种子 可当时自己哪是杨顶天对手 只好忍气吞声 天天这杨顶天竟是个十足的武师 对男女之事毫不过问 小师妹终受不住闺房寂寞 与成坤私向优惠 你们明教树美最庄严神圣的圣地 就是我和我师妹 你们的教主夫人 幽慧之地 这个密道 每一处 我跟我师妹在每一个地方都留下了足迹 饶事如此 这夺妻之恨 不共戴天 偏偏一日机缘巧合 就在两人又在密室中留下足迹时候 杨顶天突然出现在密道之中 他不会想到 自己的妻子竟在眼皮子底下和他人苟起 杨顶天只问妻子 你这般做如何对得起我 哪知成坤出来说道 杨顶天 我跟我师妹是珍惜相爱 你如果还算个男人的话 那就成全我们 杨顶天心中甚是恼怒 我去了你的人 却得不到你的心 说霸转身边要出手 却突然一口鲜血喷出 当场暴毙而亡 原来这杨顶天修炼乾坤大魔一时 一朝不慎 已是走火入魔 加之受到这般激动 真气逆冲心脉 以致无法挽救 成坤本以为从此能和小师妹正大光明 哪曾想 一回头 小师妹居然因为内疚 自尽在杨顶天怀中 成坤大惊失色 悲痛欲绝 我得到师妹的心 却得不到她的人 自此 成坤立下重视 不灭明教 势不为人 可自己一人毕竟势单力活 他便把目光 瞭上了自己的徒弟 金毛师王谢迅 可谢迅竟然成为了明教的四大护教法王 他竟然劝我加入魔教 说什么 入力同心 驱除原事 我当时真的是受不了 气得我两眼冒过 我恨我的亲手 一伤把他给拍死 但成坤转念一想 自己这徒弟做事向来冲动 何不借此掀起来血与腥风 于是在那风雨交加之夜 成坤借着酒醉闯进谢迅妻子闺房 不仅欺辱徒弟之妻 更是将谢迅一家十三口 直接面门 就连强宝中的娃娃也不放了 你人是其手不如啊 果然 谢迅受此一击 自是发怒狂暴 四处滥杀江湖好汉 胡作非为 留下血字 杀人者成坤 只为逼自己出来 苍天有眼 苍天有眼哪 他所结下这些血海深仇 最好偷偷都算在你们 明教的账上 实在大快人心哪 好徒啊 我为谁竭尽全力 传你一身的好武功 我实在是看着你恶心 此时代中张无忌听到这些 愤怒至极 想不到自己亦付的不幸 皆是这老贼所为 早知道开始就要直接灭了这丝 当下一声狂暴怒吼 朝着成坤就飞去 成坤见这气势来得极其猛烈 不敢大意 直接使出看家绝学换英职 却不想背着冲击之力 震退数十步 成坤号静体内蒸气 却依旧无法推开 只听得砰的一声大响 这乾坤一气带 竟被九阳蒸气涨破 炸得四分五裂 将成坤直接震飞出去 而布袋中的张无忌 却无半点伤势 你到底什么人 九阳神功 成坤一听是九阳神功 知晓此乃换英职的克星 直到眼前情势不利 当即转身便走 成坤凭借对着光明顶的 地形路线了如指掌 速度极快 张无忌一路跟去 却来到一女子归房 哪里还见着成坤身影 心中猜想这房内 莫不是有密道 此时忽然户外传来女子声响 仔细看去 竟是两位姑娘正在吵架 谈话间指示 这侍女阻拦小姐去前厅部城 挨了巴掌 张无忌挥手一道真气 阵落常见 想不到这大小姐 竟是自己当年 千里迢迢送来西域的不悔妹子 你是谁 不悔妹妹 什么事让你这么生气啊 你是无忌哥哥吗 你猜 无忌哥哥 两人本想再寒暄几句 可眼下还是捉拿成坤要紧 可两人皆说 没见过什么和尚 张无忌只好让杨不悔先去大殿 照看他爹爹 我爹受伤了 我先杀了这个奸细 张无忌最不喜欢 伤害好看的女子了 当下打发杨不悔先行离去 自己好有功夫 续寒问了 姑娘 如果你知道什么 还请告诉我 好 我的命是公子拟救的 我告诉你吧 就看这小丫鬟扯开床上被褥 按下床头上的一个按摩 就看床板突然打开 想不到这床中 竟然藏有一条密道 两人顺着密道一路寻去 不想这密事大的出奇 道路错综复杂 忽然一阵扎猎声传来 竟有无数大事坍塌下来 原来这一切都被成坤探在眼中 若不是张无忌身手敏捷 这丫鬟怕是要命丧于此 这张无忌真是看见 漂亮的姑娘就腿软 真是把他娘告诫的话 当作旁风 两人一路寻找出口 一边交谈 这才知道这姑娘姓名 可眼下哪里是弹琴的时候 这成坤在密道中埋藏了 上千斤的火雷子 再拖下去 名叫威仪 两人一路来到这密道最深处 此处仿如一座大殿 而这大殿中间 竟有两句诗海 想来定是那前任教主 杨炳天夫妇 张无忌四面横看 在无路口 四处翻越 就看地上有一张羊皮 仔细查阅 并无一样 而小招见到后 却喜笑颜开 恭喜公子 什么 这个是名叫武功的无上仙法 可这上面什么都没有啊 就看小招在羊夫人胸前的短刃上 割破一条小小口子 将鲜血涂在羊皮之上 慢慢便显现了自己 清晰写着 名叫圣火心法 乾坤大蒙 张无忌心中大惊 你怎么知道这羊皮秘密 小招却只说偶然听到杨潇谈及此物 张无忌不再怀疑 在翻越曲 见到一封信 信上记载着羊顶天的临终遗愿 且提及道 若想出此密室 唯独用乾坤大摩一神功 方能推开这无望之时 张无忌本是不幸 想用九阳神功强行推开 这时门却纹丝不动 想来是只能修炼这乾坤大摩一心法 乾坤大摩一义 乃在颠倒 一刚一柔 一阴一阳 乾坤二轻 小伙正在修炼爵士武学 别人至少需要七年才能入门 小伙只用了三分钟 我第一层好像练成了 第一层那么快就练成了 这第一层心法 都是一些运气倒行 一功使劲的法门 我又有九阳神功护体 并没有很难吧 而张无忌此刻不知道的是 六大门派正在发起猛攻 已将明教五行旗基本途径 今天我们就把光明帝移为平地 明教因光明幼使 轻易服王等一众高手全部重伤 战场上无人指挥 节节败退 六大门派没用多久 便杀上了光明山巅 就看一白发老者手持一把利剑 冲进人群 叮叮叮当当当架开众人兵器 此人便是天英教主白眉英王 英天正 虽是自立门派 却一时对明教忠心耿耿 带着天英教众人前来护教 六大派本不想以英天正纠缠 今日我等只为明教而来 以天英教何必烫这浑水 天英教的弟子 天亮 天英教和明教 生死共存王 若有一心 人身共住 杀 英王说罢便带着所有教众杀将过去 可天英教本就势单力活 而这六大派又有不少高手作证 不过片刻便已死伤惨重 白眉英王也看不敌 带着儿子便撤回总团之内 恰好遇见杨骁等人 昔日兄弟再次相见 竟是这般场面 心中悲痛 是与明教共存王 用心协力 保卫明教 誓此如归 而此时 山洞中的张无忌 已将乾坤大魔移 修炼至最后一层 就看他悬浮半空 浑身经脉高速运转 这乾坤大魔移神功本就极其难练 甚至就连创造之人都因内力有限 只是修炼至第六层 全凭一向编下这第七层心法 而张无忌凭借九阳神功护体 竟直接突破至第七层 其实这十九剧本 就是内创造者想象错误 若要强行修炼 必会走火入魔 可张无忌本就无心功力 选择直接跳舞 虽有缺陷 却知足不如 张无忌为表感谢 将杨鼎天夫妇施海埋葬 再来到这五忘石门 依照世才所炼的乾坤大魔移心法 双臂运弓 便将这五忘石门推弹 公子 我们成功了 两人一路出来 遍地失手忙急 想来那大战是何般惨灭 此刻只听闻光明顶上 厮杀声不绝于耳 当下立即朝着山顶分去 就看这大殿之中 六大派将名叫众人团团围住 此时只有白门英王上有一战之力 众人钦佩这阴天正侠干一挡 为张显明文正派不趁人之威 决定与这英王车轮战 武当四侠张松兮率先出场 两人赤手空拳 只听掌风呼呼 身形转动 打得极是迅速 忽然四掌相交 胶着不动 各自使出生平苦练的那家真力 呼听两人一声俱喝 各自倒退六七步 众人只道是两人平局 却听英王说道 张四侠的那家修为超凡脱俗 老夫自愧不足 各项是小叙的 同门事情 难道今日唯一要分个胜负吗 刚才晚辈说退了 你是输了半张 众人一听大惊 就看武当派又出来一人 既然你刚才提到了我张五哥 那么晚辈刚好跟你算一笔旧证 我张五哥和余三哥 都是被你天鹰教的伤害 我陌生骨一直耿耿于怀 希望早日替他们讨回宫道 就看这武当七侠陌生骨 摆了一招万月朝宗 而白眉英王接过一人手中的奇眉兵铁棍 双手一咬 拍的一声 将这铁棍直接分为两截 陌生骨先行出招 长剑一起 便是一招白鸟嘲讽 弹剑渐渐乱颤 光闪如虹 吞叶开河之际 又不是名家风反 两人拆解数十回合 无论陌生骨如何腾挪批刺 却总攻不进阴天正的防守门户 他哪里知晓 是这鹰王顾念与其五个翁绪之情 招招必让大 而陌生骨却忽然变招 使出内武当七十二招绕指柔剑 直接将鹰王手中双棍逼出 长剑破空 即刺阴天正胸膛 而这鹰王也直接使出那成名绝技英长弓 阴天正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若不是这鹰王手下留情 陌生骨的尖头飞碎成片片 终身残废不可 陌生骨自知羞愧 倒退回去 可眼下鹰王已然重伤 如此下去 性命堪忧 武当宋远乔本想劝鹰王离开光明底 可话音未落 就看人群中出来一挨小老者纵身而出 朝着鹰天正就挥拳抡去 空童无老之一的唐文亮见鹰天正内力空虚 自信以为自己今天就要一战成名 打成想着白眉鹰王忽然使出一招 鹰找秦拿手 双手一翻 咔嚓一响 直接将唐文亮双臂折断 紧接着将唐文亮向上一抛 又是咔咔两声 直接将其两条大腿骨一起折断 砰的一声 就甩到了树齿之外 想不到鹰天正重伤 至于人具如此神威 无不害然 空童派自觉脸上无光 就看又出来一老头 此人正是空童无老中的老二 宗伟侠 武当张松熙心中钦佩白眉鹰王骨气 自觉六大门派如此轮番 欺负一个老者已是理亏 加上空童派已然落败 在座纠缠颜面何在 线下是咱们跟鸣教 一决生死从亡的紧要关头 咱们仅向鸣教讨战 贵派和天鹰教之间的恩怨 还请以后再算 宗伟侠说不过众人 恼羞成怒 既然我动不了你天鹰教 那我就毁了鸣教教主的牌位 灭了你鸣教的圣皇 说吧就抡着拳头 对着一旁灯柱就是一记弃伤拳 眼看圣火要被灭 白眉鹰王不顾伤势 腾空越起 可这鹰王早已是内力耗尽 直接用身躯挡下了这重重的灯台 鸣教众人心中大害 对鹰王此举心中不甚感动 佛教气数已即将场上的余孽 一概诛灭 鸣教教众拒之今日大树已尽 众人一起挣扎爬起 单手举在胸前 做火焰飞腾之状 本火残躯 雄雄赦火 生意何患 死意何苦 为善者 为妄民共 其中的灰仇 皆归神服 天国之人 又有我时光 鸣教主 在下送你他 宗维侠说罢就朝着鹰王冲去 恰逢此时 就见一少年脚踏舞当踢云纵飞驰而来 对着宗维侠胸口便是一掌 宗维侠不知有此便补 直接倒退术士部 不计可可 你们如此对付一个重伤的老人 难道怕天下人耻笑吗 宗维侠怒不可遏 呵斥一声 你是谁 为什么插手 我就在阿牛 宗维侠哪里听说这破名字 无声 还给我闪开 哪想张无忌起手又是一掌 直接将宗维侠打趴在了地上 宗维侠也想不通 眼前这少年竟有这般功力 就看张无忌来到鹰王身后 将浑厚的九阳真气 源源不断地输入鹰王体内 片刻之间 阴天正胸口和丹田中闭塞之处已然畅通无阻 当即轻声感谢这阿牛哥 便再踏不到这大殿阶 地旁的张无忌 姿势不愿让外公再去应拼 可眼下还不是暴露身份时候 只好说让晚辈替您接上三招 白眉鹰王虽不知眼前这少年什么来头 但见其甚是眼熟 且这内力绝不逊色自己 当下也是拱手抱拳致敬 却看张无忌拱手说道 卫派的七伤拳固然厉害 可这拳法有害无益 忘请前辈勿在修炼 宗维侠心中不屑 笑话 我空同派成名绝技 岂有你这小儿信口似黄 敢问前辈练七伤拳的时候 云门血 无力血 清灵血 是否隐隐作痛 你怎么知道 众人一听大惊 这七伤拳法是空同派机密 这小子如何知晓 二哥 你这小子都发现什么 他就看不起我七伤拳 就让他持我一拳长成姿 空同老四常进之 号称一拳断运 虽然夸大 但也绝非虚名 哪知双拳锤在张无忌胸口 如蚊子叮鸟一般 常进之大惊失色 莫不是少林精装不坏护体神功 是少林的人 在下不属于任何门牌 能说啥 能领教老虎三拳七伤拳吗 就看这空同二老 暗运几口真气 身影鬼魅 左突右闪 踢的一声 双拳狠狠砸在张无忌胸口 就看空同二老面上表情扭曲 歇斯底里 反看张无忌 应对的轻松自如 你们一大气小 以多气小 算什么英雄豪汉 小张 气伤全身不了我 你放心吧 这二老早已是歇斯底里 却不想张无忌 依旧淡定自如 全面与胸面相碰 只觉有股柔和的热力 直传入空同二老丹田 忽看张无忌一道内经外放 将二老直接正推数十步 感问前辈尖头上的云门雪 是否不再隐隐所套 综为侠一恶 只觉胸腹之间 感到说不出的舒服 原来刚才比斗之际 张无忌用九阳真气 替这两位调理暗机 当下恭敬说道 曾少侠神功惊人 这气量更是没得说 恭身恭手已是感谢 随后就看张无忌 来到那四肢近断的唐文亮身边 也用九阳神功 将其体内暗机去除 而后将这丝断掉的筋骨续节 空同派见这少年不计前嫌 以得抱怨 自是感激 可这六大派 今日与明教的恩怨 其实你这点小恩小惠 就能勾销 就看张无忌转身 对众人说道 一切起因 皆因那成坤而起 不妨将那成坤 叫出来对峙一番 众人一听大惊 少林高僧更是心中气愤 怒斥张无忌胡言乱你 少林清明 岂能容你随口误你 张无忌听到 历尽元祭四字时 耳朵中翁的一声响 就看到几个僧人 将成坤失手抬出 张无忌方才确信 虽说心中心血 这恶贼总算毙命 可又觉得脑壳疼 如今死无对症 如何才能真相大白 张无忌思索之际 就看着高僧大声喊道 想不到你这年轻人 心地如此险恶 老大实在是看不过眼 能施中 能斩到 就看一串佛珠 朝着张无忌面上飞来 张无忌身形一侧 轻飘飘地让了开绝 而这高僧直接朝着张无忌扑去 这僧人使得正是 少林七十二绝技之一 三十六路龙爪手 招式灵力很辣 就看他龙影飞空 龙爪急舞 将张无忌压制得无处躲闪 猛听地吃的一声响 就将张无忌右手一袖撕碎 张无忌心中一惊 想不到这龙爪手如此厉害 一时无测抵御 当下左躲右闪 四处闪避 这僧人龙爪手远远而出 连抓九下 却招招落空 臭小子 你这是在逃跑 不是在比武 好 晚辈就接前辈几招 如果晚辈输了 自然听从前辈的吩咐 倘若胜得一招办事 便请少林派 退下光明顶 张无忌赶出此言自然不是托大 只因刚才躲闪之际 已然看出这龙爪手就那三十六招 其本身虽无破绽可循 但凭借乾坤大摩椅 却可在对方全招中造成破绽 果然 就看张无忌一样画葫芦 也使出那龙爪手来 就看两人所使的招式一模一样 竟无半点分别 这僧人一时乱了阵脚 竟被张无忌擒住 你怎么会我少林的龙爪手 天下武学殊途同归 强奔派别 乃是人为 这一路少林龙爪手 请拿功夫 也未必是贵派独有 僧人闻言大怒 当下不再留守 纵身而上 双手犹如狂风骤雨 捕风式 捉影式 抚擒室 八式连环 接连而至 却看张无忌神定弃弦 一葫芦画瓢 捕风捉影 抚擒室 披抗岛须 暴残首缺 接连八招 招招后发而先制 无论这和尚如何使劲 都被张无忌轻松画起 想不到这龙爪手到这少年手中 竟有如此威力 自觉惭愧 书得心服口服 老纳一项自负 我学少林龙爪手 当世是无人能敌 少林龙爪手的威名 毁于我手这手 就看张无忌扯下一块布料 制止住这高僧动作 朗生说道 晚辈以少林龙爪手 胜过了大师 与少林威名合损 倘若并非以少林决议 与大师对弓 相信天下再无第二武功 能胜过大师 就看这高僧微微一笑 这小施主给的台阶甚是高明 顺坡下驴 败谢而去 曾少侠神功盖世 在下深感佩服 不知是哪位前辈高人的门下 可否见高 敢问阁下使 在下华山派掌门 仙鱼通 华山派武艺固然高明 但是仙鱼掌门恩将仇报 望恩负义的功夫 恐怕无人能起 仙鱼通不带张无忌说完 就手持折扇机扑上去 这华山绝技 七十二路鹰蛇声死活 虽说凶猛 可这仙鱼通的内力 实在稀疏平常 不过一和 就被张无忌震退出去 原来 张无忌听到仙鱼通的名字 就想起那胡青牛曾说起 仙鱼通当年贪恋掌门之位 杀害结发期 正是胡青牛的妹妹胡青阳 像你这种禽兽不如的人 亏你有脸面当一派掌门 仙鱼通也不知道 自己埋藏几十年的秘密 这小子又怎会知晓 自觉颜面无存 朝着张无忌面门攻去 一朝一世较之前 更是凶猛许多 忽看仙鱼通手上折扇突然打开 张无忌顿时察觉不对 一把抢过折扇就朝显鱼通扇去 将其击退出去 哪知这仙鱼通竟然双目失眠 抱头哀嚎 众人不知所以 就看张无忌用扇子对着花木一抖 片刻间 花瓣皆枯萎 原来这折扇中竟然暗藏金残骨 若不是张无忌内力深厚 即使秉心盈气 派也要遭此毒手 堂堂一太掌握 居然使出如此卑鄙的手段 你羞不羞 就听仙鱼通豪淘嘶喊 快杀了我吧 只听张无忌说道 我自有法子救你姓名 就看你接下来说什么 仙鱼通一听自己有救 当下将自己如何杀害妻子和白人师兄之事 一五一时到处 就在此时 华山派又跃出二人 一高一矮 一胖一瘦 就看这矮胖老者对张无忌说道 少侠帮我华山派清理门户 我二人不胜感激 到我华山丑闻被你当众揭发 必须要给你点教训 我兄弟二人以二对一 使一套反两一刀法非同寻常 以快挑剑衬手的兵器吧 那我用什么兵器 便由前辈来决定吧 那就让他赚点便宜 那我就给他一剑衬手的兵器 就看这高兽老者 从地上抬起那巨大的灯牌 朝着张无忌就扔去 而后就看二人持刀便朝张无忌杀去 这凡两一刀法从四项八卦演变 刀招很辣沉默 却不想张无忌拖着上百斤的灯牌 身法依旧游刃有余 反倒借助这灯牌体型巨大的优势 将华山二老的招式 尽数挡住 反手一推 就将两人震退出去 华山二老自知不是张无忌对手 本不想再纠缠 却看人群中又出来两人 正是昆仑派铁琴先生夫妇 先是夸赞一番这番两一刀法 招式倒是精妙不凡 只是不知与我昆仑派的正两一剑法 谁更胜一筹 今天咱们四个就拿着小娃娃娃招 切磋一下华山与我昆仑的两派武功 好 所谓名门 不过擅长已多欺少 就看张无忌随手摘下一根树枝 拱手一脸 四位出招吧 四人见张无忌如此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一起飞翅粗上 这正反两一刀剑何必两一划四项 四项生八卦 一纲一柔 竟无丝毫破绽 威力的确不容小觑 几人拆解了数百余招 张无忌仍是想不到破解之法 只好依托九阳神功和几人缠斗 此时周芷若担心无忌哥哥不敌 心生一计大声说道 师父 这正反两一的招数虽多 终究逃不出太极阴阳两一的道理 弟子看这四位前辈招数精妙 厉害之处 就是在步伐和方位 你说对吗 嗯 一眼光都是不错 能够看出前辈们功夫的精髓所在 张无忌一听此言 如蹄虎灌顶 有指若妹妹这四项顺逆之理的指点 张无忌双手同时施展魔衣乾坤心法 一生轻笑 拔身而起 竟直接将这正反两一刀剑阵法破开 张无忌剑又制服了两个门派 如今六大派只剩峨眉 武当 还有谁人不服 尽可来战 我峨眉不服 姓曾党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 与我做对 看来 哪日大难不死算你想走运 可是今天 我要让你看看 峨眉派剑法的厉害 我要让你看看 峨眉派剑法的厉害 眼见这好看的师态要与自己不死不休 张无忌只好拱手一礼 来吧 灭绝师态 阴天正知他靠着那把以天剑目空一切 担心这少侠赤手空拳落了下风 当下将自己手中的白红剑递给张无忌 虽不如以天剑那般有名 但也是江湖上罕见的力气 接招吧 张无忌从未练过剑法 眼下拿着这把白红剑意识不知所措 胡乱批刺格挡 白红剑予以天剑碰撞的瞬间 只听咔嚓的一声轻响 白红剑竟直接断成两劫 眼看这师态也不停手 依旧长剑即闪 张无忌索性将断剑一扔 一跃而起 左闪右躯 正转一圈 反转一圈 陪着师态挽起轻功来 额眉众人眼见不对 如此缠斗 师傅定要吃亏 就听竞选小师态大喝一声 大火一起上 说罢就看众人提气月初 手持冰刃 站住八面方位 试图逼迫张无忌乖乖受死 周师妹 这该不该拦在你 该不该让野在你了 丁允军一句话 让周芷若又气又休 虽心中不怨 可挡不住这杀人诛心的嘴 思索一二 只好提剑跟上 这时张无忌虽受峨眉众人阻扰 但穿来插曲 将众人视如屋 眼看灭绝内力逐渐空虚 张无忌直接施展那乾坤大摩影 将峨眉众人手中常见一次击落 唯独对这纸若妹妹 那是一个狼有情 妾有义 果然是好看的女子千骗一律 能骗自己的才是万众挑衣 周师妹 这小子果然对你不一般啊 现在只有你手上有剑 你却站着不动 难不成你希望师父被他打败吗 猎绝师太心念一动 莫非这两人当真有所勾结 心想自己一世便知 你敢欺识灭族 张无忌哪里会想到 是这师太故意试探 纵身越少 竟然直接将那一天剑夺来 然后抱起周芷若就后退竖长 四目相对 又娇又羞 眼光中却流露出满心欢喜 忽然想起这场上氛围不对 周芷若急忙震开 要是眼神能杀人 张无忌不知死了多少次 哪知道这张无忌突然将一天剑一号 这次是全然忘记了自己的父母是怎么死的了 否则一天再守 这五大派就差灭杀满人 周芷若颤颤巍巍接过一天 就听师太说道 芷若 你已经把他给杀了 周芷若心中一惊 一边是从小养育自己的师父 一边是钟爱的无忌哥哥 可当如何是好 可眼下容不得思考 就听那灭绝世太和峨眉派一众小事太 全都朗生喊道 仓促之间无暇细想 实在挡不住众人的言语施暴威压 手起剑出 便向张无忌胸口刺了过去 周芷若一声惊呼 拔出长剑 只见张无忌胸口烟红一片 当真是 越是好看的女人 越会骗人 张无忌自然想不懂 这芷若妹妹是如何下得来手 我峨眉今日已败 若你不死 他日再与你算账 现在六大派只剩下武当 此行成败 全账武当裁决 聂绝世太自知在座纠缠 峨眉一时面上无光 索性将压力给到了武当 武当武侠本不愿再战 可这宋青书看芷若妹妹和这少年眉来眼去 心中甚是窝虎 也不顾宋远桥等人阻止 大步流星走向前去 就看小招此事果断断了出来 你要杀他 宋青书本以为自己能让天下刮目相看 哪知道长剑刚刚刺出 就被张无忌一把拽住手腕 紧接着一掌摔了个三五圈 此时就看宋远桥走向前来说道 今日之事 武当派已然尽力 想来是魔教气数未尽 上天派下这奇怪少年来 待着少年痊愈之后 我等再将卷土重来 哪知这时 武当因六侠持剑直指张无忌 确看张无忌拦在英离婷面前 只要我有一口气在 便不会让个派伤鸣叫一人 张无忌一大口红色喷出 知道再不说明身份 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因离婷手持长剑朝杨潇走来 却看杨不回起身拦住 口中喊道 休得伤我爹爹 你要是真的想替我娘报仇的话 就去杀了这个老太婆 她才是伤害我娘的凶手 因离婷满脸不可思议 季晓福可是灭绝师太最疼爱的徒弟 怎会狠心杀害 却看这师太淡淡说道 季晓福是我牵手打死的 季晓福回我峨眉生育 与魔教妖人苟起 这等灭徒留着又有何用 因离婷始终不信 自己的小福妹子 怎会弃自己与不顾 你要是不信 你就问问 他叫什么名字 我叫杨不回 杨不回 这件事情 他永远不会后悔 因离婷心中伤痛 自己苦等二十年 竟是这般结局 当下如是新风般冲了出去 另一边 张无忌独占群雄 赢了六大派 明教众人对张无忌万分感激 纷纷拥立张无忌为明教新任教主 明教教主之位 若不是你来担当 试问还有谁敢担当啊 张无忌哪里肯答应 此时万万不可 偏偏此时 聚精帮 海沙帮 神拳门各路人物 趁明教元气大伤 竟突袭光明底 明教各高手重伤未遇 节节败退 众人一事不知如何是好 纷纷看向张无忌叛有其策 张无忌本想让众人退入明教密道之中 和众人面面相去 说是那密道乃明教境地 只有教主才能进去 实则是希望张无忌担任新教主之位 张无忌见众人话已至此 在听外面杀声逼近 只好免为欺瞒 便遣杨左手传令下去 明教上下人大 就如此 一把大火燃进明教百年基业 张无忌与众人在密室中修生养兮数日 方才走出光明底 只为遵从杨炳天遗院 去冰火岛迎接金毛狮王谢雪 其料半道上近看堂有一人 不正是武当六侠英离婷 只看其身负重伤 四肢关节进断 原来 英离婷那日离开光明顶后 心中悲伤 戒酒消愁 哪知忽然出现三个蒙面黑衣 不分青红 就对英离婷大打出手 英离婷本就酒醉 此刻哪里是这三人对手 只见三人用的正是少林大力金刚纸 心中还在疑惑武当少林从无恩怨 哪想这三人一言不发 将其四肢所有关节全部折断 张无忌心中悲痛 想当年于三叔议是如此 至今仍是残废 不想今日 英六叔又遭此捕首 是要去那少林问个究竟 行之半道 就看一群援兵正在欺压妇如 张无忌本想出手 就听马蹄声声 一红衣少年带着八个蒙古大汉急驰而来 把人给我放了 只听得嗖嗖嗖连珠剑发 八名猎狐一起放剑 当真是百步穿扬 剑无虚发 每一剑便射死一名援兵 请客之间 三十余名援兵尽数倒地 就看一漏网之鱼 回首挟持一名妇人 就看这少年拉紧马将 横空跃起 呼得将手中折扇之初 速度之快 尽力之强 将这援兵瞬间击毙 这才看清 这少年满面雍容华贵之气 相貌俱美一长 双目黑白分明 炯炯有神 嘴角微微一笑 竟显得那样不可放 这公子只是回头看了看 张无忌便肾上线尿素拉满 再一看 这公子手中 竟是一片剑 只看公子头也不回地离去 张无忌也不好追问 只倒是缘分未到 不可强求 时隔不久 却看其中二人策马追来 张无忌心中一喜 缘分到了挡也挡不住 当即跟着两人来到那绿柳山庄 趋近通幽 风景一人 就看那公子依旧身穿男装 在屋外笑脸公寓 变梁赵敏 在此恭候多时 赵敏在绿柳山庄宴请鸣叫众人 还将手中以天剑随手搁置一旁 刚一杯十八年的陈酿下肚 便说自己不胜酒力 要去换件梁快的衣裳 便带着下人离开梁亭 周天看着倚天剑仍在此处 心生好奇 便想观摩一番 哪只拔出一看 竟只是一把木剑 散发淡淡檀香之气 众人当即决定离开这诡异之地 张教主这是要不辞而别吗 只看赵敏已换上一身白色绸衫 看得张无忌两眼呆滞 可心想此地不宜久留 抱拳拱手告辞离凯 眼见距离绿柳山庄有一段路程 方才放下心来谈论一番 你说这倚天剑是假的也正常 如果他是真的 说不定能灭绝尸探就死在这娘们手里 你们有没有觉得 杨多史在光明顶一战之后 怎么变得跟个大傻子是呢 周天话音未落 就顿感一阵头晕目眩 紧接为福王 杨霄 英王等人相继倒下 却唯独张无忌毫发无伤 张无忌一番思索 猛然想到定是刚才那阵奇特芳香作祟 赶忙叫众人坐下调膝 切记不可运功 而张无忌身怀九阳神功 方才幸免于难 当下步步的许多 朝着绿柳山庄就腾空飞去 不多时便从这山庄湖水中 踩下一株花草 赵姑娘向你借株花草 我还没有答应 就看赵敏从书中拔出一把短剑 朝着张无忌就赐去 张无忌挂念名叫众人的伤势 不愿恋战 可这赵敏却步步紧逼 将张无忌逼入房间内 张无忌懒得纠缠 直接使出那乾坤大挪移 从赵敏身旁掠驳 张公子这是什么功夫啊 难道就是乾坤大挪移吗 姑娘还打吗 原来你喜欢我的猪花啊 早说嘛送你便是 何必来抢呢 张无忌哪里说得过 这张伶牙利齿的小嘴 将发差还给赵敏 便要转身离开 那只小赵敏忽然喊道 张无忌 你这般羞辱我 我是没有面目见我师父了 说着拔剑就要自尽 张无忌心中一惊 转身就要去夺那短剑 就看赵敏嘴角一笑 张无忌暗叫不好 抓着赵敏就一同摔落密室 而这密室入口瞬间关闭 张无忌施展壁虎 由墙公本想出去 却不想这入口处 全是金刚打造 压根无法打开 张无忌心中恼怒 直接抓住赵敏胳膊 要他叫人放自己出去 张教主 男女瘦瘦不亲 你抓着我的手 想干什么呀 张无忌又气又羞 眼下名叫众人危在旦夕 倘若再耽误下去 性命堪忧 想到此处 也不顾这姑娘有多好看 一把掐住赵敏咽喉 你只要轻轻用力 你这条命就没了 哪知道赵敏居然 直接留下两行轻位 你欺负我 张无忌这下哪里 还忍心下手 自己不过是 着急想出去吧 就看赵敏对着上面 喊了几声 果然无疑人应答 李嘉 都说了喊了也没有用吧 你害不害臣 又哭又笑 你一个大男人 欺负一个弱女子 都不害臣 我凶什么 你是弱女子 我看你这么几领 比十个男子 加起来都要厉害 多谢张教主夸奖 小女子 愧不敢张 张无忌心想事事紧急 倘若不失蜡手 鸣叫便要全军覆没 一咬牙一跺脚 直接将赵敏公主抱起 靠在一旁墙面 赵敏心中小鹿乱撞 心想这丝莫非是要 就看张无忌 直接脱下赵敏的鞋袜 一只狱卒瞬间暴露 然后用食指点 在他足心的泳泉穴上 赵敏顿杆 浑身酸麻 又饲养难卖 说不说 我说 我说 到底放不放我出去 我放不放 张无忌这才放手 说上一声得罪 赵敏便要张无忌 帮起把鞋袜穿好 张无忌刚才一心脱困 心无别念 可这时一碰到 他温逆柔软的足怀 心中不惊一道 赵敏将脚一缩 修得满面通红 抢布袜子自行穿上 然后就看赵敏 在四周灯塔顶部旋转一周 这密道大门烹的开启 张无忌向赵敏一番道歉 刚才之举 实属无奈 说罢便腾空离去 赵敏这才看了看 自己的脚丫子 面露娇羞 张无忌还在和赵敏 在密室中玩足底礼聊 殊不知赵敏早已安排 人马围攻名叫众人 本以为是首到擒来 哪只小招居然精通八卦 防御布置之术 总算是拖到张无忌 玩中飞来 五行旗舰教主归来 军心大振 正要奋勇厮杀 却听一阵马蹄声传来 只看是赵敏手下的神剑八雄 本以为是场恶战 却看八雄喊道 主人有令 立即收兵 说罢还将一铃罗锦和送给张无忌 让张无忌留个念想 只看这盒中庄的是一朵珠花 正是白天从赵敏并边摘下来的那朵 张无忌也不知歧视和用意 只是憨憨地笑了笑 恰逢小招路过 被这精致的珠花立刻吸引 好漂亮 张无忌眼神一转 便将这珠花插在小招的头发上 修得小招双颊晕红 那就谢谢公子吧 次日一早 张无忌便和众人来到那少使山门 大声喊道 名叫张无忌求见诸位高僧 就看一小僧快步走来 对着众人说道 掌门方丈正地观尽修 术不见客 那空志空信大师 出来见见总可以吧 不见 打磨手作和罗汉堂手作呢 不见 就看那白眉英王周身运气 对着守山石像就是一掌 到底见还是不见 不见 不见 轻易福王心中不悦 一招寒冰棉掌拍向这和尚肩膀 顿时察觉不对 这和尚的内力并非少林一门 眼看着思转身边逃走 众人索性直接闯了进去 哪知这若大个少林 连个寻常僧人都看不见 四处查看 只觉这四中阴气沉沉 更有不少打斗的痕迹 这罗汉堂内 竟血迹斑斑 杨潇察觉这罗汉像似有魔动痕迹 几人将这佛像旋转一看 只看其背上赫然写着 先诸少林 再灭武当 唯我名叫 武林称王 好一个疑惑江东的毒计 想来这少林一众高僧 怕是遭遇不测 糟了 他们下一个目标便是武当 张无忌心中担忧太师傅安危 与轻易福王先行向武当山奔去 其料途中 又遇六名蒙面黑衣 手持圆月弯刀 想来是早已埋伏于此 张无忌懒得和这帮人纠缠 直接使出那魔异乾坤心烦 将这六人瞬间震倒在地 教主 你直观赶路 平僧少林空相 有急事求见武当张真人 武当对少林僧人向来以礼相待 这小道士也不声音 将其带到张三丰面前 少林遭遇千年未遇的豪杰 魔教突然偷袭 致使本派方丈 空文师兄及少林寺弟子 背心的背心 迅思的迅思 只有小曾一死相平 再逃了出来 张三丰心中诧异 这少林数百年传承 岂是那魔教说灭就灭的 就看这空相哭哭啼啼 将那魔教如何阴险狡诈 说了一通 还将自己所带的黄布包裹打开 说自己拼尽全力 才抢下空姓师兄的法体 张三丰 少林武当 本身一将 您一定要为少林报仇啊 张三丰听到此处 已是深信不疑 见这空相扶地久久不起 哭泣甚爱 正要伸手去扶 打响着和尚突然发难 师父 师父 张三丰也没有想到 这来通宗道姓的和尚 竟然会对自己下此丹狠手 直接一掌挥出 拍得一声轻响 激在空相的天灵盖上 这和尚登师毙命 可这少林金刚拨热掌鼠十八道 张三丰的腐葬皆已重伤 此时张无忌才姗姗赶到武当 数十年未归 对这山上的一切 都觉得那样清静 途中撞见清风明月两个熟人 更是心中欢喜 我是无忌啊 小师叔 你回来了 你的命好了 这守门道童竟是老乡时 自是不会阻拦 放任张无忌进入 却是看到张三丰正盘西运宫 大口喘气 想来自己已是晚来一步 此时就听闻一道童急匆匆跑来 口中大喊 不好了 出大事了 禀告三师叔 魔教到达宫外 他们口出狂言 说要踏平武当派 住口 张三丰一声叹息 自己这伤势没有三个月时无法痊愈 可眼下又大逼逼近 自己那几个徒弟还不知身在何处 这山上留守弟子 哪里能挡住魔教众人 说话间皆未察觉张无忌进入屋内 就听张三丰说道 自己已活了一百年 对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只是武当派绝学不能至此中断 我闭关十八月 得武学精妙 一套太极拳和太极剑 此刻只能传给你们 余代言残废已久 哪里还能学什么拳法剑招 本想出言拒绝 可眼下 实在是说不出口 就看张三丰缓缓起身 两足分开平行 摆起着太极拳起手势 口中念叨着 野马分踪 白鹤亮翅 懒雀尾等招式名称 这太极奥义与其他武学之道截然不同 讲究已经制动 后发制人 但见张三丰双手远转 每一招都含着太极式的阴阳变化 惊威奥妙 时事开辟了武学中从所未有的新天地 眼看如今事态紧急 张三丰也只能受益至此 带着余代言来到这大殿之中 就看场中黑压压的一片 张无忌心中惊讶 这些人怎么都穿着名叫的衣服 只看众人从中间让出一条道来 从屋外走进来一身穿白衣的少年公子 晚生名叫教主张无忌 今日得见武林中的泰山北斗 荣幸知己 张无忌这才知晓 一切都是赵明岛的鬼把戏 此刻又担心被其认出 随手抹了把卢灰在自己脸上 张三丰心中疑惑 这名叫教主怎么会由一个女娃娃担任 名字偏又和我那无忌孩儿相同 但也不做询问 只说道 自己那几个不争气的徒儿 前去光明顶领教 不知张教主是否得见 这每个人受了点伤 性命却是无碍 受了点伤 多半是中着点毒吧 张真人对武当绝学 当真自负的喊 你既然说是中毒 那便算是中毒好了 我阴流帝呢 这阴大侠中了少林派的埋伏 便和你孕女一样 四肢被大力金刚之所折断 死是死不了 可是要动 却也动 张三丰一听此言 心头一痛 哗的一声 喷了一口鲜血出来 赵敏心中窃喜 想来那空向的偷袭得手 这武当高人身负重伤 更是无所忌惮 放话道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只要张真人肯归顺朝堂 必保武当派人人无恙 明教虽然多行不义 胡作非不但 想来与元氏作对 何时投降了朝廷啊 张三丰虽是个出家之人 但也声明大意之所在 张真人既然如此固执 那就不必再多说 就请各位跟我一起走吧 大大 保护师傅 眼看众人即将动手 张无忌本想现身出面 呼见空中飞来一人 身影鬼魅 手脚利落 来人正是清义父王唯一笑 明教教主坐下 晚辈唯一笑 参见张真人 扶养清义父王 轻功绝顶 今日一见 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这位不是赵姑娘吗 你女扮男装 假扮我们教主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 张无忌人呢 有本事 叫他出来见 张三丰这才明白 原来所谓的明教之人 不过是一帮假冒之徒 张真人 请在一旁观战 且看我们明教上下 和这帮假冒作恶的无耻之徒 一教高下 你一只毒蝙蝠 能成什么气候呢 你我还是你老当义壮 抢先我一步 眼看明教的高手越来越多 赵敏心中欲试恼怒 想来今天收拾武当一世棘手 心中恨透了张无忌 张无忌那小鬼奸诈狡猾 我不扒他的皮 抽他的筋 难及我心头之恨 哎 我说这小妖精 看你年纪也不大 我们教主呢 年纪也不大 不如嫁给我们教主 做老婆好不好 听闻此言 赵敏红韵双甲 略显三分娇羞 但又瞬间凝神 对着张三丰说道 只需张真人说上一句 武当派乃七十道明之辈 我等拍手便走 于代言哪里能忍 放声辱骂赵敏真小人 赵敏听完也不恼怒 怎么 觉得我们欺负武当啊 接着又说 自己带了三个不成器的家奴 一个练过几天杀猪土狗的剑塔 一个会得一点粗浅内功 还有一个学过几招三角猫的拳脚 只要张真人显露一手 将这三人打发了 我们就佩服武当派的武功 确实名下无虚 说罢就看了看身旁的阿三 让他说说自己有什么能耐 小人最近也没干什么大事 就是曾经跟这个空向大师过了几招 用我的大力金刚纸 破了他的龙手 一不小心把他的手机给搁下来了 顺鱼终于出现了 于代言一听这声音便知 他就是当年用大力金刚纸 打残自己的人 就听阿三接着说道 谁让你不说出屠龙刀下落 至于你那星音的六点 谁让他撞上我和我二哥呢 才成了个废人 说着就看这四如冤庭月志 俨然大宗师的气派 杨肖实在看不下 这比自己还嚣张的气焰 不就是个阿三吗 自己先来领教一番 张三丰拍了拍杨肖 说你先等等 想着自己这太极拳 以虚语时的路子 未必会输于这次 自己徒弟的仇 还得自己来报 张无忌心中实在是担心张三丰 快步向前 口中说道 派师父您先休息 让徒孙给他掩饰 棘手武当功夫也就够了 张三丰心中一惊 这细域少林的功夫珠般霸道 你这小子怕不是要粉身碎骨 就看张无忌紧握张三丰手腕 一道九阳真气传入其体内 张三丰于刹奈之间 只觉掌心中传来这股力道 雄强无比 虽不及自己 却也是生平少见的高手 虽不知武当何时出了这号人物 但看他助自己疗伤 应该并无歹意 既然你这么想 领教决定的外加功夫也好 得到张三丰许可 又转身对阿三说道 自己这太极拳乃是初学 倘若三十招之内不能将你击倒 是我学艺不经 与这拳法无关 那阿三见张三丰 居然让这小道童出战 顿感受到轻视 踏步流星 神速流电 招数之诡异 实事罕见 张无忌为弦武当威名 自身功夫丝毫不用 可这太极拳法实属初学 只能勉强招架这八道的拳招 张三丰看出端倪 叫张无忌来到身边 有意义 不用离太极远转 无始断绝 当得及得实 令其根子断 一招一世 去节节贯穿 若长江大河 滔滔不绝 一番点拨 如醍醐灌点 虽说临阵学武 可对付这阿三 刚好够用 一招太极人手 配合体内九阳内力的刚猛 啪啦一声 这阿三的上下臂鼓尽数折断 教主果然厉害啊 为父王这一句话瞬间道破 就听赵敏说道 堂堂名叫教主 居然扮起小道童来 一口一个太师傅 也不知害臊 先父张岁山 是太师傅坐下第五弟子 我不叫太师傅叫什么 张三丰此刻只叫一个激动 无忌 属下等 参见教主 参见教主 张无忌当即对张三丰 和于戴言行跪拜之礼 张三丰实在惊喜 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历拜西域少林高手的少年 竟是自己的徒孙 本想再多嘘寒问你 可赵敏实在是听不下去 啊 这二乃是西域金刚门中 少有的内功精湛的高手 在他双掌之下 极少有人接得住三招 张无忌这太极拳虽是初学 可这已经制动 以游客纲 借力发力的法门 已是贯通 将这丝揍得是毫无招架 眼看阿尔正要续尽发力 于戴言朗声道 童何未忌 极其注入 张无忌瞬间明白 当下不再留守 直接将那排山倒海般的力道 推了出去 更是将这丝的四肢禁术折断 而张无忌下手如此狠辣 只为像赵明讨一样东西 你这两位家仆 已经被我打得精骨精断 还不赶快拿黑玉段序膏 给他们医治 张无忌曾在胡青牛医书中知晓 这黑玉段序膏 乃是帮两位施出蓄骨的关键 只要赵明交出黑玉段序膏 一切都可既往不咎 既往不咎 不将你碎尸万段 难里刀流绿柳山庄 铁牢之中 你对我的轻薄羞辱之罪 赵明此言一出 明教众人对着教主圣感钦佩 赵明满脸刚大 只好说道 若要此物不是不可 只要你张大教主答应我做三件事 我便双手奉上 张无忌也别无他法 只要不违背侠义之道 自己又力所能及 此事半疼 赵明听完甚是满意 可转眼一看 自己送给张无忌的珠花 竟然戴在小招的头上 又看着女子犹如小鹿芙蓉 心中发恨 阿大 又隐天气 把这小子的胳膊给我卸下来 这阿大便是八臂神剑方东白 曾是丐帮四大长老之首 众人心中甚是不解 这丐帮长老 何时成为朝堂英权 贫到这套剑 如果能得到八臂神剑指点几招 那可真是荣宠无量 明日 拿一柄木剑来 张无忌本就不精通剑招 见张三丰要传授自己太极剑 自是欣喜 方东白知晓这剑术之道 讲究清祥灵动 每个十年八年的苦练 如何能上阵对敌 当下心中不屑 任由张无忌临阵魔剑 可张三丰教的这套剑招 看着软绵无力 鸣叫众人心中甚是担忧 只是片刻 张三丰便演练完毕 无忌 记住了吗 已经忘记一小半 这也难为你了 又不过几分钟 太师傅 我已经忘记一大半了 张三丰笑而不语 索性又演练了一遍 哪知这次和上次所使招式 截然不同 待演示完毕 张无忌依旧云里悟 太师傅 我这下全忘了 忘得干干净净净 不坏不坏 忘得真快 那现在就请把臂神剑指剑吧 张无忌接过木剑 拱手一礼 就看这方东白手持以天剑 剑招凌厉很辣 清光荡漾 内力浑厚 使极风锐利剑 招数精妙出奇 而张无忌手中木剑 却始终平搭在以天剑的剑戒之上 以己之盾 挡敌之无风 虽说将刚才所学招式全然忘记 可这无招上有招 敌意欲剑 千变万化 正是那太极剑法之惊傲 方东白越都越是害怕 这是他生平使剑以来从所未遇 对其出招露术毫不清楚 手中剑招愈发混乱 正是犯了对敌之大忌 果然一招不慎 被张无忌木剑顶住胸膛 尚未反应 就被张无忌斩落一条手臂 赵敏心中大惊 想不到自己这家挪幽一天傍身 竟还能如此下场 今日就看在名教教主 张无忌的面子上 饶过你 我们走 张无忌见赵敏要走 赶忙追上索要黑玉断絮膏 突厥两股无声无息的掌风 分自左右袭道 就看出手之人 竟是两个身形高兽的老者 杨潇和唯一笑担心张无忌不敌 急忙扑上相助 却被一股饥寒之力直接顿开 当无忌一路跟随赵敏 只为取得那黑玉断絮膏 果真在一客栈中发现几人踪影 不急多想 破门而入 点住阿三几人穴道 就看桌面上放着一瓶有黑的药罐子 是不是真的黑玉断絮膏 是的话 就眨眨眼睛 看着阿三怒目言睁 想来也问不出所以然来 心想惯中的可能有假 我在三人身上的绝技不会有错 正当张无忌搜刮几人身上的药膏时 煞时间屋外人声鼎沸 乱成一片 就看无数弩剑朝着屋中射去 可张无忌此时身怀多样绝世武学 早已不会将这等阵仗放在眼里 可他哪里会想 赵敏身边高手如云 此刻怎会只有这帮楼罗 眼看黑玉断絮膏已然得手 一路上好不欢喜 回到武当山 将两种药膏进行对比 基本无差 想来是那黑玉断絮膏无疑 当下先行点住两位师叔学道 手法如风 将其断骨拼到准确部位 铺上黑玉断絮膏 可哪里想到 不出一日 鹰六侠便痛晕过去三次 不仅断骨处疼痛厉害 甚至感觉五脏六腑中 有无数小虫在饲咬 中毒者先是内脏麻痒 如同七虫咬腻 然后眼前出现色彩斑斓 凄厉变化 如同七花飞散 是七虫七花膏 我竟然又上了你的当 张无忌心知大事不妙 这七虫七花膏 有上百种配置方法 若不知是哪七虫七花 压根不知从何处下手医治 张无忌心中甚是傲 为什么没有好好听妈妈的话 一定要第一帮给人骗 越是好看的你 就越会骗人 英力廷想到自己 怕是命不久矣 看着眼前 一直照料自己的阳部 鼓足勇气问道 你真的 有多喜欢 我喜欢你 你这世上所有的堂日 夹起来都有所不及 英力廷虽与杨潇同辈 又和杨部回母亲定有婚约 此举虽有为人伦道德 但眼下已是时日无多 终是吐露心生 而此刻 呼闻一属下来报 赵敏竟在山门外求见 张无忌此刻恨不得 将气千刀万剐 池剑就要去找他算账 那我就去会会他 公子 你去把这个 还给赵姑娘吧 好没惨 我跟这姓赵的不共那天 身上绝对不留下他任何东西 赵敏见张无忌持剑相向 也不恼怒 笑说莫非名叫教主 指挥着强迫威胁之法 我要解药 你不给的话 我是不想活了 你也别想活了 赵敏面露娇羞 讨厌 上来就要人家和你一块死 想得挺美 张无忌自知说不过赵敏 只好再三逼迫 赵敏转眼一看 只见其将那珠花拿在手中 想来是当真发怒 便改口说那黑玉段序高 七重七话高的解药都奉上 只是你尚未同意答应我做三件事 你若不答应 就算是你把我给杀了 你也休想得到解药 赵敏娘 只要你肯赐药 救了我三十五和六十五 只要不违背侠义道 无论多大的难题 我张无忌 定当赴汤导火 为君所使 好 两人击掌为事 却看赵敏又将那珠花扎 在张无忌发关 转身说道 解药稍后奉上 但绝不许你再将这珠花 送给那桥妖 张无忌还在疑惑 却看远处一蒙古兵一箭射来 只看箭矢上榜有一星 金河夹层 灵高九藏 珠花中空 内有药方 二物早成君子左右 何劳幽之身影 想不到赵敏 居然从一开始便已布局 张无忌此刻无暇思考 赵敏为何如此 只是检查一番 这黑玉断絮高属实无误后 便忙着替于戴炎 和英离婷续阶段 这一次全无意外 那黑玉断絮高 果然功效如神 不过一月 英离婷已能下地活动精 只是余代言残废已久 想来若要恢复痊愈 同样虚些时日 可英离婷和杨不悔 在花园之中的亲密之举 却被杨潇看见 杨潇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昔日的情敌 竟然要叫自己一生爸爸 杨潇昔日情敌 此刻却要做自己女婿 虽心中不愿 却又别无他法 英离婷看着老丈人 远去的身影 忐忑的心情总算是放下 另一边 赵敏将六大派门人 全部软禁于万安寺 众人接中了 十箱软金散之毒 皆失去内力 只好任由赵敏宰哥 而赵敏此举 虽说是顺我者昌 但实际上是为了 偷学六大派的高深功夫 设下擂台 只要打赢三场 便可离去 否则性命不保 武当宋远乔一身傲骨 自是不愿 要杀便杀 请姑娘不要再侄辱我们 我中原六大派 即是贪生怕损之辈 大哥 我空同派打头阵 我身上 就看宗维侠飞身上台 与之对敌的 则是一名西域凡僧 给我这把破剑 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 宗维侠虽嘴上不怨 可看对方来势汹汹 不由拾起这木剑与之招架 可空同派本就不善剑招 不过一下 手中长剑就被击落 当即施展难门派 绝技七伤拳来 可这七伤拳虽名震天下 但倘若没有内力相持 任何招式都使不出力道来 一旁赵敏看得甚是欢喜 这七伤拳 先是这样 然后这样 最后再这样 正比划着 台上的宗维侠就已被一脚踹飞出去 宗维侠哪里想不到 自己堂堂一派长老 竟会落得如此下场 你抓我们来 表面上是逼我们投降 实际上是想 偷决我们各大派的武功 这样做太卑鄙了 见灭绝师太一语道破 赵敏也是心中一正 三魂 在 并将灭绝师太高招 灭绝师太自然不会受此屈辱 摆出一副誓死如归之状 家师宁死不辱 堂堂峨眉派 岂能在你的手底下 苟且偷伤 听闻 跪怕有一位周姑娘 是灭绝师太的得意弟子 赵敏早就听闻 周芷若曾有一件次 伤张无忌的壮举 此刻又见这小妮子 犹如小鹿芙 更想灭一灭 这峨眉派的威风 既然掌门不愿意打 那就你来打吧 只看那番僧直接出手 却看周芷若避而不攻 一路闪退 一旁的宋青书 实在担心芷若妹妹安危 捡起那木剑 抢上前去 芷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替他比 武当派本就以剑法闻名 宋青书作为第三代弟子乔楚 又是宋远乔的独子 其剑术自势不凡 靠着七十二路绕指柔剑 轻松打落这番僧手中兵刃 乃至这番僧不讲武德 落败后仍是猛踹他一脚 你有没有受伤 没关系 有你的关系 我自然没事 赵敏见宋青书和周芷若二人有情有义 反倒是十分欣喜 不必了 你又有什么诡计 没有啊 我看了场好戏 心情好人 可灭绝师太却不好过了 他当众羞辱赵敏 以示惹得赵敏不悦 直接将其带至台上 将那木剑递给师太 打响师太依旧面露不屑 直接就地盘戏打坐 闭目不已 赵敏知晓这师太有了是傲气 可赵敏是何许心机 直接将目光瞄准了峨眉一众女 一个个在你面前扒光零一 我看你峨眉派 还如何硬啊 灭绝恼羞成怒 听尽全力朝着赵敏冲去 哪知一旁玄冥二老早有防备 一掌玄冥神掌 便让这师太口吐烟火 你身为女子 辱莫女子 简直是 不是淫贼 你说什么 就算死 我也死在以天见下 跟你朝廷的走狗无关 赵敏见灭绝师太如此具傲 心中倒也产生两分钦佩 于是决定将其关进塔内 扼上三五天 而这师太也确实没有辱莫 郭湘祖师一讯 你们都给我听着 我派祖师是抗原英雄 郭大侠的后领 绝不能让无耻之徒 学到我派武功 到处围绕 此时张无忌等人 总算找到各派的踪迹 这才知道 原来赵敏软禁这六大派的高手 竟是要学习各派精妙武学 昏轮掌门和太冲剑法虽惊 可如今内力全失 剑招上的灵力威力全然施展不出 不过片刻就被那番僧鸡倒在地 而这输了的代价 便是斩落一根手指 张无忌实在看不惯赵敏的霸道 本想出手 却听到赵敏要将周芷若带上场来 这才稳了稳心神 就看周芷若下会场中 无论赵敏如何言语相机 皆是置之不已 果然是有其失 并有其痛 你可知道 你师父身受重伤 又绝食了五人 只怕是离死不远了 家师宁死不辱 是武林中的表率 我堂堂鹅眉派 岂有苟且偷生之辈 要杀要剐 一言而绝 好一个伶牙俐齿 振振有词 以这小妞小小年纪就如此自负 想来是这花容月貌 以至这般骄傲 如果我让你跟我师父一样 你还敢跟我领解吗 你想不想 我不想 杀了我吧 我就是不杀你 我只想还你 赵敏见周芷若如此嘴硬 正想一见滑阔气娇嫩的面庞 可张无忌哪里忍心 让芷若妹妹毁灭 随手将怀内的锦盒置了出去 赵敏见暗器飞来 转身就是一箭披露 周芷若本以为大火临头 不想竟有人会出手搭救 此刻被张无忌搂在胸前 这宽广坚实的胸膛 这一股浓烈的男子气息 一刹那间 身子软软的差点晕去 赵敏此刻恨不得 将张无忌这小子千刀万剐 又看张无忌致出的 正是自己相送的锦盒 更是欺然欲绝 你就如此厌恶我送你的东西吗 非要毁了他不可 张无忌也是一证 赵敏居然没有恼怒 眼神中竟是忧怨之意 当下柔声说道 从怀中随手一摸 便是此物 绝不是有心破坏 这盒子你一直随身带着 可是你却为了他毁了他 我一定找叫人重新想好 真的 好吧 我信你 那你走吧 这脑回路也是无他 就看张无忌协助周芷若的手 转身欲出 赵敏当即恼羞成怒 我何曾同意让你将他带走 我不学 就看玄冥二老一个眼神 伴随体内真气的快速运转 呼的一掌玄冥神掌拍出 三人四掌 真利对真利 张无忌在武当山上吃过这两人的亏 焉能重蹈覆辙 当即使出那乾坤挪移心法 又将那纯阳之气汹涌推出 竟逼得这玄冥二老亮出那冰刃来 此时一旁的为父王和杨潇同时朝着台上乐曲 赵敏不知暗处还有多少名叫高手 所幸将矛头指向一旁的周芷若 你若敢跟他离去 我便灭你额眉满门 张公子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你赶紧走吧 刚才不是无忌哥哥叫他好亲热吗 赵敏不知张无忌和周芷若 到底是何关系 便出言是叹 莫不是 这就是未来名叫的教主夫人 原事未灭 何以为嫁 说到底 你就是要灭我 赵敏气急败坏 拿起那一天剑 就要朝着周芷若脸上划去 哪想那为父王突然间轻隐一声 便在赵敏脸颊摸了两下 这位赵姑娘 你要毁周姑娘的容貌 我可劝不了你 但你要是这么心狠手了 我姓为的也饶不过你 这边伏侠虽武功寻常 可这轻功造诣含有敌手 赵敏一时也不敢再说什么 只好放任张无忌等人离去 晚上 赵敏脑海中 竟是张无忌那俊俏的面庞 而另一边的张无忌 同样也不能眉 忽然只看见屋外 竟有一道人迎赏过 当即就快步朝着那人追去 带追到城外郊区 只见高处站立的 竟是赵敏身旁的苦头驼 大师领我们到此 有何用意 就看这头驼伸手示意 让杨潇二人退至一旁 而后却忽然出手 朝着张无忌就攻去 张无忌哪里想到 这苦头驼约自己出来 竟直接下手 这一敌三 显然不是常人思维 张无忌当下也不出耐杀招 只是与这苦头驼见招拆招 却看苦头驼左手胡爪 右手龙爪 食指成钩 攻势极是猛了 张无忌倒也不敢怠慢 当下施展太极拳法 化开气攻势 就看杨潇逼人的将长剑致出 张无忌虽不明白 这杨左时怎会将冰刃借给敌人 眼见苦头驼长剑挥舞 有如万道金蛇乱钻乱窜 张无忌却剑出奇招 道过剑鞘 刷的一声 将剑刃套上剑鞘 夺过长剑 一剑批出 将这头驼击路 却看这苦头驼落地瞬间 竟直接朝着张无忌跪拜下去 想不到这赵敏身边的苦头驼 竟是曾经的天下榜一美男 与杨潇合称逍遥二线的光明又是范瑶 好兄弟 好兄弟 没想到 名尊又虎 让我们兄弟多年之后还能出访 见你的身影 就很熟悉 才想适应 可是你 可是看到我的容貌变成这个样子 没有感人对吧 一番询问 这才知晓 原来当年杨炳天无故失踪 名叫大乱 可这范瑶心中不信教主归天 已于失踪 四处查探 偶然在街上撞见混员霹雳守成坤 猜想此人恐与教主失踪关系紧密 一阵尾随 方才知醒 这成坤正是投靠了朝廷 处心积虑想要铲除名叫 范瑶心中自视气愤 偷偷跟着成坤 本想初期不意将成坤击杀 却不想这丝的功夫竟与自己不相伯仲 范瑶拼尽全力 将徒有毒液的手掌派在成坤胸膛 本以为总算是将这恶贼击毙 却不想自己却突然经脉迷信 想不到这成坤竟然这般奸诈 可如今自己断不是成坤对手 被七一掌击落下万丈深渊 本以为要命丧于此 却不想天不亡我 自己摔落在一溪流之中 而这溪水中 爬满水质 水质好吸人血 竟将泛咬体内毒性尽数吸空 想到此处 心中发狠 索性将这天下绝美的容颜回去 更是吞下一颗煤炭球改变自己声音 将自己扮作一袋发头脱 顺便用内染发膏 替自己染上个金色的秀发 从此世上在吴光明幼时 恰逢赵敏的父亲 汝阳王昭贤那时 于是便杀尸壁骨 自立功名 成为汝阳王手下一名色目武士 更是为了得到汝阳王信任 将明教一位刺杀汝阳王的乡主 直接杀害 可这残害教内兄弟 本就是明教五大禁忌之一 张无忌此刻虽有所不悦 可想到他主旨是为了护教 又不能加罪于他 只好说不予责怪 范瑶见张无忌眼神闪躲 索性拿出一把短剑 静止扎入胸口 张无忌也不知范瑶性子这般刚烈 又想到他为了明教 已是受了众多折磨 心中感动 索性对其一败 张无忌这一举动 让范瑶彻底臣服 经此一事 两人相互置心 再无隔阂 从此以后 我们团结一心 一定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 为今之计 当已救出六大排门人至为重要 可众人服下那十箱软金散后 内力全尸 这解药又有玄名二老轮番看守 杨潇听闻那陆战客好色 贺比翁好酒 当下心生一忌 而知贺比翁和陆战客二人的弱点后 张无忌首先给了范瑶一枚 和十箱软金散相似的药物 但期限只有半个小时 于是范瑶就宴请 孙三悔二人前来吃肉喝酒 果不其然 贺比翁就被香气吸引了进来 是没想到啊 苦大师竟然喜欢这个了 那这跟我真是同道中人啊 嗯 很香啊 好酒 哎哟 哎呀 好啊 咱们一起敬贺先生一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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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范瑶就将带有毒药的胡塞 盖住了酒壶 让毒药和酒融为一体 为此给三人倒满 除了范瑶之外 三人喝的都是毒酒 孙丽二人魅力不深 毒酒一入肚 片刻间便绝手酸脚软 浑身不得劲 范瑶则察觉 贺比翁不由的脸色大变 于是恶人先告状说道 何先生 你竟然给我们下石像软金散的毒 我们给你无冤无仇 这是为什么啊 贺比翁差一万分 这石像软金散这个月由自己掌管 他哪里知道是张无忌特意调制的毒药 郭大师 你恐怕误会了吧 我们也算兄弟 我怎么会害你呢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我也中毒了 你竟有什么坚韧 在这番菜里下了毒 这石像软金散 只有你们兄弟两个才有 你还想教别 贺比翁真是白口莫便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但他唯一一点就是没有脑子 普头驼则让贺比翁赶紧交出解药 但他手中哪里有解药 唯一的解药却在他师兄陆丈克手中 而此时陆丈克刚打开房门 就发现自己床上躺着一个人 他上前一步发现竟是汝阳王的女人 难道是我那大徒弟乌亚阿普 猜到了我的心思偷偷把它截了来 想给我个惊喜 然而陆丈克却不知道眼前的女人 正是唯一笑刚刚从王爷府中偷过来的 但陆丈克好色贪瘾藻惦记王爷那集已久 他见娘娘头颈中肌肤盛雪 不经怦然心动连问树生 却发现他早已被人点中了穴道 正当陆丈克准备调戏娘娘 是赫比翁和范瑶赶来急忙敲门求见 那陆丈克怎可舍弃娘娘当即表示自己在练功 此时的范瑶知道唯一笑 已经大功告成当即一掌破门而入 刚好看到陆丈克慌慌张张明显身后有一个女子 赫比翁知道他师兄风流成性在他房中出现女子也不足为奇 于是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向他寻求解药 我们四个人在吃肉喝酒突然全中毒了 虽说赫比翁头脑简单但陆丈克就不一样 你们先去外面休息 我给你们拿解药 待陆丈克摸手之际他察觉苦头驼内力全尸竟是假装的 大师倘心脚下 而此时的范瑶也知道事情已经败露 在陆丈克点中自己学到之际 也趁此点中了赫比翁的学到 你没中毒到底是何居心 没想到此事苦头驼满面笑意指向汝阳王的爱妾 说到王爷知道你对爱妾图谋不轨让我监视你 没想到你真敢将王爷爱妾偷来啊 王爷命你来勤我 咱们两个好好商量商量 我帮你把这件事情掩盖下去如何 说完就见苦头驼将孙三败二人交进来当场点中他们的死穴 有条件的吧 说吧 我帮你做什么事啊 这个容易 其实我跟鹅妹派灭绝掌门交情深厚 无奈的苦头驼只好谎称周旨若是自己和灭绝师太的私生女才勉强混过去 把娘娘借到这儿这出戏也是你苦踏实的手臂吧 想求我那老乡好 和我那宝贝乖女儿 我这不奔空手想求吗 好 冲这句话 我就帮你 说完当下去过鹿脚杖将石香软金散的解药倒在了碗中 可苦头驼要解救的是六大门派这点粉末如何够用 当场说到你何必小气多次一些又何妨 可在这时鹿脏课见他多妖姐要突然起一把拽住他说道 非苦大使你要救的不只是灭绝师太跟周姑娘两人 苦头驼刚想混过去 呼听的院子中脚步声响七八人奔了 而苦头驼和鹿脏课清楚听到是来此搜寻乳羊王的爱情 于是苦头驼又开始献祭当场盖住女子的面甲 随后用麻袋包裹和鹿脏课一起往万安寺中赶去 这样汝阳王就查不到鹿脏课头上来 因为万安寺关着的是六大门派 可好瞧不瞧他二人刚想进入寺中正式赵明赶来 鹿脏课则向赵明解释道 昨天张无忌等人来子胡闹 自己只好和苦大师商量着将棉被抱来 住到万安寺中以免误了郡主的大事 巧了 我本来也想请玄冥二老亲自镇守 只是觉得不于劳驾不好意思开口 没想到你能主动替我分忧 他真是再好不过了 那我也就不用再上塔巡视了 师父 你跟我去个地方吧 苦头驼见赵明呼唤自己只好 将手中的爱妾向着鹿脏课抛去 临走之际还不忘警示他 赵明则带着苦头驼去找张无忌约会 而鹿脏课将汝阳王的爱妾安顿好后 突然想到自己的这件丑事要让苦头驼保密 必须要将他的老情人已经女儿放了才行 师太啊 你还果真有些姿色呀 爱不得当年有人跟你 别废话 要杀妖狂 随你便 那我要是说 我受人之兔来帮你 你也不信吧 你就当我是来送你归系的 鹿脏课刚想点钟灭绝师太学道 灭绝则表示临死前想见自己的徒弟周芷若 鹿脏课一听母亲见自己女儿人之常情骂 于是屁颠屁颠地将周芷若带到她的身边 而灭绝师太叫她前来正式向她嘱托自己的临终遗言 小女子周芷若对天蒙示弱日后 我对张无忌心存爱慕 我的师父灭绝师太 死后变成厉鬼 我和他的儿女男子代代为奴 看着周芷若类珠滚滚而下 灭绝师太总算吐了口气 毕正言辞地说道 郭湘祖师在上 鹅眉派第三代掌门灭绝 献命门下周芷若 接替鹅眉掌门之位 说罢便将那掌门信物铁指环 套在他的食指上 外面的鹿脏课早已等得不耐烦 鹿脏课骂骂咧咧的走开 心想还不如和那如花似玉的寒鸡 双宿双飞来的惬意 口中呼唤着小宝贝 小美人 我来也 岂知这被褥刚掀开 就被突如其来的手指点珠学道 想不到这苦头驼早已等候已久 陆丈克这才明白 所谓灭绝老乡好 不过是这丝的一场阴谋 这苦头驼定是那名叫安插的奸细 范瑶索性承认了自己光明幼使的身份 将这丝身上的石香软精散解药驱走 便要去搭救那六大派一众高手 各派众人知晓其是张无忌属下后 心中并无猜忌 纷纷服下这解药 偏偏这峨眉一众女仪 誓死效忠灭绝 与名叫不共戴天 范瑶懒得听这帮女子啰嗦 直接点住众人的穴道 将这解药直接倒进去 偏偏此时 赵敏的兄长王宝宝 带着众多武士将这高塔团团围住 范瑶心知这小王爷心狠手辣 当即挟持陆丈克和韩基 本想以此和王宝宝谈谈 哪知王宝宝一看 父亲的爱飞镜这般名样 想来父亲也是无福享用 恼秀承诺 派人去火烧了这幅塔 摆开弓箭手 前人要赶从塔上跳下 便射杀 就看众人将木柴堆积 在王宝宝一声令下 这弯安塔瞬间陷入火海之中 而此刻 张无忌和赵敏 对寺中发生之事毫不知情 在这客栈之中推背幻展 如果我把你那个周姑娘给杀了 你会怎么样 你是我朋友 周姑娘也是我朋友 不 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人 他是他我是我 一你看 我跟他相比 谁比较美啊 当然是你啊 此时乌碗忽然传来万安寺着火的消息 两人心中皆是一阵 朝着万安寺就急驰而去 而这次中六大派高手 体内真气尚未全部恢复 面对着滚滚浓烟 都朝着他顶跑去 范瑶本想劝这事态赶紧离开 可灭绝依旧一副傲骨不予理会 就此时 一道白衣身影赏灯 来人竟是贺比光 你拿了我师兄的解药 原来 赫比翁担心路障客被大火烧死 竟然冲了进来 却刚好撞见了范瑶和灭绝在一起 这下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灭绝听闻此言自是恼羞成怒 这失态的功力本未恢复 但此刻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长法中只工不少 皆是拼了命的打法 赫比翁担心自己不敌 当下心生疑忌 我想骗发誓 这些风流运势 都是这个死头头说的 你冤枉我 灭绝事态转眼看向了范瑶 乃至这赫比翁突然发难 手中玄冥神掌瞬间拍出 将这事态直接击飞出去 轻易服王的轻功到底有多强悍 这神剑八雄只是听到一阵骇人笑声 还没看青来人是谁 就全部被击倒在地 此时就看空中又飞来一人 两人本以为能轻松将六大派门人救出 其料着王宝宝手下竟还有十八金刚 五刀 五剑 四杖 四伯 攻守相助 二人武功虽高却依旧拿不下重人 此时忽见无数落叶如穿花蝴蝶般迅速飞舞 这十八金刚竟被直接震飞出去 来人自视鸣叫叫主张无忌 张无忌看着高塔即将被烈火吞噬 一时尽不知该当如何 张无忌心生一忌 想那情贼先情王 当下身形一侧 刺耐由于破水 直击王宝宝身前 哪知忽然一把以天剑刺出 孔其剑锋威力 急忙后退一步 就看赵敏忽然持剑挡在王宝宝面前 王宝宝手段向来狠辣 不惜一切想要将六大派尽数铲除 此刻高塔之上 人心惶惶 眼看火焰将近 不禁叹息 诸位武林同道 都是英雄好汉 早将生死 致志于度外 与其再次忍受折磨 不如轰轰灭烈 葬身于火海 谁想到我们六大派的招手 今天不怕要全军覆没 张无忌知道如此下去不是办法 索性凌空迷远 杨都市 张无忌飞落到这高塔跟前 一掌拍去 便将一旁守卫放倒 塔上众人听了都是一阵 心想此处高达十余杖 跳下去力道何等巨大 你纵有千斤之力也无法接住 武当二侠于连州从小看着张无忌长大 知晓这只儿不会欺误 虽心想其恐怕接不住自己 但与其火化不如拼死一搏 朝着塔下就跳了下去 就在于连州即将落地之际 张无忌直接施展出那乾坤大挪移 吞吐空纵之间 便将那千斤力道左右散开 何太重夫妇见张无忌竟有如此神功 紧跟着越了下去 张无忌见状左右开弓 卸去那万有引力 将两人轻松接住 众人实在不愿听着舔言舔语 纷纷朝着塔下跳去 就如此张无忌手中乾坤挪移大开大河 牛顿见了也知乎啊塞 锦廷一人之列 将六大派众人陆续接下 而下来的高手自是与那蒙古守卫斗成一团 赵敏之小眼下大势已去 索性也不做纠缠 说吧就带着所有侍卫离去 而此刻高塔之上 猎绝师太还在和贺比翁缠斗 意识不慎 被那玄冥神掌击中 眼看师太威脸 范瑶将这路障客和寒鸡直接抛下 贺比翁也直接跟着跳了下去 张无忌见来人竟是玄冥二王 虽想这两人曾伤过自己 可是终究不忍袖手不顾 朝着贺比翁就拍出一掌给其剑 而后转身就去抓那被褥 可这被褥却被火焰跟上 张无忌心中一惊 急忙撒手 他哪里会想到 这被褥之中 竟是个如花似玉的女子 全民二老感激张无忌已得抱怨 当下拱手一礼 转身离去 此刻高塔之上 只剩下灭绝师徒和范瑶 你这狗贼 鬼我轻盈 今天我跟你同归一尽 这会你跟我恩怨为了 没有关系 等他们脱身以后 你再找我轻松了吧 主主 你先走 我跟他同归一尽 范瑶见这事太咄咄逼人 索性不予理会 直接朝着塔下跃去 想不到这事太静如此倔强 或许 这才是周芷若之后黑话的关键 聂绝师太懒得理会宋青书 抱起周芷若就朝着塔下落去 就看张无忌双脚一跺 石砖瞬间破碎 随后将那乾坤大摩一发挥至极 朝着树杖高空飞去 只为迎接自己朝思暮想的紫若妹妹 哪知这灭绝师太死已已绝 绝不愿受鸣教半分恩惠 见张无忌前来搭救 拼起全身残余力气 反手就是一掌击出 而后就看这事太转过身来 对着周芷若轻轻推出一掌 周芷若心中大惊 想不到师父为了保全自己 甘愿坐那垫脚时 而这事太心中 又何尝不是因大意未成 留下一道凄凉 此时就听喀拉一响 灭绝师太重重地摔在地上 浑身筋骨瞬间断成竖节 众人心中大为不解 想不到这事太进这般死脑筋 就看师太对周芷若说道 务必完成答应师父的承诺 张无忌本想替这事太输送内力 却看这事太一把甩拍张无忌的手 话音刚落 灭绝师太便以气绝身亡 张无忌本想再次出手 拉向芷若妹妹却突然变了 而这次的变故 注定两人终是形同陌路 所幸这次万安寺一战 成功将六大派高手救出 保住了中原武林的颜面 我给大家带了一谈上好的女儿红 我还没有和明门正派喝过酒 不知道今天各位恳否赏光啊 有女儿好 我和你喝 老那介意 以水再酒可否 杜敬杰伯兄弟在 相逢一笑名恩仇 一饮尽江河 这也让名叫和所谓明门 正是结交友好 而另一边 峨眉派众人还沉浸在灭绝离开的悲伤之中 但家不可一日无主 眼下当务之急 便是尽快推出新掌门 重振峨眉 眼下师父已经往生 大家认为谁最有资格成为新任掌门 眼看众人一时没了主意 就听一小师太说道 大师姐入门最早 武功最高 该由大师姐出任新任掌门 丁敏君心头一喜 自己总算能当上掌门之位 那我就当人不让了 哪知内境选小师太眼尖 忽然看见周芷若手上戴着 正是峨眉派掌门贴纸了 在万安寺塔上 师父已立我为第四代掌门 那就请掌门明示 丁敏君心中一正 师父怎会将峨眉交付于你 谁知道你这帖指环是不是偷来的 按照资历 怎么样也轮不到你来当这个掌门 可灭绝师太灵中之前 只与周芷若单独相处 加上师父武功极高 这帖指环怎会轻易被挡 周芷若见丁敏君言语尖酸刻薄 心中伤痛 师父 接着又看周芷若单手起誓 苍天在上 若周芷若有半句虚假 必将天打雷锋 众人看周芷若经历下这般毒誓 眼下师父又尸骨未寒 纷纷劝说丁敏君何必咄咄逼人 而另一边 张无忌带着小赵来到一间客栈 自是与赵敏相会 只因张无忌曾答应赵敏要做三件事 而这头一件事 便是带赵敏去冰火讨 一堵屠龙刀真容 但在出发之前 张无忌却向赵敏借着以天剑一用 我还没见到屠龙刀 你刀先向我借以天剑 你这算盘 打得真是惊啊 说话间 赵敏还是将以天剑递给了张无忌 就看张无忌与小赵对视仪 拔出以天电视一剑 将束缚小赵手脚的铁链直接辟断 谢谢公子 然后三人一同行走在大街中 却看到峨眉派众人又折返了回来 张无忌心中难闷 莫非峨眉遇见了什么麻烦 一听到周公娘 红破都没 几人一路尾随 就听在一破庙之中 那丁敏君又在出言讥讽 如今师父尸骨未寒 我们的掌门人却偷偷跑回大都 就是为了私会魔教那个姓张的小英贼 今天正好众同门都在 我提议 重新推选一位德才兼备 资历武功都足够为同门做表帅的人 重任信任掌门 我同意 我也同意 交出掌门铁纸环 交出来 暗中的张无忌看到 纸若妹妹受死屈辱 甚是心疼 本想出言呵斥 却被身边赵敏拦住 毕竟这一出去 纸若妹妹可就是有理也说不清了 你叫我一声好姐姐 我就出去给你的猪姑娘解围啊 张无忌心中一动 知晓赵敏向来诡计多端 虽说叫声好姐姐多少肉麻 可为了纸若妹妹 也别无他法 好 谁 偷偷摸摸在那儿偷听 突然间传来几声咳嗽 就看是金花婆婆带着英离款款走了 开口询问 灭绝师太身在何处 上次比武未曾了断 叫他出来再与我比试一番 我师父已经元气 你们在门口偷听这么久 干嘛明知故问 金花婆婆心中一愣 想自己生平从未有待绩 却也只在一天见下稍训一筹 如今自己借到一把矿石宝刀 本想在与师太一绝高低 却不想师太尽先行一步 灭绝啊灭绝 你就不能吃一点死吗 我先师倘若还在 你这个病老婆子 也无非是多败几场 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金花婆婆只觉耳旁甚是锅躁 四下清脆的声响过去 丁敏君顿感头晕目眩 灭绝师太虽性情怪癖 但平日行侠仗义 正气凛然 这门下怎会有如此嚣张之人 既然灭绝已经死了 那你们就出一个人替他比吧 丁敏君虽是大师姐 武功也在众人之上 可刚才两下实在不轻 哪里还敢造词 就看周芷若出来拱手一领 婆婆万福 峨眉派第四代掌门周芷若 问婆婆安好 你配吗 谁承认你是本派掌门了 你也不害臊 金花婆婆一个眼神看去 丁敏君瞬间又泄了气 本派门户之时 不与外人相干 我既受先世一命 担任本派掌门 自不容外人 辱几本派门人 好一个不如本 没想到灭绝师太 还有这般有骨气的徒弟 那就让我来领教领教 新掌门的峨眉绝学 周芷若虽说年幼 可这一朝仪式之间 颇有三分灭绝师太真传 但终究是武功低微 金花婆婆还未用力 便将周芷若长剑击落 一把擒住周芷若肩头 额美武功也不过如此 额美武功博大精深 只怪我学艺未成 只懂皮毛 今日你要杀便杀 不过请放过一众同门 想不到这女娃娃功夫虽差 这性子倒是要强 金花婆婆心生爱才之心 便想把周芷若带回灵舍岛训教 放开张文 你怎么 现在有人掌门了 众女你本是看不上周芷若 但此刻见她不计私嫌 心中均起敬佩之意 可这手上功夫实在惨不忍睹 就看阴璃腾空跃起 小手一挥 一阵粉末飘散 众人皆倒闭不起 周芷若你不必担心 这些毒不折磨人的 他们疼一会儿就都死了 周芷若担心额美一派 真当要灭绝 当即跪倒在金花婆婆面前 很请婆婆饶恕众人 金花婆婆倒也客气 额美掌门说话 自食没问题 就看婆婆掏出一颗丹丸 这断肠裂心的毒丹 以弱服下 我便放过众人 周芷若回头看了看一众师姐妹 心想师父叫我欺骗张无忌 我本就做不到 如今又要和这十个女子唱大戏 与其活着受那无穷折磨 还不如就此一死了之 想到此处 便将金花婆婆手上的丹丸 直接吞下 这可急坏了一旁的张无忌 急什么呀 这毒药是假的 他要周姑娘死 何需用毒呢 张无忌心想有道理 金花婆婆也对周芷若更加赏识 便以此胁迫周芷若跟自己离去 张无忌还是不明所以 不知赵敏为什么要阻拦自己就指若妹妹 你心里就只顾着你的周姑娘 你不要你衣服了 你什么意思 就听赵敏说道 你还没叫我一声好姐姐 我凭什么告诉你 张无忌又羞又喜 当下也顾不得什么面子 好姐姐 你刚刚说什么 我没有听清楚 好姐姐 这样满意了吗 就听赵敏说道 是才金花婆婆有言 借到一把矿石宝刀 敢问张教主 这天下能与一天争锋的 除了屠龙又有何物 张无忌犹如醍醐灌顶 自己只不担心 只若妹妹 全然没有在意金花婆婆说声 两人一路尾随 悄悄潜伏金花婆婆的乘船 便来到那灵蛇岛上 就看岛上有一间稻草茅屋 院子中站着 不正是自己的衣服 金毛狮王谢迅 交出屠龙刀 饶你不死 屠龙刀在此 有本事来局啊 此时突然传来一阵咳嗽 自视那金花婆婆道 这丐帮的长老心中一惊 赶忙上前拱手 口中说道 这是本帮与金毛世王的私人恩怨 还望婆婆莫要插手 住老婆子眼镯 并未见过 在下刚入丐帮不久 婆婆不认识野蜀正常 在下姓陈 草子有亮 见金花婆婆一言不发 陈有亮也不再理睬 大喝一声 不杀狗阵 就看这几名丐帮长老口说莲花闹 手中拐棍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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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响 围绕着谢迅盘旋 速度越来越快 忽然之间 就见一长老忽然飞升而起 风声鹤唳 殊不知谢迅玩的就是听声变味 这杀狗阵只是杀狗容易 要想详师俯虎 哪有这么轻松 谢迅一记七伤拳 就将一长老打得七血翻涌 或是这世王不愿再生猪禄 对几人都未下死守 金毛世王威震天下 果然名不虚传 我从来没见一副动过手 没想到这身武功 如此出乎我意料 就看陈有亮眼神一狠 手上打出一个暗影 几个长老心领神会 抓住谢迅双目失明的烈士 手中木棍疯狂朝着四周敲击 打乱谢迅阵脚 趁此间空袭 便将谢迅架住无法动弹 金毛不会救他 就看一人举起杖棍 就要朝着谢迅头上击取 却看金发婆婆毫无出手之意 张无忌担心一副 捡起几枚狮子就朝众人击取 谢迅心中恼怒 挥舞起屠龙宝刀 左砍右批 直接下那狠手 更是一刀 将一巴带长老哥活泄取 陈有亮一看大惊 没想尽有如此变数 当即说道 谢大侠武功盖世 佩服佩服 说话间手上却摆出狮子薄兔 脚摆一道降魔剃斗腿 心想如若不测 便将阴离抓为原职 这次是我丐帮输了 不过在下有个不情之情 还请谢大侠饶过这位受伤的长老 在下留下 一命比一命便是 谢迅自是看不见这一幕 直到是这陈有亮是个重情重义的汉子 倒也不再为难 让陈有亮速速离去 就我的那位兄弟 请相声吧 张无忌心中忐忑 看到多年未见的义父 若不是身旁赵女提醒 差点就要跪了上去 想到只如妹妹还在金花婆婆手中 万不可暴露自己身份 只好说道 咱们巨精帮 向来在海上找饭吃 做的是没本钱的买卖 老婆婆你出的金子多 我们便送你一程又何妨 刚才见丐帮事多欺人 忍不住出手相助 原本是好意 没料到 谢大侠身手如此了头 倒显得 是我们多事了 谢迅听完便到了声感谢 转身又问金花婆婆 樊夫人 我而无忌 真的还活在世上 谢大侠 英离不知当年的曾阿牛 就是张无忌 只以为她早已摔下那万丈深渊 可金花婆婆未得到屠龙广刀 以性命挟持英离说 那天 我苦求她跟我回零射岛 可她不但不愿意 她反倒咬了我一口 要吃英都先在海南 绝非是假 我真的好怀疾她 谢迅这才确信 张无忌尚在人世 就听金花婆婆说道 谢三哥 今日可否先将这屠龙刀介入 他日我将张无忌 带上岛来看 我谢迅眼瞎心不瞎 我在灵蛇岛一世 本事万分隐匿 为何丐帮之人会知晓我的行踪 我能看得出来 你是希望我 此在丐帮人手里 你好作证于翁之力 我谢迅 我要重着江湖 闹在个天翻地步 谢迅说 罢便腾空飞去 张无忌和赵敏也赶忙离开此地 赵敏一路上想着英离刚才的话 心中越想越是窝 你张大教徒 到底瞒着我还有多少的好妹们 我又不是你的手下 为什么要试试跟你交代 你 你干什么 幽闭 幽女 紫若 杀实至仇 不共戴天 自灭绝世太原济之后 紫若妹妹的脾气是愈发渐长 实践直指赵敏要替师父讨回公道 可灭绝世太明明是自己不愿接受明教相助 你若非要把张赖在我的头上 我也没有办法 放马过来 眼看周紫若一剑就要刺血 张无忌却一把拦住 紫若 我们都冷静点些吗 周紫若也不会想到 一向疼爱自己的无忌哥哥 此刻却站在了自己的队里面 你为什么要包庇他 他为什么要护着我 周姑娘一定要问得这么清楚 来自取其辱吗 正当两人争执不休之际 忽见海面上挑来一条主法 正是白天被谢迅打跑的陈友亮 老爷子 原来是狗贼陈友亮不怕死 就回来找你了 就看谢迅一把情注陈友亮咽喉 我跟你说 让我在岛上再见到你 雪儿狗命 话音刚落 呼听的身后传来一道风声 不知是何物飞来 逼得谢迅不由倒退影 只见三人身穿宽大白袍 朝众人飞来 仔细一看 为首之人拿着的 竟是明教圣佛令 明教圣佛令到 见圣佛令如见招住 谢迅 你还不快下归影街 虽然三人的中文别角 但可以知晓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 无奈帕萨 明教宗教 语音时 接浪卫士秒分时 会月时 原来 时隔三十年 点在帕萨的明教总坛 才收到明教教主 失踪的讯息 当即派风月云三十 前来整顿教务 和教上下 七分号令 不得有误 而几人能找到灵蛇岛 自是这陈有亮 释放的消息 其目的自是为了得到 谢迅手中的屠龙宝道 明教教徒 见圣佛令如见招住 裸废叛徒 现在便献上屠龙的 一世对命教重心 谢迅双眼已瞎 即便圣佛令 在我眼前 谢迅也看不到 风月云三十看 谢迅竟敢不听号令 手持圣火令就朝着谢迅攻去 谢迅手中屠龙刀左右挥动 却不想这圣火令一世坚硬无比 竟能与屠龙争锋 而这帕萨使者的功夫更是诡异 四人拆解数十招 金毛狮王便遇见不敌 张无忌担心一副安危 急忙从身后突袭 抢过其中一人手中圣火令 将他一脚踹飞出去 另外两人心中惊怒 其从两侧攻上 这是张无忌出道以来 遇见过最难缠的对手 任平手中乾坤挪移神功大开大合 也只是与二人斗成平手 只见三人忽然连为一体 何惧一掌拍出 惊起千层浪 实事不可思议 张无忌从未见过此般招数 盲用九阳神功抵御 说话间 就看两位使者手中圣火令一番 犹如伤害加倍 将张无忌直接震退出去 周遭二人同时跃起 朝着三人飞去 但两人武功本就低威 此举不过躺臂挡车 反倒成了张无忌的脱油瓶 眼看三人步步紧逼 危急时刻 赵明一把夺过张无忌手中圣火令 朝着大海扔去 三人一看大惊 赶忙掉头追去 就此空隙 众人赶忙逃离而去 在阴厉的指引下 总算逃至一隐秘之地 就看此处四面环山 只有一道入口 一手难攻 几人这才喘过一口气 此时就听谢迅对着张无忌说道 曾少侠 多次相救 谢某感激不尽 张无忌听到此处 早已是泪眼婆娑 静止朝着谢迅跪了下去 孩儿不孝 这么久才前来相认 还依附您受苦了 曾少侠 你这是何一样 孩儿是无忌啊 在冰火倒的时候 您叫我谢无忌 可回到中途 您为了保护我 让我叫回张无忌 谢前辈你干嘛 谢前辈 你是什么人 怎么知道这些事情 你真是玩物 我记得 你不 我真的想死你了 金毛师王谢迅笑的 呲牙咧嘴 正是因为眼前这少年 竟是自己思念许久的无忌海 看着张无忌不仅身怀绝世武学 更是明教新任教主 更是欣喜若狂 金毛师王谢迅 在此败前教主 此时谢迅如在梦中 激动得像一只猴子 正当两人还在寒暄之际 呼听海面上传来声声号角 原来 帕萨明教总部未得到屠龙宝刀 调来大量人马 要将这灵蛇岛翻个底朝天 此刻就看那陈有亮卑微说道 这岛上除了金毛师王 还有位金花婆婆 诡计多端 难以对付 就看这为首的大胡子满脸不屑 都是垃圾 而此时 英离身负重伤 突发高烧 而小招又被金花婆婆带走 不知所踪 张大教主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姑娘 就要赵敏陪同一起 去寻草药 救出小招 张大教主 终于懂得欣赏本姑娘的机智过人 你明白 我对你终归是有益无害的了 是我知道 就算我不问你 你还是会暗中跟踪我 对吧 或许就在这不经意间 赵敏早已悄悄走进张无忌的内心 谢迅担心张无忌安危 把她叫到身旁 将屠龙刀递给张无忌 以防不测 老爷子 你放心吧 只要我赵敏还生一口气在 就定会保证你的意子 还有保刀周全 此话一出 听得指若妹妹甚是不爽 趁着张照二人在外寻找之际 给谢老爷子献殷勤 送热水 你真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女孩子 不像赵姑娘 她活泼爽朗 这点倒是像吴迹她娘 怪不得吴迹对她没办法 也不知道这赵姑娘家 还有什么人 她可是汝阳王的千金 堂堂的蒙古郡主 周芷若顺坡下驴 将赵敏是如何阴险狡诈 天由加醋说上一通 此刻的赵敏对被偷嫁仪是毫不知情 只顾着和张大教主谈笑风月 还有一搭没一搭的 默默张无忌的小手 张无忌心中又羞又喜 只好将话题转移 而此刻就看到小赵被金花婆婆绑在木桩之上 四周堆积无数木柴 就看小赵满脸惊苦 口中说着 你不要过来啊 金花婆婆却毫不在意 将手中火把直接扔出 瞬间将小赵陷入火海之中 此时就看空中有一人飞来 眼看张无忌赶来 金花婆婆心中恼目 抄起那木桩便与其缠斗一起 张无忌虽不知金花婆婆为何下这般狠手 但想来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当下也不直接下那杀手 只是与这婆婆拆招起来 随后赶来的赵老 趁两人打斗之际 一跃上台 解开小赵身上绳索 将其救出 此时就听闻振振呼啸声传来 自是那帕萨明教之人 就是他 他就是明教的叛徒 也是他藏匿的金毛狮王 眼看众人攻来 金花婆婆也不多说 直接与几位使者打斗一起 张无忌和赵敏则也加入其中 共同抵御外敌 可这帕萨众人已多欺少 金花婆婆愈发不敌 节节败退 终被几人合力擒重 张无忌本想搭救 忽见一圣火令袭来 这圣火令武功招式怪异 张无忌一时闪躲不及 竟被点住穴道 而小赵一上前就被一脚踢飞 眼看圣火令即将刺倒 赵敏赶忙横剑招架 但却也不是这次对手 刚起身就被灰月使用圣火令架住脖子 眼看情势危急 赵敏猛然想到武当英离廷所创建招 天地同兽 杀身成人 舍身取义 张无忌大惊失色 直接撞开封堵穴道 挥起屠龙刀朝着爬杀 使者砍去 此时就看赵敏用力一震 拖出灰月使的怀抱 是才这天地同兽 绝无余霞多小 这时惊魂烧定 阴的一声 导入了张无忌怀中 可眼看趴杀一人攻来 张无忌一个高抬腿 直踹其面门 这送上门来的俘虏不要白不要 偏偏此人 还是趴杀是二宝树王中的平等王 地位不低 众人不敢轻举妄动 眼睁睁看着张无忌带着几人离去 可金花婆婆却被趴杀总教之人带回沙滩 大圣王廷的兄弟被俘 心中恼怒 当即就要众人将金花婆婆烧了几天 另一边 张无忌抱着重伤的赵敏回到天坑 帮其包扎伤口 两人的对话影的周芷若心中十分不爽 此时还在高烧的英里又开始说胡话 眼下赵敏 周芷若 小赵 因离四个女子共处一地 张无忌珍视如坐针毡 当下一帮赵敏寻找草药为友 匆匆离去 金毛狮王心中感慨 想不到冰火岛一别 无忌已长这么大 也该是谈婚论嫁的年纪 可如今他身边有四个女子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小赵和周芷若皆是心中一正 双颊晕红 就听赵敏说道 老爷子 你也太贪心了吧 想让你的无忌孩儿 妻妾成群 谁说要嫁个套 尊重娘娘 你不用自作多情 我说的不是你 我说的是五姑娘 这边张无忌还不知自己已被衣服卖 只是看到金花婆婆正要被火烤烟熏 急忙敢回问赵敏有何对敌之策 乃至小赵听到此消息 直接双脚一软倒了下去 我求救你 你去救我娘 众人一拼大惊 一番询问 才知小赵竟是金花婆婆和韩千叶的女人 张大教主自是看不得女子阴阴哭泣 当即带着小赵去海边营救金花婆婆 他们不知道的是 怕杀使者正是想以此威胁谢迅者们出来 小赵看母亲如此 自是心急如焚 就看张无忌一跃飞到这高台上 你们今天要是敢碰韩夫人一笑 我便十倍奉还 谢迅怎么不来呢 张无忌听着 你等得罪宗教之罪 我们的大圣王可以失眠 快把我们教友教出 否则我们宗教把这岛都炸掉 张无忌自是不愿领会 会叫平等王如今在我义父手中 倘若我一刻钟内没有回去 便会消去平等王一条手 再过一刻钟 便是另外一条哥们 你们可以继续磨测下来 我敢保证 平等王定会登上极乐镜头 就看张无忌面色平静 直接席地盘坐 这大圣王本想再试探一番 命风月云三十者去点燃四周木柴 眼看火把即将落下 张无忌依旧面不改色 大圣王不敢再读 我们的大圣王 你的武功神价 更具单色 哪如你所愿 就看三枚圣火令扔出 将金花婆婆手中枷锁斩断 带到众人离开此地 金花婆婆这才朝着张无忌 直接跪拜下去 多谢公子不计前嫌 救命之恩 从今往后 女儿小招就留在公子身边 为奴为妾 任凭吩咐 一报大恩 我一直当小招为亲妹妹 从未当成奴婢 谢迅等人见到张无忌平安归来 自是欣喜 众人正坐着休息 却看赵敏心中好奇 金花婆婆既然为猎名教 四大护教法王之首 适才和帕杀总教来使对抗之计 为何不使出那千株万毒手来应对 韩服人是角色的美人 爱惜容貌 甚至于爱惜她的生命 千株万毒手 她是不会学的 赵敏一脸懵圈 想不到这金毛狮王的眼光 竟如此独到 金花婆婆就算在年轻三十年 和角色美人一词 怕也是不沾边吧 谢迅这才将三十年前的事情细细说来 原来金花婆婆是帕萨人 本名换作戴起司 戴起司 拜见杨教主和夫人 戴起司出上光明顶 灯使满堂生辉 但见她容色照人 明艳不可芳物 当她向杨教主迎迎下拜之际 大厅上左右光明使 三法王 五散人 五行骑士 无不震动 光明又使范瑶更是对她深深钟情 没错 你师父爱得不能自拔 可戴起司面对范瑶却不为所动 戴起司本想终身不嫁 可偏偏这天 灵蛇岛上的营业先生却手持一把长剑 杀上了光明顶 时任明教教主杨顶天意识心中不解 一番询问 方才知晓 这韩千叶竟是来挑战杨顶天 当年你与家父一言不合 便大打出手 你有一掌大九天手 将家父鸡跪在地 你是否还记得 杨顶天这才明白 好似却有此事 君子一诺千金 我定当奉陪 但当年杨顶天曾答应他爹 日后鄙视的时间 地点均由他后背出体 就看着韩千叶大手一挥 那我们就在光明顶 避史寒谭之中一决胜负吧 眼下正直隆东 杨顶天又不善水战 金茂师王自是不愿教主以身犯行 却看韩千叶掏出一把短剑 口中说道 倘若杨教主要失信于人 便请在先父一物面前 磕上三个响头 我定既往不救 看来你这位朋友 是真的想逼死我们教主吗 但我杨潇不是君子 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要么走 要么我杀了你 杨潇本要出手 却看戴起司忽然出来 既然人家有个好儿子 爹爹你也不是没有好女儿 韩爷为父报仇 那女儿就替爹爹接招 韩千叶自然没有意见 上一代归上一代 这一代归这一代 不可乱了辈分 那我们就去避水寒谭 决一胜负 就看两人持剑 站立碧水寒谭之上 北风正烈 寒气逼人 谭水早已厚厚结冰 就看戴起司嘴角微微一扬 一跃而起 抽出长剑 倒立跃下 咔嚓一声 破冰入坛 韩千叶见到如此伸手 不敢大意 收起狂傲之色 跟着跃入了坛中 只看两人在坛水中游来穿去 剑掌相交 震得冰面咔咔作响 但这碧水寒谭颜色深绿 从上边无法看清 二人相斗的情形 只见潭水不停晃动 突然间 一缕缕烟红的血液 自冰面上甚将开来 诱过片刻 就看两人从冰冻中跳了出来 方才看清 是韩千叶的小妇 受到不小的创伤 众人心中欣喜 想不到戴起司的水下功夫 竟如此了多 戴起司恳求杨顶天 念其孝心一片 饶恕其罪责 杨顶天自是答应 随后论功行赏 杨顶天为表戴起司功劳 册封其为护教法王之一 赐号紫山龙王 金毛世王更是提议 让戴起司位列四王之首 子白金青 你这白金青死来得好听 我同意 我也心甘情愿 退居莫位 小弟见过大姐 教主夫人更是趁此契机 当众替光明又使范瑶说梅 想要撮合范瑶与戴起司 杨夫人的好意 戴起司不服孝胜 因为我已心有所属 众人皆是一正 自己的梦中女神竟然心有所属 纷纷询问到底是哪位上女 就看戴起司转身来到韩千叶身旁 拉起她的手便向前走去 这结果竟大出意料之外 没想到韩千叶虽然败 却赢得了戴起司的方形 名叫众人对此皆是笔 纷纷将矛头指向韩千叶 你也不撒胖尿照照你自己 长什么德性 娶这么漂亮老婆 凭什么呀 你能给人幸福吗 张头鼠 都给我住口 哪知此举彻底惹目了戴起司 我此生只嫁韩爷一人 你们要是在妄家侮辱 要么你死要么我亡 眼看事情越来越僵 戴起司宁愿不要法王之名 也要和韩千叶在一起 杨鼎天索性促成这一桩婚事 可事后不久 杨鼎天便无故失踪 名叫众人人心惶惶 天天又在名叫密道中 发现戴起司身影 私闯禁地本就是死罪 戴起司索性破脚而出 归隐江湖 赵明听得很是疑惑 这好端端的 竟然密室做事 郡主 你如此强的好奇心 小心热火上身 就看金花婆婆对张无忌说道 老生要隐居塞外 从此江湖在五子山龙王 金花婆婆 女儿小钊就托付于张教主 张无忌自视欢喜 我戴小钊如同亲妹 反请婆婆放心 亲妹 这位郡主姑娘 是你的心肝宝贝 我的女儿 只是妹妹 娘 我 只是想要做公子的丫头 在她身边服侍她而已 我戴起司的女儿 只配做丫头 韩夫人 你是宁愿自己女儿 留在张教主身边 当个小丫头 还是希望她布你后尘 去派沙走教 当尊贵的圣女啊 这流云使者一声令下 只看众多武士鬼的大桶 将天坑出口团团围住 而这大桶之中 竟然装满了石油 就看着木桶被众人油高扔下 顿时油水刺剑 看得甚是心疼 又看着使者单手一挥 无数弓箭手的弩箭之上 皆点燃了火焰 眼看大战就要一触即发 张无忌当即拿出自己手中的笔牌 那便是排行老六的平等王 本以为对方会怕了自己这老六 可几个宝树王一经合计 决定强行将平等王救出 赵敏哪里会想到自己这一善举 竟埋下后续诸多隐患 此时赵敏无意间发现 这平等王的脸上先前被圣火令烫到 脸上竟意外留下几个围嘴 场中只有小招时的帕萨文 一看之下心中大惊 几人甚是不解 这圣火令上 怎会有乾坤大挪移心法 这三绪七十 无中生有 天原地方 寥寥数字 竟和自己尚未突破的乾坤大挪移 第七层不谋而合 可这字数太少 张无忌还在揣测其中奥妙 只看无数火箭朝着天坑射来 这天坑瞬间变成了火海 此时又看云峰月三世 和三位宝树王一起飞来 张无忌来不及思考 就持刀和众人缠斗起来 打斗之间 张无忌幡然醒悟 原来这帕萨人所使的功夫 正是乾坤大挪移的部分口诀 只是那心法口诀早已失传 帕萨人又东听四凑其他精妙武学 才让张无忌在先前笔斗中吃了亏 果然 要参悟怕杀武功的古怪 非得探究怕杀武功的根源不可 那圣火令 真是根源 照明此言一出 张无忌顿感开朗 突然间一声轻笑 请拿手施展而出 三续七十 便将辉月时手中的那枚圣火令驳了馆 而后使出一招无中生有 一招天方地缘 陆续又抢过四枚圣火令 传至小赵手中 可把圣火令的字一给我听 快 说话间 却看一人突然发难 朝着张无忌后背就拍掌而去 却看武清英突然拦在张无忌身前 不知道张大教主有何过人魅力 总有这么多好看女子替他挡刀 金毛世王这才发觉张无忌危险 赶忙出手帮其拖延时间 小赵将圣火令上的文字 紧忙一句句的翻译 这才知晓 这圣火令中所包含的武功奇妙无比 但一法通 万法通 天下武学殊途同归 圣火令上的武功虽其 终究不过是旁门左道之学而达于巅峰而已 想到此处 不由醍醐灌底 就看张无忌手中乾坤挪一心法施展开来 将六枚圣火令齐聚胸前 呼得一掌开出 这帕萨六人全部被圣火令击中 飞了出去 平等王一看如此下去威仪 当即喊道 话音刚落 就看这平等王居然直接咬蛇自尽 赵敏心中担忧 眼下这活命浮一毁 就算你明白生活令上的功夫 我们也毫无生路 想到此处 进一个亮枪倒在了张无忌怀中 赵姑娘 你没事吧 只要和你在一起 就是死 我也不怕 二当彼此了平等王 今天就要你们统统 为平等王尝命 你的武功再好有无何 上天有门 你不去 那就下地狱吧 击盼大尊 看无数弓箭手将天坑团团围住 料想此次再无生还可能 却看金花婆婆突然一声大喝 而后便一番鬼魅操作 想不到时隔三十年 紫山龙王戴启斯风采依旧 老爷子 你之前说 戴启斯他是个大美女 我现在相信了 我害人不好意思 就看戴启斯带着小招 和帕萨人鸡里咕噜说了一堆外语 就扭头说道 张无忌还不知发生何事 留下只若妹妹照顾珠儿 便和赵敏谢迅登上帕萨战船 就看甲板中间坐着一蒙面少女 那流云使者姿态恭敬地说着 启禀教主 南宾两位 无忌 那人是小招吗 张无忌仔细一看 小招竟然成为了帕萨总教的教主 心中自不能接受 慌忙询问 原来戴启斯本就是帕萨名教的圣语 帕萨总部的乾坤挪移心法不慎一师 特令戴启斯潜入中原名教 盗取乾坤大挪移口诀 可时隔多年仍旧无惑 加上与韩千叶一起犯了教规 索性隐性埋名金花婆 我自知罪恶深重 为了逃避火烧之心 所以才将圣语的七彩宝石戒指 传给女儿 本以为小招能不复所望 谁知偏偏遇上了张无忌 让那颗懵懂的少女心瞬间找到归属 小招虽得到乾坤挪移心法 却始终不愿说出半句 眼下怕杀教主归天 小招本就是圣语之后 理所应当成为新任教主 张无忌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身旁的侍女 此刻竟摇身成为自己的老板 公子 离别之前 还有一事相求 就看两人来到船舱内 小招捧着一身衣服走来 言语哽咽说道 公子 让我为您梳洗更衣吧 张无忌满面尴尬 哪有老板给下属服侍的道理 这是最后一次 以后相隔万里 后悔无期 小招想要再服侍公子 一事不得 张无忌黯然神伤 只好认他和平时一般 帮他换上衣衫 结上衣袋 又取出梳子 替他梳好头发 两人此刻皆哭成泪人 就听小招说道 其实不论教主也好 圣女也罢 我一点也不稀罕 在我心里 我只想做公子的丫头 张无忌见他 隐隐泪珠 也是顾不得许多 伸手将他娇小的身躯抱在怀里 小招应的一生 身子微微颤动 猜想屏风后 两人定是在深情稳别 又是甜蜜 又是苦涩 本应在进一步 不听得带起丝的声音 在门外说道 小招 一个克制不了自己 便是要送了张公子的信 小招身子一颤 如大梦初醒 悠悠说道 忘了我吧 就当一切都未发生过 我们杀出去 请他一两个宝树皇 逼他们送我回去好不好 小招欺人摇头 方才大战 帕萨人早已有所防备 此刻船舱下埋藏无数火雷 何必作闹无畏牺牲 就此跌破 希望公子浮体康明 诸事如意 说吧便撒开张无忌的手 头也不回地朝着外面走去 小招找到了赵敏 希望他可以好好照顾张无忌 毕竟你是那样地喜欢他 甘愿给他付出生命 可惜我对他好 他一点都不灵情 他常常骂我呢 难道你看不出来 公子最喜欢的是你吗 我能从公子的眼神中看出 这么多姑娘中 他只有见到你时 眼中有光 一番言语 听得赵敏双颊晕红 两人相拥告别 帕萨人也信守承诺 将三人用小船送至岸边 只听了那远处的大剑上 号角声乌哟响起 起航扬帆 渐行渐远 赵敏忽然想起小招方才的言语 直言问道 有件事我想问你 小招说你喜欢我是不是真的 张无忌心中一正 无忌 你是否真的喜欢赵姑娘 想娶她为妻啊 张无忌犹豫了 他一时不知自己心中当真喜欢谁 只好说道 原是外面 何以为嫁呢 我现在根本没想过这些啊 一方 好 赵姑娘 你都听到了吧 无忌 事与朝廷 事不两位 回到中途之后 我们还是敌人 赵敏满脸不可思议 言语哽咽说道 你一定会输给我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我 赵敏怎会想到 自己对张无忌甘愿放弃生命 到头却是换来这样的结局 他本想将仅有的一艘木船推走 好让两人永远留在这灵蛇岛上 赵敏苦心祈求张无忌能留在此处 可换来的不过是内面无表情 我不要你哥 我不要说 殊不知这一切给了 只若妹妹可乘之机 趁着张无忌和赵敏二人冷战之际 只若妹妹却一反常态地 给众人端茶倒水 奉献殷勤 谢迅更是打心底里 喜欢这个周姑娘 可几人不会想到 这茶水中尽含有 十香软筋散之毒 带到众人昏沉睡去 只若妹妹悄悄拔出一天剑 本想将赵敏一剑刺死 正将下手 却不想因林味喝茶水 被尿憋起 周祖 你为什么要杀人啊 只若妹妹担心事情败露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将因林刺死 而此时 脑海中又想起灭绝事态的话 周祖若缓缓来到张无忌身边 看着这张清新仰慕的脸床 心中哪里舍得下的去手 只好将谢迅手中的屠龙刀夺出 而后又将赵敏送出灵蛇岛 如今一天屠龙在手 天下水雨争风 周祖若安灭绝指示 运起内力将刀剑相撞 得到了藏在刀剑中的 九阴真金和五目遗书 而等到张无忌醒来 只发觉浑身乏力 头脑晕沉 突然间看到阴里嘴角流红 早已没了气息 张无忌大惊失色 又发现床上并无赵敏身影 而祖若妹妹同样是一副 虚弱无力之状 张无忌发狂冲出屋外 四处找寻赵敏身影 却不想海岸上的牧船 已不见踪迹 脑海中回忆起赵敏昨日说的话 因为你没有我狠 便断定一切都是赵敏做的手脚 只是想不到这女子 敬这般婴狠 连重伤的阴里都不放过 我以为你真心实意 原来全都是在演戏 张无忌 我张无忌 绝不饶你 张无忌正要帮阴里埋葬 此时只若妹妹才姗姗来迟 脚步清冷无力 无忌哥哥 到底发生了什么 张无忌沉默不语 只是一捧一捧土 将阴里埋葬 随后立下 爱妻诸儿阴里之墓 都是赵敏干的 赵敏 我张无忌定不会饶了 只怕你见到她 又不忍心下手 若不守住妖女 我张无忌往生为人 只若妹妹这楚楚可怜的面袍 着实无法和那蛇蝎心肠 联系一起 如今阴里已死 赵敏又逃离而去 谢迅看着张无忌 每日郁郁寡欢 心中何尝不知小儿心思 赵姑娘 待你如何 她对我很好 那难道她不漂亮吗 这姑娘她很漂亮 既然如此 我就跟她说 你娶她为妻 张无忌心中一正 自己身为教主公事繁忙 哪能顾及儿女情长 偏偏这话又被 指若妹妹听到 这妹妹也好生了得 直接两眼一白 晕了过去 张无忌只到室内 时香软精散毒气入体 务必得尽快施救 却不想指若妹妹却说 刚才无忌哥哥说 那男女有别 不能肌肤相亲 恕指若不能怨 无忌哥哥也不行 谢迅一听自食乐了 故作气氛怒骂张无忌不识抬举 却听指若妹妹又说道 只是无忌哥哥 真正喜欢的人 是小赵 是赵姑娘 是英姑娘 谢迅自然没当回事 小赵去了总部 英里已死 赵敏害得咱们这般惨状 她还有何颜面 今日一副作主 现在就去洞房 你还有何顾虑 我怕无忌哥哥后悔 除非他立个誓 否则我宁愿毒发身亡 我也不让你给我去毒 无忌 离事 我张无忌 倘若忘了表妹血潮 天地不容 那赵姑娘呢 我张无忌有生之日 必报此朝 否则天焰之 地焰之 只怕到时候 你又不忍心下手 只若妹妹话虽如此 可眼下自然是驱毒重要 言语不能汉化 心力方能疗伤 云语中尽显而女情长 看只若妹妹倾成一笑 张无忌心中自责 直言都是自己不好 顾及俗事礼节 倘若你身子要出了什么岔子 我一定不能原谅我自己 是我 你才推三足四当 要换成赵姑娘 你说不定 早就急着给他运功去 我就是一生一世 受定你欺负 张无忌正在和周芷若情义缠绵 呼听屋外传来繁杂声响 哪知竟是一帮蒙古武士 凤水师提督之命 接种人返回中原 张无忌还在想 赵敏葫芦中卖的什么药 哪知谢迅和周芷若却二话不说 直接出手 将一众官兵禁术击毙 张无忌心中不愿 虽说是敌人 但如此杀绝 总觉心中过意不去 两小非君子 无头不丈夫 一番波折 三人总算回到中原 为避免被人认出 特意打扮成小乞丐的模样 可该帮耳目变天下 殊不知自己早已被陈有亮盯上 趁着张无忌晚上外出打探消息之际 悄悄地将芷若妹妹掳走 其目的自是为了驯服武当宋青叔 原来自从芷若妹妹消失之后 宋青叔每日魂不守舍 更是不听父亲告诫 悄悄下山寻找周芷若 途中恰好遇见了陈有亮 陈有亮已帮他寻找周芷若为由 要宋青叔加入丐帮 实则是为日后将武当派收服 宋青叔自是不愿被判失门 可当陈有亮拿出额眉掌门铁纸房后 宋青叔内心瞬间动摇 想不到这宋青叔为了芷若妹妹 竟可悲心弃义 总算皇天不负 终是见到朝思暮想的周芷若 看到芷若妹妹身中剧多 宋青叔自是紧张 忙问陈有亮讨要解药 却不想竟被陈有亮点住穴道 原来陈有亮担心宋青叔诈降 设计先给他一顿下马威 就看到一帮小乞丐 对着芷若妹妹上下起手 宋青叔本想阻拦 却是被一顿痛打 眼看时机差不多了 陈有亮驱走这帮小弟 宋兄弟果然是英雄救美 义无反顾 这场配合 那今天咱们就先到这儿 我给你们二人留点时间 让你好好素一素你的相思之苦 宋青叔心中自责万分 只怪自己学艺不精 不能好好保护芷若妹妹 对不起 都怪我不好 他们抓你 完全是想利用你 来要挟我 你没有必要说对不起 芷若 事到如今 我的心意 难道你真的不明白吗 周芷若心中一正 自是知道这舔狗丸的哪处 承蒙宋师哥的错案 芷若感激不尽 只是 我已经跟无忌哥哥 定下了婚约 宋青叔听到此话 犹如五雷轰顶 堂堂额眉派掌门 怎能和魔教之人私定终身 你们迷了心窍了 芷若 那个大魔头诡计多端 学了一身的邪门功夫 他把赵敏那个妖女 已经迷奸了 芷若 周芷若自是觉得可笑 无忌哥哥的人品 你还不知道吗 宋青叔见状心中愈发恼怒 只认为是芷若妹妹 被鬼迷心窍 本想将她唤醒 哪想去换来一个大嘴巴 宋青哥 你的心思好脏 不是我操 是你笨 无忌哥哥是魔头也好 是淫贼也罢 我嫁定他了 你只能嫁给我宋青叔 你要干嘛 会让那个大魔头玷污你的 宋青叔此刻 早已被秦爱冲昏了头脑 一想到心爱的芷若妹妹 竟要与他人成亲 索性不作不休 作难霸王上应功 宋青叔也不会想到 自己马上就要成为人中游龙 却硬是被七叔陌生不打断 你身为武当弟子 竟然做出如此肮脏恶行 宋青叔本想狡辩 可陌生谷哪里听得进去 当即就挥剑要替武当清理门户 宋青叔自是不敢和七叔动手 慌忙躲闪 哪想陈有亮一直在暗中窥视 搜得一道暗器射来 直击陌生谷凶套 陌生谷知晓眼下已无力再战 赶忙离去 宋青叔本不想去追杀 可身旁陈有亮却言语蛊惑 倘若今日之事传开出去 你这青年才俊以后如何在江湖立足 事已之则 你已经无法回头了 陌生谷一直对宋青叔视如己出 宋青叔自是不敢冒犯 会在地上祈求陌生谷原谅 只要你答应对此事保密 我一定不会伤害你 这末七侠听完气急败坏 我陌生谷就算拼上这条老命 也不能让你回我武当冰上啊 陌生谷说罢便举起手中长剑刺取 却不料陈有亮先手一步 一剑将陌生谷刺杀 宋青叔心中自是害怕 以后哪里还有颜面再回武当 所幸不作不休 加入了丐帮 宋青叔在武当可谓是天之骄子 却只能坐着丐帮的六代弟子 虽心中不爽 可眼下也只好如此 书不知这一切被房梁上的 张无忌听得清清楚楚 张无忌本想出手教训 却忽看一白衣少年飞身而来 张无忌在此 谁敢证我短命横死啊 来人自视赵敏 听不惯这帮小乞丐在这大放厥词 冒充张无忌出言训斥 却不料被宋青叔一眼认出 当场只认骑士元朝小郡主 丐帮帮主使火龙一听大喜 这份大理我岂能不受 给我拉下 陈有亮功夫实在差劲 根本不是赵敏对手 可这宋青叔着实可恶 赵敏此刻并无以天见傍身 自然不是这二人对手 眼看赵敏已落入下风 屋顶的张无忌心中犹豫 本是巴布的赵敏赶紧死 可又实在于心不忍 当即从房梁月下 帮赵敏挡住致命一击 而后随手将身旁一香炉治出 拉起赵敏就离开了丐帮 来到一树林荒娇 却一把掐住赵敏面喉 赵敏自然不知这张大教主又发生神经 你要替我表妹报仇 此刻张无忌只需轻轻用力 便能帮英里雪恨和只若妹妹厮守 可张无忌毕竟是多情的种 哪里舍得下次狠手 终究还是忘了自己发的不适 放开了赵敏 赵敏听得是一脸懵圈 自己何曾拿走那一天屠龙 又何曾杀害了英里 既然如此 那就回客栈说个明白 可一路上张无忌又面目担忧 生怕义父真杀了赵敏 赵敏看着张无忌的表情 自是心生欢喜 我就知道你心里啊 实在是舍不着我 就算是我不忍心 那又怎样 我很开心啊 前我一直不知道 你是不是真心待我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张无忌生怕自己心动 屈服于他美色和柔情的隐用 既然他想去找死 那就如他所愿 却不想回到客房 并不见金毛狮王身影 张无忌自是舒了口气 幸好现在侠不在 也不用你为难 你就说嘛 你舍不得杀我呢 张无忌自然不肯承认 只是揪着赵敏为何要杀害英明一世不放 赵敏只觉平白受着冤枉 甚是委屈 无意接到消息 说丐帮抓了明教一个重要人 以为是你 一心想去研究 又因为陈有亮说你是短命主 我忍不住 出手教训 差一点丢了性命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可是你呢 张无忌 你对得起我吗 可眼下金毛狮王和纸若妹妹皆不在 无法对峙 又看张无忌这鱼目脑袋 心中甚感呜呼 索性话风一转 如果我跟你说 我派了玄冥二老来这里 杀了你心爱的周姑娘和你的义父 你还会向我道歉吗 难怪你一直这么冷静 一点也不害怕来见我义父 还口口声声说要跟他们对峙 你早有遇到我 是不是 我骗你的 我只是想看看你的反应而已 你始终不相信我 看来妖女害人这几个字 早已深入你的骨髓 此时赵敏再也忍受不住 泪水止不住地充斥眼眶 他怎么都想不到 两人经历这么多次生死劫难 却依旧还能有新人危机 那曾经的紧迫 竟不过是一场徒劳 张无忌 你不要自财身价 你以为你是谁啊 最后告诉你 我没有害猪 你信也好 不信也罢 我就是这句话 是我自己不争气 才会喜欢上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大笨蛋 张无忌和赵敏正在小树林中吵架 眼看实在是哄不好赵敏 张无忌索性将她公主抱起 带到一处无人山洞之中 好好安慰一番 而就在此时 武当诸侠收到陌生谷飞歌传书 赶忙前来一探究竟 乃至客房中空无一人 只见房门后赫然写着 门户有变 急需清理 四人不知发生何事 赶忙一路向北 正好来到张无忌栖息的山洞 张无忌本想出去迎接 却被赵敏拦住 你跟我孤男寡女在一起 你要怎么解释 张无忌一想甚有道理 赵敏与几位师叔本有恩怨 此时出去自然百口莫辩 依稀听的几人正在谈论陌生谷一事 眼下武当门中 能让其如此忌惮的 也就只有张无忌一人 何况张无忌和赵敏这妖女的流言蜚语 更是满城接风 此时几人忽然察觉空气中有迷乱的气息 等时朝着山洞中走去 赵敏心中一震 赶忙拉着张无忌往里躲去 忽然脚下一半 地上竟有一人被草席包裹 打开一看 陌生谷怕不是要化作僵尸 但见他脸上全无血色 双目未必 越发显得怕人 张无忌又惊又悲 这七世叔从小带自己视如己出 哪里能接受这般场面 张无忌全然不顾一会如何踢自己狡辩 亏得赵敏灵机一动 武动长剑 纵身而出 闯而出去 可赵敏的身法哪里比得过武当踢云纵 更何况外面还有宋远桥几人 只是片刻就被张松熙制住 待张无忌回过神案 方才想到赵敏使这离山掉了 幸好及时出来 否则赵敏便要成这剑下冤火了 四人还觉得疑惑 你怎么和这个妖女在一起 却听张无忌说到在山洞中发现陌生谷的尸首 众人皆是大惊 心中还来不及悲伤 便将长剑直指赵敏 自是认定赵敏便是杀害陌生谷的真凶 张无忌出言为户 却不想被当作帮凶 你现在说的话 谁还能相信 可张无忌毕竟是自己失职 只以为是被这妖女迷惑了心神 当下也不再理睬张无忌 灰剑朝着赵敏刺去 却不想张无忌竟忽然出手 武当诸侠自不会是张无忌对手 不过一和 手中长剑就被击落 今天你们看清楚了 害咱们的 不是旁人 正是咱们曾经爱惜的无忌 眼看自己白口莫辩 赵敏却忽然说道 被人冤枉的滋味不好说吧 默契侠是你杀灯 你思维师叔伯怀疑是你 殷姑娘是我杀灯 你认定是我 听完此言 张无忌心头一正 莫非真是自己冤枉她杀了英灵 武当四侠心中伤痛 想不到是到如今 张无忌竟还和这妖女一唱一和 当下也无心苟活 张无忌 现在要是还有半点良心 就杀了我们四个 张无忌正不知该如何解释 呼听闻一道马蹄声传来 来人竟是宋青叔 赵敏急忙点出四人穴道 而后要张无忌出手拦下解 宋兄弟 是不是想找你这通风报信呢 你让我去毒害我爹 一句话 我宋青叔做不出这种 禽兽不如的勾当 原来是陈有亮要宋青叔 回武当安害张三丰 宋青叔自是不愿 本想离开 却被陈有亮追上 我早就不想活了 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 就能看到我七叔的原魂 此话一出 众人心中皆是一阵 宋远乔怎么都想不到 自己的亲生儿子 竟是杀害陌生骨的真凶 再听下去 宋青叔此时还一正言辞说 不愿回武当害人 却看到陈有亮手中 把玩的正是峨眉掌门铁指环 宋青叔担心 只若妹妹再被陈有亮欺辱 陈有亮 兄弟一生糊涂 惹你生气了 兄弟向你道歉 你别生气 兄弟跟你磕头 兄弟跟你磕头 众人皆是不可思议 想不到这丝禁为贪图女色 做出这天理难容的勾档 但宋青叔走后 张无忌这才跪在几人面前 众人才支持冤枉了好人 秦叔这个畜生 他勾结该报 我又亲手杀了他 替我持地报仇 大哥 大哥 那是什么 大哥 大哥 可眼下那宋青叔竟要去武当山 几人担心张三封安危 便急忙要赶回武当报信 带到众人走后 赵敏方才说道 我从前的确想害你 但自从绿柳山庄一回之后 我若再起害你之心 我迷迷特沫尔天诛地灭 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永世不得超胜 就看张无忌一脚踹飞丐帮门户 果真见到纸若妹妹被陈友亮擒住 无忌哥哥 忽见四名丐帮长老迅雷不及延矮 四掌重重拍在张无忌胸膛 但见张无忌将九阳神功韵变周身 将这四人掌力尽数卸去 而后一个机灵 便将这四大长老挣开 就看张无忌飞身入室 一把将纸若妹妹带出 哪知这陈友亮竟然倒打一耙 就听陈友亮大喝一声 百杀狗阵 这周边二十一位乞丐 和和高呼 阵列西东 将张无忌围在中心 手中木棍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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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有亮倒也些许机智 冲江出去 一剑刺出 周滇一时大宁 就见趾若妹妹被陈有亮横剑斜齿 眼看趾若妹妹被擒 张无忌索性脚下一横 竟将这该帮帮主直接盗管 张无忌被拿住七寸 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此时 呼听的屋顶上传下来 轻轻竖响情消和民之声 仔细看去 就看庶民白衣少女 从屋顶飘然落下亭中 为首女子身披淡黄青衫 手持一根绿竹杖 风姿绰约 容貌极美 只是脸色太过苍白 竟无半点血色 而其身旁却带着一名小女孩 肤色和几人截然不同 张无忌背着突如其来的一句 整得不知所以 回忆脑海 自己绝技没有和这女子有所交集 陈有亮也不知此人是谁 直到是张无忌请来的援兵 当下索性放开周芷若 要张无忌将其帮主松开 姑娘惠灵必帮我所有何贵感 就听这黄山女子问道 混员霹雳守成坤身在何处 陈有亮心中一正 随后说道 世人皆知成坤栗战光明顶原济身亡 敢问姑娘这是何意 就看黄山女子举起手中绿竹吧 那你知道这是什么 丐帮诸位长老自是认的 此乃丐帮信物打狗棒 可打狗棒向来由帮主掌管 以这必是仿冒之物 哪知这帮主是火龙突然来了一句 我靠呀 这多半是假的 那你把真的拿出来 比对比对 这打狗棒 是丐帮的赤袍 我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试人呢 再说了 我也没有随身携带 那万一有什么傻尸 就不糟糕了 此言一出 场中皆是哗然 这帮主竟不知打狗棒 本就应随身携带 就看黄山女子对张无忌说道 让这个冒充使帮主的大骗子 现出原形 这石火龙倒也不赖 四模四样地比出一掌降龙十八掌 拿着四掌相交 石火龙竟直接倒飞出去 降龙十八掌是如此浓包的吗 我早就对你的武功有所怀疑 原来真是假冒的 此时就看那名女童忽然向前 实际拍打这帮主 口中喊道 还我daddy 还我daddy 撕扯之下 竟将这帮主的假发扯出 众人这才知晓 原来丐帮帮主石火龙 早已命丧混原匹利手成坤 而陈有亮竟是成坤的徒弟 两人见自己酷似石火龙 便胁迫自己假冒帮主之女 而这小女孩便是石火龙之女 史洪石 张无忌一听电影明白 原来成坤当日只是诈死 如今不过是想借丐帮之手 消灭民教 从今遇起 这位石小妹便继承了打狗豹 以后就由石小妹担任新的丐帮帮主 还请各位左右扶持 我等你当杰力辅佐 黄山女子说完便转身离去 张无忌急忙追出 姑娘 好看的姑娘 交的朋友可否 小女幽居深山 从不与外人往来 所以名字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张教主请回吧 周知若 你为什么要杀人啊 周知若明明一见将英力刺死 又亲眼看到张无忌将其埋葬 乃至这日 一黑衣女子突然出现在武当山上 张无忌 朱儿 你这个千刀万剐的丑八怪 是不是你将我活埋在土中 借我吃了多少苦头 真的是你 朱儿 此时最紧张的莫过于周知若 你是人是鬼 你才是鬼呢 我是人 倘若英力说明真相 自己再不会是无忌哥哥的好妹妹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还记不记得 是谁害的你 此刻 指若妹妹的小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是你 偏偏命运弄人 虽说挽回一命 更是将千诸万毒手的反噬驱除 可英离似乎以神志不清 对当日发生之事全然不知 而张三丰对此症状 亦是束手无策 只若妹妹悬着的心 总算是暂且放下 而另一边 就看赵明搬做一小卒 潜入军营 其目的居然是为了营救名教朱老四 乃至赵明的一举一动早已被监视 眼下原是江山摇摇欲坠 朝堂全臣对赵明父亲 汝阳王手中军权 早已虎视眈眈 偏偏赵明此举被奸人当作把柄 汝阳王为保夫人 只得忍痛下令 将赵明斩首适中 就看法场上悲风寄疗 刽子手的大刀就要朝着赵明脖子砍去 紧要关头 一把大刀扑得射了 但见一人骏马驰骋 游四神兵天将 却不想此人竟是名叫光明六使 范瑶做了赵明十年师父 看着赵明慢慢长大 这师徒情分自是无法割舍 可赵明对范瑶此举 却不愿领情 就听范瑶说道 如今原地昏庸无能 大势已去 为赵明与张无忌联手 偷袭皇宫刺杀原地 方能保其家族平安 你可知道 张无忌和我之间的纠葛 张无忌指我偷了他义父的屠龙刀 又说我杀了他表妹英明 虽然我从极力解释 他似乎也相信了我说的话 但真相一日未明 他心中必然会有界定 却听范瑶说内因离病未死 如今正在张无忌身边 赵明一听自然欢喜 要能水落石出 何愁四不开周指 若纳虚假的面具 当即便跟着范瑶回到明教 范瑶将计划与众人全盘说错 将云第一死 朝廷必然乱作一团 到时候我们趁机行动 推翻朝廷 拒日可待 你的意思是 要骗他先配合 再一往他进 张无忌知晓这计策 势必会伤了赵明的心 可眼下众人皆出言负义 张无忌也别误他 可此时就看那朱老四等军事会在门前 极力劝阻张无忌莫要刺杀原地 朝廷昏军 婚姻无道 他不正是我们的帮手吗 正是因为他的婚姻 便是我名教 号令天下的八字 这难道不是我们退翻朝廷的 打狗棒吗 这朱老四便是日后的冥帝 想不到其心思竟如此缜密 手段这般很辣 听其一言 众人如醍醐灌顶 当下撤销刺杀计 赵敏对此事全然不知 只顾着找到英里对峙真相 而英里此时正在抢纳 我没找人铁纸环保 那天姑娘 真的是你 你没有死 太好了 当日在你们手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有没有看到真正的凶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像我妈妈 此时只若妹妹才匆匆打 英里 英里 你别笑我 我还给你就是了 还给你 这铁纸环落地发出的声响 瞬间勾起赵敏脑海的回忆 依稀记得 那天晚上 自己虚弱无力 被人一路拖着 恍惚之间 便只见过那人手中带着刺 赵敏瞬间明白 原来这一切都是周芷若搞的 是你 你就是灵车岛杀人凶手 你为什么不承认 我再说一遍 你给我放手 放放放 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 这时张无忌闻讯感来 赵敏当即就说出周芷若才是杀人凶手 当日我被卫下十香软金散 昏迷半醒 我记得 我扯脱对方的指环 指环落地之时 传来一声金属壮实的声音 这和周芷若掌门贴指环的声音一模一样 你黑白颠倒 明明是你做的 你还污蔑我 这两女争吵 叭叭叭叭叭叭叭 听得张无忌耳朵嗡嗡嗡嗡嗡 不解哥哥 是他污蔑我 你不要相信他 张无忌 你看清楚这个女人的真面目 奥敏当众说出周芷若才是杀害英丽的真凶 可眼看二人各执一词 张无忌索性直接离开 你不相信我吗 张无忌 你怀疑我 指若妹妹是当真会玩 自觉受辱 阴阴阴阴阴的跑出元帅里 来到一处无人荒娇 随后发出一声啊的惊呼 待张无忌等人赶来 指若妹妹竟自吻在此 只看书干上赫然写着 不堪受屈 以此明智 果然是女人不狠 地位不稳 无忌哥哥自是见不得女子哭泣 心中无比自责 可赵敏自是知道周芷若玩的什么把戏 要死也不死个干净利落 看到周掌门多流几滴血 多挤几颗泪 你们就方寸大乱 把她捧在手心 乃至张大教主却直接来了剧 你们可以让指若安心休息吗 赵敏听罢直接气愤离去 张无忌看着指若妹妹梨花带里 宁愿一死以正清白 心中已是愧疚难当 你走吧 我不想再看到你 而后又见到指若妹妹收拾好行李 要回峨眉 张无忌心中再次动摇 我知道我伤害了你 对不起 你打我骂我吧 白眉婴王心念一动 索性要二人来个就地成婚 广摇江湖武林各派见证 张三丰更是亲自书写 加二加父四字 以表对两人爱情的肯定 眼看大典即将举行 张无忌却看着手中被赵敏咬的牙翼 郑郑愣神 此时呼听的屋外鞭炮连声鸣响 少林武当 额眉昆仑众派齐聚一堂 就看张无忌身穿一席苏绣红色警察 周芷若封官侠配 面照红金 阿恩罗纳的步入大厅 众人无意不再感叹郎才女貌 此刻最高兴的莫过于周芷若 总算是目以成终 一败天地近苍天 家偶天城地久天长 二败高堂谢父母 养育之恩恩重庐山 眼看就要里程 幸好赵敏终于赶到 就看赵敏身着一系华丽青山 笑盈盈地走来 众人皆是大惊 让赵敏赶紧出去 却看赵敏毫不理会 竟直对张无忌说道 张无忌 你是名教教主 男子汉大赵子 说过的话 做不做书 我说过的话 自然做书 那日我救了你余三叔 还有殷六叔的命 你说过 要为我拜三件事 不得有为 是也不是 不错 你要借我一副屠龙道一看 我已经做到了 那可不过是头一件事 我要你做的第二件事 就是要你今日 不能与周芷若拜堂成亲 周芷若听罢直接先拍着头顶红盖 怒目原睁瞪着赵敏 张无忌说自己与 芷若妹妹本有婚约 此举也为狭义道德 恕难从命 却看赵敏也不恼怒 走到张无忌身旁 打开手心 就看是一撮毛发 张无忌一惊 这不正是金毛狮王的毛 我这第二件事情 你依不依我 全由你 赵敏说罢便转身离去 张无忌此刻已然慌了 忙叫住赵敏 好 都以你 今天再不成坏 赵敏满意一笑 别要张无忌跟自己走 周芷若当众受此大礼 自是不能接受 又惊又悲 转而生恨 突然红影闪动 飞了出去 红袖中伸出鲜鲜玉手 五根手指朝着赵敏背后插去 打响张无忌挺身拦住 强劫一掌 张无忌只觉奇怪 这一掌竟让自己血气翻涌 心中奔煌 可周芷若此刻也在无顾忌 五根手指又朝着赵敏攻去 这招数凌厉 动作鬼魅 赵敏自是无力抵抗 尖头直接被这手指贯穿 本想直接了结其幸运 却被张无忌出手推开 张无忌 你受这个妖女迷惑 竟然在大婚之日 弃我而去 你对得起我吗 想不到峨眉派 还能念出如此毒辣的我 你对得起我吗 只听张无忌说道 纸若妹妹莫怪 我对此婚事绝不后悔 只是眼下和赵姑娘 另有要事 还望妹妹谅解 我们两个人只能选一个 你要是她出了这个母亲 就不要来找我 纸若 一边是娇艳欲滴的纸若妹妹 一边是恩重如山的义父 一番思索 终是选择了后者 这件事对我来说 比我性命还重要 我一定会来跟你好好解释 我答应你 我张无忌绝不负你 我不要再人解释 想不到峨眉派 还能练出如此毒辣的功夫 赵敏一言 令众人纷纷议论 只若妹妹知晓再施展下去 终会露出马脚 当下只好放任二人离去 而后转身对众人说道 是那张无忌为了小妖女妇我在先 从此我俩恩断一绝 今日之耻 我周梓若定要加倍讨之 另一边 赵敏肩头的九阴寒毒已侵入体内 张无忌好心将其浮起 却被一声怒斥滚蛋 哪知张无忌此事 心中只有金毛狮王 我义父到底在哪里 你怎么有他的头发 你要见哪 你去跟我来 赵敏心中自视气氛 自己以这般模样 你却只顾着那狮王 我警告你 我义父要是有什么不测 我第一个杀了你 你舍得吗 如果你觉得我救了你 是因为我对你瘀青未了 那你可以死了这条心了 我早就死心了 那就好 你拿我义父的姓名要挟我 逼我逃婚 害得我连向紫若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你这样信我于不义 我今生今世都不要和你在一起 再也不管你的死活 你以为你是谁 你不要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我来找你 不是为了抢亲 来祈求你的爱 是我来带你去找你义父 此时赵敏再也无法忍受那是心之痛 直径晕了过去 待苏醒过来 却发现自己躺在一出大石 呼听脚步声传来 索性又假装昏了过去 就看是张无忌匆匆赶来 一把掀开这箱间 看似想无忍 直接瞬息上去 将那毒液吸出 赵敏此刻自是享受 就看无忌哥哥摘下一叶青菜 在口中咀嚼一番 便将残渣潮伤口上贴了上去 赵敏哪能受得了这恶心 当即起身拒绝 别怕我 你接上我毒 除了这样能解毒 此时就听赵敏说道 你那紫若妹妹的功夫突飞猛进 难道你就没想过其中缘由吗 你别再挑拨我跟紫若之间的关系了 我跟她从小就相识 我很清楚她的伟人 你不用怀疑她 赵敏蹬敢下头 这任谁都能想到 定是周芷若偷了一天剑和屠龙刀 转而栽赃陷害 可张无忌却非要扑她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因为她不是那种人 赵敏也懒得在和她争论 眼下自是找到谢勋要紧 但你认清真相之后 也许你就会想通 不再拘泥于身份 答应跟我在一起 就如此 两人一路西行 晚上在山洞中疗伤过夜 次日又伴坐一对小夫妻接着赶路 数日相处 各自心非常态 赵敏更是抛下那郡主身份 做起了农火 熬起了胡周 张无忌本是知道赵敏对自己甚好 只是偶然念及 总想这不过是少女怀春 一时一动 没不想她竟是粪土富贵 气尊荣犹如必喜 一往情深若此 更是顾步的肩头伤势未遇 督促着自己抓紧赶路 张无忌见她苍白憔悴的脸上情意淫明 眼波流动 说不尽的娇媚无限 当下再也忍不住 谢谢你冥冥 这是赵敏第一次听她叫自己为冥冥 心中自是说不出的甜蜜 就在两人情深一切之际 只若妹妹却心烦意乱 脑海中尽是那灵蛇岛上的画面 自己杀英灵 偷刀剑 取得九英真金和五目一书 本以为终于完成裂绝失态的遗愿 可以驱除原事 光大额眉 结果却换来这般下场 畜生 你卑背世尊一言 跟那魔头成亲 你大逆不道 金石灭祖 结果你当众受罪 周芷若自是无法承受这加倍打击 冲出房门 一路狂奔 躲在一处哭的梨花带影 偏偏遇到一色胆包天的男人 油光焕发 伸手正要对芷若妹妹好好安抚 哪知就在这一瞬间 周芷若忽然双眼一横 掌心散发黑烟 呼得一爪 便让这男人瞬间归天 却看后方竟还有一人 这九阴白鼓爪散发着浓浓黑气 就朝着男人抓去 却看此人毫不躲避 定睛一看 方才看清 此人竟是武当宋清书 周芷若心中本就窝火 以为宋清书是故意来看自己笑话 索性骑着快马 直接将宋清书拖在地上摩擦 想不到这武当派的未来掌门 竟然甘愿这般坐进自己 周芷若此时听到张无忌名字更是不爽 对着宋清书就是一顿左右鞭打 哪知宋清书心中却暗暗兴奋 自己总算是和紫若妹妹有一番交流 我不是要故意接你的伤疤 我只是想让你明白 张无忌在好周给你的尺 我一定要让他十倍赴还 周芷若文言自食不屑 似你这般 张无忌可以一个打一我 只要能让你报仇 我愿意花费我一辈子的时间 宋清书真是能舔 一个劲地希望紫若妹妹给自己一个机会 周芷若只觉甚是锅躁 本想直接捏死这蚂蚁 却听宋清书口中不停说道 只要能留在你的身边 我愿为奴为仆 甘孝全马之劳 周芷若心中一动 身边不正是缺个能服侍的男人 只要能让你快乐 我这条贱命 你可以随时拿走 周芷若将宋清书带回峨眉 众人见掌门归来 无不欢喜出来迎接 唯独丁敏君甚是不爽 原来是明教教主夫人 我差点忘了 你还不是明教教主夫人 因为还没有拜堂 就让张无忌给甩了 丁敏君本以为周芷若会自觉羞耻 不回峨眉 自己好顺理成章坐上掌门之位 哪知周芷若偏偏回来 免不了要欺辱他一番 这等欺师灭祖银邪无耻之徒 岂能当我罗梅派的掌门 快把掌门铁指环叫出来 让罗梅蒙羞的是你这种人 这铁指环没有资格拿 丁敏君哪里想到 周芷若早已惊非惜彼 突如其来的两个嘴巴子甚是懵圈 丁敏君哪里服气 只以为是自己起猛了 当即拔剑就要刺去 却看周芷若毫无躲闪 只是轻轻用力 便卸去这长剑 随后一脚 便让丁敏君旋转三百六下跪面前 就凭你的武功 还在峨眉山上猖狂多事 今天我就清理门户 此时丁敏君才真的慌了 找门恕罪 找门恕罪 看在众师姐妹都替你求情 念在同门一场 周芷若还是放了丁敏君 更是在郭香祖师的临位前 当众将宋青书收入麾下 成为峨眉派仅有的一名男徒 不仅如此 周芷若更是将崔心掌 和九阴白鼓掌的心法口诀教育宋青书 你练这些武功 为我 也是为你自己 你想想原来那些瞧不起你 难道你就不想让他们 重新认识宋青书吗 而另一边 张无忌还在和赵敏在篝火旁烤鸡 就看张无忌正埋头苦干 一番忙碌 这才走到赵敏面前 从手中掏出了一枚发簪 想不到八面威风的张大教主 竟还是个心灵手巧的男人 而这些自然是他娘娇的好手 你娘一定很漂亮 你跟我娘一样漂亮 说话间 情迷一乱 眼看两人终要吃大嘴滋 却不想赵敏忽然晕了过去 真是可惜了这烤鸡 等赵敏悠悠行转过来 得知那九阴之力已侵入五脏 深入心扉 好生害怕自己将命丧于此 你不能再劳累奔波了 不然神仙都难救了 义父在少林死 义父在少林 你不要再为我耽误时间 你快去少林 去救你义父 原来 那日赵敏赌气离开张无忌 途中撞见几个大和尚 再欺负一个小和尚 仔细一看 此人竟是自己 安插在少林的眼线 于是赵敏立即出手 把几人击倒在地 将人带出 可这小和尚却重伤过度 无力回天 能被郡主亲自照顾 想要得死而无憾 说着便从怀中 掏出一锦盒 里边装着的 正是金毛狮王的毛 想来谢迅定在少林 对不起啊 是我太自私了 一心想要你在我身边 片刻不离 去成为你的父亲 实不容缓 你快去救你义父吧 张无忌终于被赵敏的 深情打动 开始肆无忌惮地啃了起来 片刻之后 张无忌便现身少林 化作农村小伙 在寺中挑水匹柴 直到夜深人静 才赶出来查探 哪知真在一僧房中 看见一人 此人正是混员霹雳手成坤 张无忌一路尾随 来至少林后山 却看此处树立三棵高大松树 松树中竟然盘坐着三位老僧 只见成坤恭敬一礼 拜见三位太师叔 而后就看成坤对着中间一口 哭尽大声朗道 想不到谢迅果真被囚禁于此 可那屠龙刀早已被指若妹妹回去 成坤自是不知 我让你好好地想想 三天之后 如果你再不说出来 我就要你好看 成坤说罢便转身离去 张无忌本想上前拜见这三位高僧 可脚下无意发出声响 谁 想不到这三人一出手便是杀招 三条铁锁举重若轻 游刃有余 武功之高 实施生平罕见 张无忌不敢大意 已是感受到这三剑奇异兵人厉害之际 突看那铁锁一抖 便有排山倒海般的内劲朝胸口撞来 这要挨上一下 便得五脏七碎 就在这电光是火般的一刹奈间 张无忌右手一挥 拨开营内而来的两条铁锁 左手乾坤大挪一心法混着九阳神功 嗖的一声 身子直冲上天 稳稳落在一灯柱之上 方才阁下所使得武功奇特丰富 招式多变 不知使得是什么功夫 高僧抬取 是才所使武功 包括九阳神功 乾坤大挪一 太极拳法 以及圣火令心法 一番询问 这才知晓 原来此人便是名教新任的大魔头 可张无忌偏偏撞在了枪口上 这三位高僧在这松树下 做了三十年的枯禅 皆是拜前任教主杨顶天所赐 而这为首的杜恶禅师 更是被杨顶天打成了毒眼 可杨顶天祭死 这三人的深仇大怨 只好着落在张无忌身上 张无忌也是大无语 可眼下那三条铁锁正向自己身上卷来 张无忌出道以来 从未遇到过如此高强的对手 这三人不但招数精巧 内境更是雄厚无比 张无忌担心如此下去 红耀丧命于此 只好大声喊道 三位老禅师 今日晚辈被困 性命难保 但大丈夫此不足惜 在下有一件事情 必须和三位说清楚 就如此 张无忌将成坤所犯罪行 151事项三人诉说 而三位高僧与杨顶天结院 多半也是那成坤做的手脚 老那与杨顶天结院 成坤的确先是其中 这么说来 那是他有意安排的 说话间 忽见一道暗器射来 幸好张无忌躲闪及时 这才发现 原来成坤一直隐藏在暗中偷听 眼下件事情败露 当即快速逃走 也证实了张无忌所言非虚 若非他做贼心虚 何必偷袭呢 三位老僧自觉惭愧 便让张无忌下到警里 与谢迅见面 本以为能将谢迅救出 哪知这金毛狮王却说道 这地方包吃包住 还能每天倾听妙音佛法 快乐无边 好不自在 衣服不走了 你快走吧 只若刚换上黑衣服 就撞见了张无忌和赵明手牵手 张无忌见到 只若妹妹身后 竟然跟着宋清书 当下变了脸色 松开和赵明的小手 对着只若妹妹 就行了一个超级大力 我要向你正中清脆 当日为了营救我义父 耽误大力 我实在是 说你废话 没你当日弃婚 今日我何来家许 宋清书心中一正 想不到只若妹妹 竟然在此事官宣 真是又惊又喜 我跟清书成亲时 没有惊动旁 不过这杯喜酒 将来我一定给你补上 宋清书倒也识去 紧忙跟着补刀 倒要感谢张大教主 促成我这段美好姻缘 赵明实在看不下 这两人嘴脸 武当逆子配 峨眉独女 当真绝配 周芷若心中恼怒 正要出手 却被张无忌拦住 芷若妹妹索性 给了她一个大嘴巴 这个无耻妖女 是你的心肝宝贝是吗 好 清书 把她的脸皮撕下来 宋清书挥手 便朝着赵明而去 却看张无忌又出来阻拦 一把将宋清书甩开 芷若妹妹见张无忌 接二连三护着赵明 醋一大发 当即便身黑化 使出那九阴白鼓掌 而宋清书也不示弱 启动超级美甲形态 张无忌见状不禁打了一哆嗦 一招不慎被周芷若划伤了后背 眼看两人竟都贴上了美甲 张无忌不敢拖大 虽不知这是和谐门歪道 但一是领略了这招式毒辣 当即使出那乾坤大魔一来 可毕竟一个是曾经爱鬼 一个是宋远乔的独子 张无忌自是不敢下死手 原本只是想将两人击退 可这功夫属是诡异 只是短短几日 两人的配合竟让自己顿感大意 就在此时 只见空中又飞来两人 将芷若清书挡开 来人自是武当宋远乔和英里婷 死不悔该的臭事 宋远乔 你省点力气吧 他已经是我峨眉弟子 不再受你管束 周芷若此时竟提出 要宋清书和武当断绝关系 宋清书自是慌了 哪里还有先前的傲气 支支吾吾不敢吐露一字 宋远乔恼羞成怒 此等逆子留着又有何用 本想当场废了这次 张无忌自知一切因自己而起 哪能因此让宋师伯爵后 当即对芷若妹妹说道 千错万错 皆是无忌一人之果 待日后必登门峨眉 负荆请罪 周芷若自是懒得理睬张无忌 心知此子说话皆是屁 直接带着宋清书离开此地 带两人走后 张无忌才舒一口气 想不到这九鹰白骨爪如此霸道 只是轻轻寡蹭 竟让身后劈开肉战 众人心中皆是疑惑 可眼下已无暇顾及此事 少林派广邀天下英雄 参加图师英雄会 倘若图师大会一旦召开 再想救出谢迅更是困难 众人合计商议 便要先行攻破那金刚浮魔阵 救出金茂师王 可这三位高僧公主属世金战 昨日便差点死在三人手中 当下也顾不得甚延练 在下不才 想请两位教宗兄弟相助 以三对三 三位老僧自是无所屌位 就看张无忌叫上了名叫光明左右时 本以为和三人之力能与对方不相伯仲 却不想这三僧铁索截圈 招数严密 六人过了三五百招一时难分胜负 又过半课 杨潇与范瑶内力耗尽 逐渐支撑不住 各自被这铁索击中了胸膛 眼看杨潇已无再战之力 却依旧见他举手示意无防 此时场中只剩张无忌与三人对峙 眼看张无忌也即将坚持不住 呼听警钟传来一道声响 众人自知已不是三人对手 当下也只好先行离去 哪曾想这杨潇芳才不过是强装淡定 少林派广摇天下豪杰 召开图示英雄会 自已比武定高下 赢者方能取得挑战金刚扶魔阵的门票 那就先从我峨眉派开始吧 就看紫若妹妹给了宋情郎一个眼神 宋情书便是领会 飞升上台 峨眉派宋情书向各大派讨教 此时就看昆仑派铁琴先生喊道 昆仑派领教宋大侠高招 就看何泰冲身子轻飘飘 一跃数仗鱼 横剑直指宋情书 本是一派掌门 在宋情书眼中却如是蝼蚁 何泰冲心中不爽 一招木叶萧萧 一招雪庸蓝桥 手腕一抖 剑光暴涨 宋情书所使的武当剑法虽然精妙 可这昆仑剑法意识成名百年 就看何泰冲大喝一声 剑皮西东 便将宋情书手中长剑震落 却不想宋情书嘴角邪魅一笑 双手附上眉甲 九阴黑气散发周身 何泰冲不知骑士和妖术 挺剑直刺 哪想宋情书忽然内力暴涨 速度极是迅猛 一掌拍来 便将何泰冲击落台下 众人见状皆是大惊 不知宋情书使得适合写术 这宋维侠懒得和宋情书掰扯 直接使出空同派无上匿计七伤拳 出拳声势宣赫 一拳蕴含七种尽力 本以为能一拳定胜负 哪想宋情书像是忽然开了挂 宋维侠竟差点被黑虎掏心 顿时不敢待 当下将内力汇聚 一阵蓄力 瞬间推出 五行之气掉阴阳 损心伤费催肝肠 藏了一经是一伙 三交旗逆破飞扬 一连打出十三招 本想怒错宋情郎 不想反备情郎制 九阴百股阵断肠 还有谁 盖帮 就看着盖帮长老腾空而起 十八路鸳鸯连环腿 朝着宋情书面门踹去 想不到在降龙十八掌试传之后 盖帮竟还能有十八脚的存在 可这长老毕竟无名 如此快速连击之下 内力损耗极快 看其速度渐缓 九阴百股爪忽然擒住其双脚 一脚踹出 便将这长老击败 随后又补上一腿 将其直接踹出高台 没事吧 长老 给你们武当出手了 听闻此言 宋远乔知道是该自己出马了 当即拔剑朝着自己那逆子刺去 哪知就在此刻 周芷若一战先机 自己极难反胜 当下凝神专制 将一套太极剑法使得远转无意 严丝无缝地守住自己门户 却不想芷若妹妹的功夫又精进不少 面对宋远乔毫无巨色 百招之后 宋远乔便已感到内力不知 当我哥没绝死 话音刚落 周芷若一掌拍出 便将宋远乔手中长剑鸡飞 宋远乔一个亮枪 止不住地向后退去 就看那九阴百股爪即将贯穿 以发迁军记 不想禁视宋远书挺身而出 拦在面前 任由那五指扎入胸膛 毕竟这可是自己的亲爹 无自量力 你太过分了 爹 瞧你们 为我伤害芷若 宋远书说罢便晕了过去 周芷若虽看不起宋远书 可毕竟夫妻名分异常 当下要求暂停比武 让自己先给宋远书疗伤 芷若 你没事就好 我打伤了你 你还在问我好不好 你真是个傻子 我今生唯一的心愿 就是肯定希望你幸福 宋远书是荡真会舔 听得芷若妹妹都不禁恍惚 可芷若妹妹的酒阴之力 毕竟阴寒 根本无法医治宋远书 偏偏此时 宋远书的师弟 宋殷勤匆匆感染 张教授 你走错地方了 我有事找找找门 在下略懂艺术 能够为宋少侠疗伤 就看房门忽然开启 命手下让张无忌进来 张无忌看芷若妹妹满面惆怅 心中意识心疼 无忌哥哥的连环三问 让芷若妹妹瞬间慌了神 心中正盘算着该如何回答 可张无忌根本没给她思考的机会 听到芷若妹妹亲口承认 张无忌心中最后一丝幻想终是破灭 她怎么也想不到 当年温王可人的芷若妹妹 竟会变成这般模样 只听周芷若说道 自己奉师父遗愿 接任峨眉掌门 首要任务就是夺回 倚天屠龙中的武功秘籍 继而光大峨眉 张无忌此刻恨不得 将周芷若千刀万果 可同样 她一样是舍不得 眼下救出一副药剂 张无忌懒得再和她掰扯 转身离开房间 回到图师英雄会 各大门派见张无忌走上擂台 自是知道不是张教主对手 又欠着她一分万安似 相救的情谊 纷纷对着台上捧手印 自愿放弃比武 张无忌本以为是尘埃落定 乃之又传来一声 峨眉大小即驾到 就看周芷若带着峨眉一众 女仪朝着台上走的 张无忌心中一正 不知周芷若又闹哪出 可来不及多想 就见周芷若手中多出一条小皮鞭 朝着张无忌就抽打了去 这边法身段 如风吹柳絮 水送扶平 真不是人间气象 张无忌使那太极拳运进成圈 周芷若长边境也抖动成圈 一时间境难分高下 一旁周芷担心张无忌心软不敌 索性出言嘲讽 周姑娘这小皮鞭 莫不是给我们教主挠痒痒来 你打了半天 你打着谁了 你打着我们教主了吗 你打着了吗 你打着我了吗 周芷若只觉耳边甚是波噪 顺时身影一闪 长边急甩 朝着周甸面门攻去 若不是泛咬眼明手快 徽长拍起身前目瞪 挡了周芷若一边 周甸此刻怕不是要被破了下 芷若 收手吧 芷若妹妹哪里还能理睬 软边回江过来 急风暴雨搬向张无忌攻去 见其如此 张无忌当下也不再留守 将真气汇聚掌心 一道内境破空而去 芷若妹妹瞬间破空 眼看其将要摔倒 张大教主再次心热 这一响 五根手指便扎入张无忌胸膛 这变数让张无忌也没想到 眼看芷若妹妹已朝着自己杀来 索性不再抵抗 她再赌 就赌芷若妹妹对自己有真情 她赌对了 芷若妹妹的眼神不再凶横 脑海中画面一闪 竟是当年一剑刺穿张无忌的情节 顿时手中黑气退去 美甲收回 心中柔情互动 眼眶一红 就此作罢 此时就听台上一大和尚说道 俄眉派掌门宋夫人积压群雄 金毛狮王谢逊 理应交由宋夫人处置 还有哪一位不服的 我不服 我是打 但是我不服 不可以吗 周紫若姿势懒得理会 哪知道了晚上 张无忌又独自来到周紫若房间 对着紫若妹妹嘘寒问他 张教主请守礼 不要知乎我归 张无忌这才表明来意 便是希望明日能与紫若妹妹联手 一起破开金刚服魔阵 并恳请妹妹戒时 饶过谢逊一命 周紫若见到这副嘴脸实在不水 直接怒斥一声 不关我就喊人了 哪知张大教主竟然直接跪了下去 当年若不是你见下刘琪 我早已不在人世 如今我这条命仍是你的 我只求你放过我衣服 要杀要果 绝不后悔 本座成天下人相让 侥幸夺魁 所以仗的 只不过是先师灭绝师太 留给我的武功秘笈 想不到紫若妹妹如今脸都不要 当着天下群雄面前 嘲讽张无忌不过手下败将 此刻挑战少林金刚抚魔阵 若以一敌三 有辱三位高僧威名 便与张无忌这手下败将联手 不如我师父威名 这臭婆娘 我以为她想通了 原来是诚心侮辱教主 张无忌却毫不在意 直到是紫若妹妹终于答应自己 一起救出金毛世王 一切尊命而行 不敢有为 少林三神僧剑竟是一丫头 积压群雄 难不成她比张无忌还要厉害 心中正是疑惑 哪想紫若妹妹懒得多说废话 长边抖出 月向中庭 出手狠辣迅捷 其胆识之强 纵视场中江湖老手也是有所不及 只见其毅力忠心 长边如青鹤凌空扑击 身法曼妙无比 竟能以一人之力与三僧不相伯仲 张无忌见状大喜 赶忙跟上节奏 东跑西蹦一途打乱三僧阵脚 好被紫若妹妹创造机会 这金刚服魔阵本非泛泛 可这三僧心中只想着输赢 放不下人我四项 当下无法将威力发挥至极 竟不慎被周芷若扯断了三条铁锁 被张周二人逼得飞出了松台 本以为三人内力相通 能将两人压制 可终是低估了九阴九阳两大神功联手的威力 就看九阴九阳两股内境同时迸发 竟让三位神僧无可奈何 此时呼听场外传来一声喊叫 来人竟是少林掌门方丈 原来赵敏发觉未见成坤身影 觉得是有蹊跷 便带着范瑶和周滇潜入少林后院 果真发现异常 这方丈缠房中竟不见掌门身影 就看范瑶运气发力 将屋内移到石门阵碎 竟发现掌门空文方丈被囚禁于此 众人这才明白 原来一切都是成坤的阴谋 提前给空文方丈下了石箱软金法 让其内力全尸 软进寺内 又召开这所谓图诗英雄会 其也心竟是想称霸武力 明教对少林有恩 张教主 张无忌顿感惺喜 一脚踹开井盖 当想跳路 哪知被周芷若先行一步 点住金毛狮王穴道 将他拽了上来 然后竟让谢迅下跪当场 张无忌是你赴我在先 我要让你后悔一辈子 不要 就看张无忌跺低一脚 抓起一块碎石 顶住咽喉 直若妹妹 你恨的人是我 如今一命换一命 求你放过我衣服 张无忌刚想使劲 赵敏一把冲出人群 你向我们下毒 掏走铜龙刀一天见 行为可耻 亏你还有脸 他就得说别人的不是 我一定不要脸的狗男女 周芷若见事情拆穿 恼羞成怒 挥起九阴白鼓掌 就要朝着赵敏杀去 偏偏此刻 一片落叶静震的 直若妹妹玉手生疼 排头望去 竟是四名白衣少女 在无尽花瓣之中 自带BGM飘飘而来 想不到来人竟是黄山女子 周芷若不知此人是何来头 正准备要给她一点颜色 却看黄山女子面不改色 纤细柔嫩的手指轻轻一弹 竟直接点注周芷若学道 你要尝尝九阴白鼓掌得厉害吗 不要杀他 我求你饶过芷若 想不到张大教主到了此刻 竟还想都要 谢迅知晓张无忌是何秉兴 当下也跟着帮衬说道 周姑娘作恶多端 多行不义 必自弊 早晚她会遭到报应 不过今天恳请姑娘 饶了她的性命 黄山女子见两人话已至此 自是要给三分薄灭 当下转身便要离去 乃至张大教主胆大包天 姐姐请留步 承蒙姐姐都翻元首 大恩不言谢 只盼留下方名 张无忌他人 定当涌泉相报 黄山女子自是听懂何意 中南山后 活死人 神雕侠里 绝技江湖 我住在中南山 二丹园三号楼 爸妈晚上都不在家 以后看你觉悟了 张无忌暗暗记下地址 上前解开周芷若学道 还关切问一声 妹妹没事吧 哪知芷若妹妹并不领情 谢迅看出尴尬 索性转移话 成坤 你给我出来 众人一听大惊 环顾四周 哪里见得成坤身影 你可能改变了容颜 但你改变不了你的声音 你的一生孝掌 让谢迅莫痴难忘 此时就看一僧人郑玉转身离开 张无忌也鸣手快 当即飞身拦在面前 出手快准狠 一把扯下这僧人脸上面具 果然不 此人正是混元霹雳守成坤 少林掌门方丈见成坤现身 当即气上心头 盲命手下将成坤擒住 却听谢迅大声说道 今日之事 今天我等二人引起 这多年恩怨 今日当有一个了断 却看成坤一脸不屑 你的武功都是我传授的 却想不到你借此祸害我 今天我就要清理门户 正是你这个 欺失灭族的孽土 成坤话音未落 便挥手成长 朝着谢迅胸膛便是一拳 右一脚踹至谢迅肩头 张无忌见状大惊 却听谢迅说道 他是我师父 让他两尘一脚 又有何妄 成坤听完甚是气愤 早知如此 方才便应直接夺了他性命 眼下错失良机 只得与其见招拆招起来 两人所使功夫本就同踪 谢迅双目虽然不能见武 可成坤使得珠般招数 却是了然云凶 加上冰火岛上多年的淬炼 面对成坤猛烈的连环杀招 静依旧能沉稳预对 反观成坤却愈发急躁 手中攻势越来越快 眼看仍拿不下谢迅 当下使出自己那成名绝技还英职 朝着谢迅双眼就要刺取 乃至谢迅不少不必 任由那双指扎入眼眶 而就此时 大喝一声 爽 一招双龙抢猪驶出 始终二指插向他双目 成坤这才想到 谢迅本就看不见 自己去戳那双眼真是有坑 成坤 小子的滋味不好收吧 谢迅说罢就抡着七伤拳 朝着成坤面纹捶去 一拳不够爽 又将成坤拽起 反手双拳 重重捶在成坤胸口 成坤口吐一亩烟红 再无反手之力 爽爽爽爽爽 就听谢迅一声怒斥 当年你灭我一家十三口 今日本应赏你十三拳 可如今弃你双目 废你武功 剩下那十一拳就此作罢 说话间就看谢迅忽然发力 全身骨骼隔隔隔乱想 张无忌来不及反应 谢迅便已经卖你行 散尽全身武功 这是最惨烈的少林四肢战 白眉英王不是在大战金刚扶魔圈时 历劫而死 而是被援兵的无数乱剑射杀 空童长老来不及喊那一句 是我一记七伤拳 便被树枝长矛贯穿胸膛 额眉一众与你同仇敌看 在丁敏君的指挥下从龙步阵 为江湖大义竭力拼杀 本以为能替武林正道杀出一条血路 却不想也只是乱剑下的亡魂 丁敏君再也不能打嘴炮 妖中双刀 剑刺胸膛 终是倒在血红夕阳 宋青书幡然醒悟 在最后一刻站在了宋远桥的身前 挡下了那两柄长枪 他宋青书 反武当 自知罪孽深重 亦死不足赎罪 可唯独对纸若妹妹的爱是无比真诚 而纸若妹妹也投一次 为宋青书留下两行青泪 金毛世王谢迅自费武功 却依旧能在此关头 手持木棍随时准备送人头 掩探敌兵将至 若不是纸若妹妹手中白莽便一甩而过 怕已是命丧当场 可所谓盖世武学 内境外功 在这刀枪剑戟 乱砍乱杀的人潮之中 也是无所是奇迹 眼看书道弩剑即将朝着周纸若射来 金毛世王却出乎意料 拦在了周纸若面前 只为和他说上一句 彻底的魔改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 而此时的张无忌却在那赵敏坟前 黯然哭泣 原来 据小道消息 汝阳王为振奋军心 派玄冰二老强行掳走赵敏 并亲手将赵敏一刀刺杀 甚至将赵敏的尸首挂在城门楼上示众 张无忌得知此事瞬间崩溃 正义之师 群龙无首 从而被援兵弓地溃捕成军 不知过了多久 邵氏山上早已血流成河 眼看周滇即将被送去见鬼王 就此关头 张无忌忽然出现 犹如神兵天将 成为所有人心中的盖世英雄 本以为张无忌是要带众人撤退 却没曾想 主角光环附身 让那一身武功瞬间有了用武之地 仅凭无散人 范瑶 冰野王等人 竟能在原军大营中探囊取悟 如如无人之境 稀里糊涂地结束了战斗 少林寺危机赞除 张无忌在一天之内失去了外公 义府 还有挚爱的名女 哪里还能有心思去拨乱反正 所幸将那五目遗书交给了朱老四 让其带兵继续与那援兵厮杀 各大派门人得以保全性命 皆是喜笑颜开 纷纷告辞跑路 唯独周芷若独自跪在谢训坟前 他用性命来度化自己 周芷若哪里还有放不下的道理 世俗虚名 恋恋无意 光大峨眉 不如普渡众生 周芷若终是决定带着送亲书的骨灰 回到那峨眉山中 打坐参禅 共修大道 一句无忌哥哥 一生芷若妹妹 心中有情难歌舍 从此相忘于江湖 张无忌心中不免惆怅 深爱自己的小招 远赴波斯 英离虽在身旁 却毕竟是自家表妹 赵敏死于汝阳王刀下 连最后一面都未曾相见 如今只若妹妹又回归而眉 心中不惊疑惑 到底谁才是自己最爱的女人 独自寂寥在河边 一愿抗原一是英灵安息 二愿天下百姓涌响太平 看着雪愿灯随波逐流 终是在第三盏灯上雪下 愿赵敏长半身旁 此时呼嗅到空气中 传来熟悉的气息 扭头一看 明明 就看着女子转身便离去 张无忌紧忙追去 却哪里还有女子身影 就看那女子匆匆回到客栈 待其摘去头上斗笠 竟不想此人当真是赵敏 就看其手中花灯上一事写着 愿赴君长半左右 赵敏一时陷入迷茫 都已是相见不敢相认 又说甚长半左右 此时就看张无忌跟着气味 就推开了房门 二人四目相对 再也无法遮掩心中的响念 可终是念及妇女情长 只好故意传出将赵敏杀死的消息 并让儿子王宝宝将其送回盟 张无忌心中甚是感动 一把搂住赵敏 再也不想让她离开 可眼下战火纷争 赵敏心之留在张无忌身边 并会落下口舌 后患无穷 当下要先行回到盟 待张无忌大业完成之后 再来蒙古相见 张无忌自是明白赵敏意图 当下也不再阻拦 要赵敏过完今夜 明日再起行程 无忌啊 你可曾记得 答应为我办三件事啊 记得 前两件事情你都做到了 可是 还有第三件事情 你不能言而无信 张无忌心中一正 不知赵敏又有圣鬼马要求 却看赵敏温婉一笑 说道 我这眉毛太淡 你给我画一画 这可不违反武林侠义之道 张无忌提起笔来 从今往后 只要你不嫌弃 我天天给你画眉 长夜漫漫 张无忌大呼一声 爽 四日一早 两人漫步在林中小道 轻已定 话已落 最后相拥正欲告别 哪知偏偏碰上名叫众人 众人见赵敏为死皆是大惊 赵敏姑娘 你想干什么 你不是死了吗 我没有死 周先生很失望吧 赵敏本不想与众人啰嗦 正要拱手告辞 却不想朱老四蹦跌出一句 姑娘请留顾 素闻赵姑娘足智多谋 不如留下与我等共伤大事 赵敏自是知道 这朱老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无非是想留下自己当作人质 好让父亲心软投降 唯独张无忌想不明其中缘由 见众人一致要留下赵敏 天真以为是这帮下属体恤自己每月操劳 要赵敏服侍身旁 心中还不免有些许兴奋 而且我提议 马上让教主与赵姑娘完婚 我再同 我们名教从来都不是一盘散沙 一经决议 四方团结 全力以赴 既然父王这么说 我周天第一个同意 也枉你的 周兄 我不是 你不是就是你是同意了 我也同意 张无忌想不到这帮兄弟这么懂自己胃口 马六地回到房间 抓起赵敏手臂就要去拜堂 明明 你终于苦尽该来了 待会儿都等着见你了 等着见我 没有人提出又杀我了吗 快走吧 张无忌和赵敏在众人簇拥之下 终要拜堂成亲 无忌哥哥早已沉浸在一声声动防难喊中 高兴地就要飞起来了 唯独赵敏心中不挤 名教之人恨自己入骨 怎会突然改变心意 在看到朱老四那一脸傲娇的表情之后 瞬间明白 就在张无忌的头刻下去的瞬间 赵敏果断撒手离开 张无忌还一脸蒙圈 追上去后只看到赵敏已收起行囊 张无忌心中不解 两人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 为何赵敏忽然反悔 难道你忘了 在援兵眼中 我明明特木尔已经死了 他们一定会将你我的婚事 大肆宣扬以振军心 消息一旦传到京师 我爹就是犯了欺君的死罪 张无忌这才明白 自己竟走进朱老四部下的圈套 赵敏讲述完其中的厉害关系 便要先去蒙古赞壁锋芒 就看无忌哥哥柔情似手 赵敏自是拗不过张无忌的厚颜风流 一时无话 三分钟后 两人意犹未尽地坐在河边 却听张无忌突然说道 老丈人见新姑爷 本是喜事一桩 看张无忌提出要两军暂且休战 汝阳王虽有所不悦 但看在女儿胳膊肘一心向外 当下还是答应张无忌请求 哪知就在几人打算告辞离开之际 空中一道穿云剑闪过 玄冥二老竟突然发难 朝着张无忌便打去 张无忌只以为是汝阳王事先安排 却不想地面突然开裂 窜出来的竟是鸣教后土旗之人 汝阳王还来不及多想 就看几人弯弓搭建 不过片刻 便将汝阳王射成筛子 张无忌这才明白 方才玄冥二老不过是为拖住自己 是谁安排的弓箭手 朱老四他们俩是不是也被朱老四给收买了 朱元帅那开的价码高啊 张无忌怒气冲冲地回到鸣教 刚想要质问朱老四为何献自己于不义 乃至鸣教所有人都知道这场刺杀计谋 唯独自己蒙在鼓里 张无忌心中无奈 那要我这教主又有何用 此时就看赵明手持长剑对着朱老四刺去 却又被张无忌打断 张无忌这才想明白 自己这教主不过是替属下背锅的侠 我爹一生气感 你在战场上杀他 我无话可说 可是如今 你却有如此卑鄙的手段暗杀他 我被我爹报仇 张无忌自是不能让中兄弟韩星 当即拦在朱老四面前 赵明心中崩溃 父亲被人刺杀 心爱之人偏偏又要阻拦自己复仇 本想一剑送张无忌归天 可又着实于心不忍 当下万念俱灰 他知道是他输了 在自己和兄弟之间 张无忌选择了后者 在自己和权力之间 张无忌还是选择了后者 当初我义无反顾的要跟 如今 我也可以义无反顾的不要你 过你你特末说到做到 张无忌看着赵明离去的身影 心中意识不知该如何解释 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记挂的是天下苍生 他想要的是太平盛世 他心中暗暗发誓 待平定这场纷争 自己一定会去草原寻找赵明 不知过了多少个年头 援朝覆灭 半壁江山已定 名叫众人纷纷要张无忌登上帝座 自立名帝 张无忌心中一正 什么权势富贵 自己何存在 朝代兴体 周而复始 功名富贵 更属烟云 就如此 张无忌退去明教教主之位 远赴蒙古 寻找赵明的踪迹 可苍茫大帝 哪里才是家 翻草原 过沙漠 或许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手中赵明赠送的手卷 忽然随风飞去 莫不是上苍怜悯 真情感动天地 手卷落下之处 竟有一女子正在河边牧羊 眼前之人 不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赵明 当下一路狂奔 口中大声呼喊 明明 是你吗 时隔多年 再次相遇 早已是气不成声 柔情似水 家气如梦 忍故雀桥归路 我终于找到你 你怎么现在才来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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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谢谢大家